资质通鉴卷第九 汉纪一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元年 东十月佩宫至坝上 秦王子应速车白马系景一族 奉皇帝喜福节 将至道旁 诸将获言诸秦王 佩宫曰 使怀王前我 故已能宽容 且人已详 杀之不详 乃以主力 甲义论曰 秦以区区之地至万圣之权 朝八周而朝同列 百又余年 然后以六合为家 小寒为公 一夫作难而七妙辉 身死人首为天下孝者何也 人亦不适 而攻守之事亦也 佩宫昔入咸阳 诸将皆争走金箔财物之府分之 萧何独先入收秦秦成相府图集藏之 以此佩宫得拒之天下恶赛 户口多少 强弱之处 佩宫见秦宫氏为账 狗马重宝 妇女已签署 亦欲留居之 凡快见曰 佩宫欲有天下 将为富家翁 凡此奢利之物 解秦所以亡也 佩宫何用言 愿集还坝上 无留宫中 佩宫不听 张良曰 秦为无道 故佩宫得致此 抚慰天下除残贼 以告宿为资 今使入秦即安其乐 此所谓助劫所虐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愿佩宫听凡快言 佩宫乃还君罢上 十一月 佩宫西兆诸宪父老侯节 未曰 父老苦秦科法久矣 无与诸侯曰 先入观者望之 无当望观中 与父老曰 法三章二 杀人者死 伤人及道抵罪 于西除去秦法 朱立民即暗度如故 凡无所以来 为父老除害 非有所亲暴 无恐 无恐 且无所以还君罢上 逮诸侯制而定约数尔 乃使人与秦立行献相议 告遇之 秦民大喜 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君事 佩宫又让不受 曰 仓宿多 非乏 不欲费民 民又一喜 唯恐佩宫不为秦王 向宇既定河北 甩诸侯兵 欲西入观 先是 诸侯立足 遥使 屯树过秦忠者 秦忠立足 欲之多无状 即张涵以秦君降诸侯 诸侯立足 常盛多奴隆使之 卿折辱秦立足 秦立足多愿 且言曰 张将军等 诈无数 降诸侯 今能入关破秦 大善 即不能 诸侯鲁无数而东 秦又尽诸无父母妻子 奈何 诸将威闻其迹 已告项羽 项羽照秦部蒲将军纪约 秦立足上众 其心不服 至观不听 世必威 不如击杀之 而独与张涵掌使心 都为义入秦 于是储君业姬 亢秦族二十余万人 心安长南 获税佩公曰 秦赴十倍天下 地形强 闻项羽号张涵为雍王 望观中 今则来 佩公恐不得由此 可及使兵守寒谷官 无纳诸侯君 稍征官中兵以自义 拒之 佩公燃其迹 从之 以而项羽至官 关门闭 闻佩公已定官中 大怒 使秦部等 攻破寒谷官 十二月 项羽尽至戏 佩公左司马曹无商 使人言项羽曰 佩公欲望观中 令子英为相 珍宝尽有之 欲以求封 项羽大怒 响士族 期淡日击佩公军 当事时 项羽兵四十万 号百万 在新封鸿门 佩公兵十万 号二十万 在坝上 范增税项羽曰 佩公居山东时 贪财好色 金入官 财物无所取 妇女无所幸 此旗帜不再小 无令人望其弃 皆为龙虎呈无财 此天子弃也 及鸡勿施 出左隐相伯者 相羽继父也 素善张良 乃叶池之佩公君 私见张良 俱告已是 欲呼语俱去 曰 吾俱死也 张良曰 臣为韩王送佩公 佩公今有急 亡去不易 不可不遇 良 良乃入 俱告佩公 佩公大惊 良曰 廖公士族 足以当相羽乎 佩公默然曰 故不如也 且为之奈何 张良曰 请往卫相伯 言佩公之不敢判也 佩公曰 君安于相伯有故 张良曰 秦时与陈游 常杀人 陈活之 君事有急 故幸来告梁 佩公曰 佩公曰 属于君少长 良曰 长于臣 佩公曰 君为我呼入 无得凶事之 张良初 故邀相伯 相伯即入见佩公 佩公奉之久为寿 约为婚姻 约 无入官 秋毫不敢有所尽 即利民封府库 而待将军 所以遣将守官者 被他道之出入于非常野 日夜望将军制 岂敢反忽 愿伯 愿伯 俱言臣之不敢背得也 相伯许诺 为佩公曰 但日不可不早自来谢 佩公曰 诺 于是相伯复夜去 至君中 据以佩公言报相语 因言曰 佩公不掀破关中 功岂敢入乎 今仍有大功而积之 不亦也 不如因善欲之 项羽许诺 佩公诞日从百余记 来见项羽鸿门 谢曰 陈与将军 陆立而攻秦 将军战河北 陈战河南 不自已能先入关破秦 得复见将军于此 今者有小人之言 令将军与臣有戏 项羽曰 此佩公作司马曹无商言之 不然即何以致此 项羽因流佩公于隐 反增朔木项羽 举所佩玉绝 以示之者三 项羽默然不应 反增起 出 照项庄 未曰 君王为人不忍 若入前为寿 寿臂 请以贱物 隐姬配公于坐 杀之 否者若数皆且为所禄 庄则入为寿 寿臂 约 君中无以为乐 请以贱物 项羽曰 诺 项庄拔剑齐武 项伯亦拔剑齐武 常以身亦必配公 装不得机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繁快 快曰 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 今相庄拔剑武 其意常在配公也 快曰 此破矣 臣请入 与之同命 快即带剑拥顿入 君门卫士 欲止不纳 凡快侧其顿椅状 卫士铺地 岁入 批为立 称目是项羽 头发上指 目字尽列 项羽按剑而记曰 可何为者 张良曰 佩公之参圣凡快也 项羽曰 壮士 刺之之久 则于斗之久 快败谢 其力而引之 项羽曰 刺之至间 则于一生至间 凡快复其顿于地 夹至间其上 拔剑切而淡之 项羽曰 壮士 负能引呼 凡快曰 臣死且不必 知久安读辞 夫 秦有虎狼之心 杀人如不能举 行人如恐不生 天下皆叛之 怀王于诸将约约 先破秦 入咸阳者望之 金佩公先破秦 入咸阳 毫毛不敢有所尽 还君霸上已带将军 劳苦而功高如此 未有风绝之赏 而听戏人之说 欲诸有功之人 此王秦之序耳 且为将军不取也 项羽未有已应 曰 坐 凡快从良坐 作须于 佩公岂如策 应招凡快出 佩公曰 今者出 为此也 为之奈何 凡快曰 如今 人方为刀阻 我方为鱼肉 何此为 于是遂去 鸿门去坝上四十里 佩公则置车迹 脱身独迹 凡快夏侯英 晋强记信等四人 持剑顿步走 从离山下道指阳 剑行去坝上 刘章良使谢项羽 以白币献羽 玉斗与亚父 佩公为良约 从此道至无君 不过二十里尔 夺我至君中 功乃入 佩公已去 见至君中 张良入谢曰 佩公不生悲勺 不能辞 仅时陈良奉白币一双 再败陷将军族下 玉斗一双 再败奉亚父族下 项羽曰 佩公安在 良约 闻将军有意都过之 脱身独去 以至君矣 项羽则受臂 置之坐上 亚父受玉斗 置之地 拔剑撞而破之 曰 爱 数子不足与谋 夺将军天下者 比佩公也 无数尽为之卢已 佩公至君立诛杀草无伤 居树日 项羽引兵夕 图咸阳 杀秦祥王子英 烧秦宫世 或三月不灭 收其货宝妇妇儿东 秦民大失望 韩生睡项羽曰 观众祖山戴河 四塞之地 地肥饶 可都以罢 项羽见秦宫世 皆已稍谈破 又心思东归 曰 富贵不归故乡 如意秀夜行 谁知之者 韩生退曰 人眼楚人幕侯而贯而 果然 项羽闻之 烹寒生 项羽使人致命怀王 怀王曰 如曰 项羽怒曰 怀王者无家所利耳 非有功伐 何以得专注曰 天下出发难时 贾力诸侯后已伐秦 然身披肩直睿锐守世 破路于也三年 灭秦定天下者 皆将向诸君 与吉之利也 怀王虽无功 故当分其地而望之 朱将皆曰 朱将皆曰 善 春正月 与阳尊怀王为异地 曰 古之地者 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 乃喜异地于江南 都称 二月 与分天下望诸将 与自立为西楚霸王 望两楚地久郡 都彭城 与与范增一配功 而夜已讲解 又误赴约 乃阴谋约 八蜀 八蜀 秦之千人皆居之 乃曰 八蜀一官中帝也 故立佩公为汉王 望八蜀汉中 都南正 而三分官中 望秦祥将 以聚色汉路 张涵为雍王 望咸阳以西 都废丘 掌使心者 故为立余愿 常有得于向梁 都为懂义者 本劝张涵降处 故立心为赛王 望咸阳以东 至河 都立余 立毅为敌王 望上郡 都高奴 项羽欲欲自取良地 乃喜魏王豹为西魏王 望河东 都平阳 辖秋深阳者 张尔必辰也 先下河南郡 迎处和尚 故立深阳为河南王 都洛阳 韩王成因故都 都阳迪 赵将司马昂定河内 术有功 顾立昂为阴王 望河内 都昭歌 习赵王歇为代王 赵相张尔素贤 又从入关 顾立尔为常山王 望赵帝 至乡国 当阳军 顾立部为九江王 都六 婆军吴瑞 率百岳左诸侯 又从入关 顾立瑞为恒山王 都朱 异地诸国 攻敖 将兵激南郡 攻多 因立敖为临江王 都江陵 喜阴王 习英王 韩广为辽东王 都吴忠 阴将赃徒 从楚旧赵 因从入关 顾立徒为阴王 都记 喜齐王田氏为焦东王 都吉末 齐将田都 从楚旧赵 因从入关 顾立都为齐王 都林兹 项羽方渡和旧赵 田安下极北树城 引其兵详项羽 故立安为极北王 都渤阳 田荣朔赴向良 又不肯将兵从楚激勤 已故不封 承安君陈游 弃将印去 不从入关 亦不封 客多税向羽曰 张耳陈渝一起有功于赵 金耳为王 于不可以不封 与不得已 闻其在南皮 因还封之三县 婆君将梅宣公多 封十万户侯 汉王怒 欲恭项羽 周伯冠应凡快皆劝之 萧何鉴曰 虽望汉中之恶 不犹豫 于死乎 汉王曰 何谓乃死也 何曰 谨众福如 百战百败 不死何为 福能趋于一人之下 而身于万圣之上者 汤武士也 臣愿大王望汉中 养秦民已至贤人 收用八蜀还定三秦 天下可徒也 汉王曰 善 乃遂旧国 以何为丞相 汉王赐张良 金百亿 诸二斗 良聚已献相伯 汉王一因令良后卫相伯 使尽请汉中帝 相王许之 下四月 诸侯罢戏下兵 各救国 相王始足三万人 从汉王之国 除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 从渡南入石中 张良送至包中 汉王遣良归寒 良因睡汉王 烧绝所过战道 已被诸侯盗兵 且是项羽无东义 田荣文项羽洗齐王氏于焦东 而以田都为齐王 大怒 五月 荣发兵聚集田都 都王走楚 荣留齐王氏 不令之焦东 是为项羽 妾王之国 荣怒 六月 追击杀士于吉末 自立为齐王 事时 彭月在巨野 有众万余人 无所数 荣与月将军印 使击吉北 秋七月 越击杀吉北王安 荣遂并望三旗之地 又使越吉楚 向王命萧公角降兵吉月 越大破储君 张尔之国 臣于易怒曰 张尔语于 功等也 今张尔王于独侯 此项羽不平 乃因使张同夏月 睡齐王荣曰 项羽为天下载 不平 尽望诸侯 禁望诸侯善地 喜顾王于丑地 今赵王乃北居待 于以为不可 闻大王起兵 不听不义 愿大王资于兵 鸡长山 赴赵王 请以赵为汉币 其王许之 浅兵从陈渝 项王以张良从汉王 韩王成又无功 故不浅之国 与拒至庞城 废已为攘侯 已又杀之 初 怀因人寒信 家贫无信 不得推则为利 又不能置生伤骨 常从人济食饮 人多厌之 信钓于城下 有嫖母见信机 犯信 信喜 为嫖母曰 无必有以众报母 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私 无哀王孙而进食 期望报护 怀因途中少年 有五信者曰 若虽长大 浩带刀剑 钟情妾儿 因众辱之曰 信能死 赐我 不能死 出我胯下 于是信熟视之 浮出胯下 扑服 于是人皆孝信 以为妾 即向梁度怀 信仲见从之 居挥下 无所知名 向梁拜 又主向羽 羽以为郎中 朔以策干羽 羽不用 汉王之入属 信王储归汉 为连傲 作当斩 齐备十三人皆以斩 赐至信 信乃仰视 视见腾公 曰 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谓斩壮士 唐公齐其言 壮其冒 视而不斩 于语 大悦之 言于王 王拜 已为智肃都位 亦为之其也 信 信朔语 萧何语 何其之 汉王至南正 诸匠及士族 解戈欧思东归 夺盗王者 信夺何等以朔言王 王不我用 即王去 何闻信王 不及以闻 自追之 人有言王曰 长相何王 王大怒 如师左右手 举一二日 何来夜王 王且怒且喜 骂何曰 若王何也 何曰 臣不敢王也 臣追王者尔 王曰 若所追者谁 何曰 含信也 王赴骂曰 诸将王者已实属 供无所追 追信 诈也 何曰 何曰 诸将亦得尔 志如信者 国事无双 王必欲常望汉中 无所侍信 必欲争天下 非信 无可与济世者 故王策安所绝尔 王曰 吴亦 无意欲东尔 安能欲欲久居此乎 何曰 既必欲东 能用信 信即留 不能用信 中王尔 王曰 吴未公已为将 何曰 虽为将 信不留 王曰 以为大将 何曰 姓慎 于是王欲照信拜之 何曰 王肃慢无礼 今拜大将如乎小儿 此乃信所以去也 王必欲拜之 则良日 斋戒 设坛场 聚礼 乃科尔 王许之 诸将皆喜 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 智拜大将 乃韩信也 义军皆经 信拜礼必 上座 王曰 王曰 长相 朔延将军 将军何以叫寡人计策 信慈谢 因问王曰 仅东相 争权天下 岂非相王也 汉王曰 然 大王自料永汉人强属于相王 汉王默然良久 曰 不如也 信再败贺曰 唯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 然沉长逝之 请因相王之为人也 相王阴污叱咤 千人皆废 然不能认属贤将 此特匹夫之永耳 相王见人恭敬慈爱 言语欧欧 人有疾病 替气分食饮 致使人有功当风觉者 印完毕 忍不能语 此所谓妇人之人也 相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 不居关中而督蓬城 被异地之曰 而以亲爱望诸侯 不平 逐其雇主而望其将相 又千逐异地至江南 所过无不残灭 百姓不亲父 特结于微强耳 名虽为霸 实施天下心 故其强异异弱 今大王常能反其道 任天下无勇 何所不诛 以天下诚意 奉功臣 何所不服 以义兵 从思东归之势 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为秦将 将秦子弟数岁已 所杀王不可生计 又欺其众 降诸侯 至心安 相王诈坑 秦降族二十余万 唯独 寒心意得托 秦父兄怨此三人 痛入骨髓 金楚强以威 望此三人 秦民莫爱也 大王之入五官 秋毫无所害 除秦科法 与秦民约法三章 秦民无不欲得 大王望秦者 于诸侯之约 大王当望观中 观中民贤知之 大王失职入汉中 秦民无不恨者 仅大王举而东 三秦可传习而定业 于是汉王大喜 自以为得信丸 遂听信计 部署诸将所机 留萧和收八蜀租 寄军粮食 八月 汉王引兵从顾道出 席庸 庸王张寒迎击汉陈仓 庸兵败 还走 旨 战好志 又败 走废丘 汉王遂定庸帝 东至咸阳 引兵 为庸王于废丘 而前诸将略帝 塞王心 敌王义 皆祥 以其帝为 魏南和尚上郡 令将军 削殴王兮 出武官 因王陵兵 以迎太公 履后 向王闻至 法兵拒之 杨甲 不得钱 王陵者 配人也 先聚党数千人 居南阳 至事 时以兵属汉 向王取 陵母至军中 陵使至 则东向 做陵母 寓以招陵 陵母 思诵使者 契约 愿为老妾御灵 善是汉王 汉王长者 忠得天下 无以老妾顾 持二心 且已死 送使者 遂拂荐而死 向王怒 烹灵母 向王已 故吴令正 称为韩王 以拒汉 张良为 向王书曰 汉王失职 欲得观中 如约即止 不敢东 又以其两反书 为向王约 其欲与赵并灭除 向王以此 故无稀义 而北击其 阴王广 不肯之辽东 赃徒击杀之 并其地 誓岁 以内使 配周科 为御使大夫 向王使 促义地行 其群臣左右 稍稍叛之 二年 冬十月 向王秘使九江 恒山 临江王 积异地 杀至江中 陈渝 西三县兵 与骑兵 共袭长山 长山王张尔拜 走汉 叶汉王于费丘 汉王后遇之 陈渝迎赵王于代 父为赵王 赵王得陈渝 立以为代王 陈渝为赵王若 国出定 不知国 刘父赵王 而使下跃 以相国守戴 张梁自寒 渐行归汉 汉王已为 常信侯 梁多病 未常特将 常为画策臣 时时从汉王 汉王如闪 镇抚官外父老 河南王深阳祥 至河南郡 汉王以 韩湘王孙信 为韩太尉 将兵略汉帝 信吉吉韩王 昌于阳城 昌祥 十一月 立信为韩王 长将韩兵 从汉王 汉王环都立阳 诸将巴隆西 春正月 向王北至成阳 齐王荣将兵会战 拜走平原 平原民杀之 向王复立田甲为齐王 遂北至北海 烧一成锅 试屋 坑田荣降足 系录其老弱妇女 所过多所残灭 其民相聚叛之 汉将把北地 鲁雍王帝平 三月 汉王自临近渡河 魏王报祥 将兵从 下河内 下河内 鲁雍王昂 至河内郡 初 阳武人陈平 嘉贫 好读书 礼中社 平为载 分肉甚君 父老曰 善 陈如子之为载 平曰 皆护 使平德载天下 亦如是肉矣 即诸侯叛秦 平视魏王旧于林己 为太仆 睡魏王 不听 人或禅之 平王去 后视项羽 自觉为轻 阴王返 项羽使平 吉祥之 还 拜为都位 赐金二十亿 居无合 汉王攻下阴 项王怒 将诸定阴降丽 平据 乃封其金与印 使使归项王 而挺身践行 障见王 渡河 归汉王于修武 因未无知 求见汉王 汉王照入 此时 遣霸旧赦 平曰 陈未逝来 所言不可以过今日 于是汉王于语而悦之 问曰 子之居处何观 曰 为都位 逝日 即拜平为都位 使为参胜 须护君 诸将近欢曰 大王一日得处之王族 为之其高下 而己与同在 凡使监护长者 汉王闻之 寓意姓平 汉王南渡平阴金 至洛阳新城 三老董公遮睡王语 陈文 顺德者唱 逆德者王 兵出无名 事故不成 故曰 名其为贼 敌乃可服 项羽为无道 放杀其主 天下之贼也 福人不以勇 亦不以利 大王一率三军之众 为之诉服 以告诸侯而罚之 则四海之内 莫不养得 此三王之举也 于是汉王为异地发丧 坦而大哭 哀临三日 发誓告诸侯曰 天下共立异地 北面是之 今项羽放杀异地江南 大逆无道 寡人西发观中兵 收三河士 南伏江汉以下 愿从诸侯王 基处之杀异地者 使者至诏 陈于曰 汉杀张儿乃从 于是汉王求仁 类张儿者斩之 持其头为陈于 于乃浅兵驻汉 天荣地行 收散足 得数万人 其成阳 下四月 立荣子广为齐王 以聚处 向王阴流 连战未能下 虽闻汉东 即积齐 欲遂破之而后积汉 汉王已故 得率诸侯兵 反五十六万人 伐楚 到外皇 彭越将其兵 三万余归汉 汉王曰 彭将军收魏帝 得十余成 欲吉利魏后 今西魏王报 贞魏后 乃拜彭越为魏相国 善将其兵 略定良地 汉王遂入彭城 收其货宝美人 日至酒高会 向王闻之 令诸将击齐 而自已精兵 三万人难 从鲁出 狐陵至萧 臣 击汉军 而东至彭城 日中 大破汉军 汉军接走 相随入谷四水 死者十余万人 汉族皆难走山 楚又追击至 陵壁东 虽水上 汉军阙 为楚所己 足十余万人 击入碎水 水 未知不流 为汉王三渣 会大风从西北起 折木 八屋 扬沙石 咬明咒会 逢迎储君 大乱坏散 而汉王乃得与 数十计断去 与过配 收家事 而楚义使人之配 娶汉王家 贾接王 不与汉王相见 汉王到逢 校会 鲁元公主 再已行 楚继追之 汉王急 推度二子车下 腾公为太仆 长下收载之 如是者三 曰 今虽急 不可已驱 乃何弃之 故徐行 汉王怒 欲斩之者食鱼 唐公足保护 托二子 沈亿基 从太公 吕后 践行求汉王 不相遇 反遇储君 储君与归 向王常治 君中为治 事实 吕后兄 周吕侯 为汉将兵 居下义 汉王 见往从之 稍稍收齐 士卒 诸侯 皆被汉 赴于楚 赛王心 敌王义 王降楚 田衡 进攻田甲 甲走楚 楚杀之 衡遂 赴定 三旗之地 汉王问群臣曰 吴玉 捐官以东 等弃之 谁可与共公者 张良曰 九江王部 处萧将 与向王有戏 彭越 与其返良帝 此两人可及时 而汉王之将 读韩信 可主大事 当一面 即欲捐之 捐之此三人 则楚 可破也 初 相王积齐 征兵九江 九江王部 称并不亡 遣将将军 数千人行 汉之破楚 彭成 部又称并 不左楚 楚王由此怨部 硕使使者 翘让 赵部 不欲恐 不敢往 向王方北 忧其诏 西换汉 所语者 读九江王 又多不才 欲亲用之 已故 未知机 汉王自下意 喜军荡 遂至于 未左右约 如彼等者 无足语 祭天下事 业者随和 禁约 不审 不审 陛下所谓 汉王曰 孰能为我 十九江 令之 发兵 备楚 留相王 数月 我之取天下 可以摆全 随和曰 臣情使之 汉王 十余二十人聚 五月 汉王至 行阳 诸拜军 接会 肖和 一发 关中 老弱 卫富者 西翼 行阳 汉军 赴大镇 楚启于 蓬城 常常盛 主北 与汉 占 行阳南 京所 兼 出祭来众 汉王则 君中 可为 祭将者 接推 顾秦 骑士 重全人 李璧落甲 汉王 欲拜之 毕甲曰 臣顾秦民 恐君 不信臣 愿得 大王 左右 善其者 赴之 乃拜 冠英 为 中大夫令 李璧落甲 为 左右 校尉 将其兵 基楚计 于 行阳东 大破之 除以 故 不能过 行阳 而兮 汉王 郡 行阳 驻 永 道 主之 河 以取 敖仓 素 周伯 冠英 等 言语 汉王 曰 陈平 虽美如 关玉 其中 未必 有也 陈文 平居 家 时 到其扫 世卫不容 王归楚 不中 又王归汉 今日 大王尊官之 令护君 陈文 平寿 诸将金 金多者 得善处 金少者 得恶处 平 反复乱臣也 愿王 查之 汉王 遗之 赵让 未无之 无之也 臣 臣所言者 能也 陛下 所问者 行也 今有 伟生 孝己之行 而无意 胜负之术 陛下 何侠用 之乎 楚汉 相聚 臣尽 其谋之事 故 其 记 成族 已 立国家 否尔 盗扫 受金 又 何族 遗乎 汉王 照让 平 曰 先生 侍卫 不忠 侍处 而去 今 又 从无 有 信者 故 多 心 乎 评 评语 臣是 魏王 魏王 不能用 臣说 故 去世 相王 相王 不能信人 其所 任爱 非 诸相 及 妻之 昆帝 虽有 其事 不能用 闻 汉王 能用人 故 归 大王 臣裸身 来 不受 金 无以为 资 成 臣 计 化 有 可 财者 愿 大王 用之 使 无可 用者 今 俱在 请封书官 得请 骸骨 汉王 乃谢 后赐 拜为 护军 中尉 进护 诸将 诸将 乃不敢 赴言 魏王 报 夜归 是 亲集 至 则 绝合 金 反 未 储 六月 汉王 还 立 阳 人武 立子 赢为 太子 赦罪人 汉兵 饮水 灌 废丘 废丘 降 张寒 自杀 禁定 雍帝 以为 中帝 北帝 隆 西 郡 关中 大鸡 米 湖 万 前 人 相识 令民 旧 时 属 汉 初 秦之王也 豪杰 争取 金玉 宣区 人士 独教 仓素 及楚汉 相聚 行阳 民不得 耕种 而豪杰 金玉 尽归 人士 人士 以此起 父者 庶 是 秋 八月 汉王 如 行阳 命萧 和首 关中 士 太子 违法令 约束 立宗庙 设计 公事 现役 事有 不及奏 觉者 折以 便宜 施行 上来 以文 即 关中 户口 转头 调兵 以己 军 未尝 罚绝 汉王 使 立一机 网 税 魏王 报 且 召之 报不听 曰 汉王 慢而舞人 骂立诸侯群臣 辱骂奴尔 无不忍 附见也 于是汉王 以韩信 为左丞相 以冠英 逃参 聚机位 汉王问 一机 为大将 谁也 对曰 博直 王曰 是口上 辱秀 安能当 韩信 寄将 谁也 约 逢静 约 是秦将 逢无则子也 虽贤 不能当 冠英 不足将 谁也 约 相托 约 不能当 曹参 吴 吴 换乙 韩信 亦问 历生 为德吾用 周书为大将乎 历生曰 伯直也 信曰 树子尔 遂进兵 卫王圣兵蒲板 以赛临近 信乃亦为宜兵 沉船 欲渡临近 而伏兵从下阳 以慕应渡君 喜安逸 魏王报经 引兵迎信 九月 信基鲁报 传逸行阳 西定卫帝 至河东上党太原郡 汉之败于彭城而西也 陈渝一绝张尔不死 即被汉 韩信既定位 使人请兵三万人 愿以北举阴照 东击齐 南举楚良道 汉王许之 乃遣张尔语据 引兵东 北击照代 后九月 信破代兵 秦夏月于御语 信之下位破代 汉者使人收其精兵 亦行阳以聚处 资质通鉴卷帝十 汉记二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 东十月 韩信张尔 以兵数万东击赵 赵王级 城安军 陈渝文之 聚兵 井行口 号二十万 广武军 李佐车 睡城安军曰 韩信张尔 乘胜 而去过远斗 其风不可当 陈文 千里溃粮 事有积色 乔苏后窜 师不素宝 今井行之道 车不得方轨 既不得成列 行数百里 其事 粮食 必在其后 愿族下 假臣 骑兵三万人 从箭路 崛起 资重 族下 身沟 高垒 物语战 笔钱不得斗 退不得还 也无所掠 不至时日 而两将之头 可置于麾下 否则必为二子所勤矣 城安军常自称义兵 不用诈谋奇迹 曰 韩信兵少而疲 如此避而不羁 则诸侯为无妾而轻来罚我已 韩信使人见势 知其不用广武军策 则大喜 乃敢引兵碎下 位置井行口三十里 止舍 夜半 传发 选清记二千人 人迟疑赤智 从见到壁山而望赵君 戒曰 赵见我走 避空避主我 若急入赵壁 拔赵志 立汉赤志 令其脾将传参 曰 今日破赵会时 诸将结莫信 杨应曰 诺 信曰 赵以先距遍地为弊 且比未见无大将旗鼓 未肯积前行 恐无至祖险而还也 乃使万人先行 出背水阵 赵君望见而大笑 平淡 信见大将旗鼓 鼓行出井行口 赵开壁击之 大战良久 于是信与张尔阳气鼓齐 走水上军 水上军开入之 复吉战 赵果空避 征撼其鼓 逐信尔 信尔已入水上军 军皆殊死战 不可败 信所出骑兵二千计 供后赵空避逐利 则持入赵避 接拔赵旗 立汉赤至二千 赵君已不能得信等 与还归避 避接汉赤至 见而大惊 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义 兵遂乱 顿走 赵将虽斩之 不能进也 于是汉兵夹击 大破赵军 斩承安军池水上 秦赵王歇 诸将效首鲁必贺 因问信曰 兵法右背山陵 前左水则 今者将军令臣等 反背水阵 曰破赵会时 臣等不服 然静以胜 此何数也 信曰 此在兵法 故诸君不查耳 兵法不曰 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王帝而后存 且信非德肃 抚寻士大夫也 此所谓屈士人而战志 其是非置之死地 使人人自为战 今与之生地 接走 宁尚可得而用之乎 诸将皆福 曰 善非臣所及也 信木 生得广武君者 与千金 有父至麾下者 信解其父 东向座 师事之 问曰 朴玉 朴玉北伐燕 东伐齐 何若而有功 广武君辞谢曰 臣拜王之鲁 何足以全大事户 信曰 朴玉 朴文智 百里西 居于而于王 再秦 而秦霸 非于于于而至于秦也 用语不用 听语不听也 常令 成安君 听足下计 若信者 亦以为秦已 以不用足下 故 信得 是而 今仆 为心 归 迹 远足下 物词 广武君曰 今将军 摄西河 鲁魏王 秦夏月 东夏景行 不忠招 而破招二十万众 诸成安君 明文海内 威震天下 农夫 莫不 绰庚 是磊 鱼衣 干食 轻而 以待命者 此将军之所常也 然而 重劳足疲 其食难用 今将军 欲举 疲蔽之兵 顿之 焉 奸程之下 欲战不得 攻之 不拔 情见 逝趋 旷日 持久 粮食 单节 焉 焉 不服 其必 聚敬 以自强 焉 其 相持 而不下 则流 不相之权 未有所分也 此将军所短也 善用兵者不以短机长而以长机短 韩信曰 然则何由 广武军队曰 方今为将军记莫如暗甲修兵镇辅赴赵民百里之内牛久日志已享世大夫 北守焉 北守焉路 而后浅便是奉直尺之书 扑其所长语焉 眼必不敢不听从 焉已从而东临其 虽有智者亦不知为其记矣 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 并顾有先生而后使者 此之为也 韩信曰 善 从其策发食是阴 眼从风而米 前使报汉 且请以张尔望赵 汉王许之 楚硕士骑兵渡河积赵 张尔韩信往来救赵 因行定赵成义 发兵异汉 甲须会日有时之 十一月鬼卯会日有时之 随和至九江 九江太宰主之 三日不得见 随和睡太宰曰 王之不见何 必以楚为墙 汉为弱也 此臣之所以为始 使何得见 言之而是 大王所欲闻也 言之而非 使何等二十人 伏伏至九江市 足以明王被汉 而欲处也 太宰乃言之王 王见之 随和也 汉王使臣敬尽书 大王欲者 窃怪大王于楚 何亲也 九江王曰 寡人北相 而臣氏之 随和曰 大王于相王 据列为诸侯 北相而臣氏之者 必以楚为墙 可以脱国也 相王伐其 身父板柱 为氏族先 大王于西九江之重 身自降至 为楚前锋 今乃发四千人 已住处 伏北面 而臣氏人者 故若是乎 汉王入鹏城 相王未出其也 大王于西九江之兵 渡淮 日夜会战鹏城下 大王乃 辅万人之重 无一人度怀者 垂拱而观其赎胜 辅脱国于人者 故若是乎 大王提空明 以相楚 而欲后自脱 臣妾为大王 不取也 然而大王 不被楚者 以汉为弱也 辅处兵虽强 天下父之以不义之名 以其背蒙约 而杀异地也 汉王收诸侯 还手成高行阳 下属汉之宿 身沟壁垒 分足守教成赛 楚人深入敌国 八九百里 老弱转梁千里之外 汉坚守而不动 楚进则不得攻 退则不能解 故曰 楚兵不足是也 使楚圣汉 则诸侯自威惧而相救 扶楚之强 士族已至天下之兵儿 故楚不如汉 其事亦见也 金大王 不予万全之汉 而自脱于威王之楚 臣妾为大王获之 臣非以九江之兵 足以王楚也 大王发兵而备楚 向王必留 留数月 汉之取天下 可以万全 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 汉王必列地而封大王 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 九江王曰 请奉命 允许判处遇汉 未感谢也 楚使者在九江 设转设 方吉则不发兵 随和植入 作楚使者上 曰 九江王已归汉 楚何以得发兵 不恶然 楚使者起 何因睡不曰 是已够 可遂杀楚使者 无始归 而急走汉 并立 不曰 如使者叫 于是杀楚使者 引起兵而攻处 楚使相声龙居 攻九江 数月龙居破九江军 不欲引兵走汉 恐处兵杀之 乃剑行 与何俱归汉 十二月 九江王致汉 汉王方 俱闯喜足 照步入剑 不大怒 毁来 欲自杀 即出旧社 仗欲饮食 同关 皆如汉王居 不佑大喜过望 于是乃使人 入九江 处已使相伯收九江冰 禁杀不妻子 不使者颇得故人姓陈 降众数千人归汉 汉义九江王冰 与聚屯成高 处朕 楚朔亲夺汉永道 汉军伐时 汉王居立一击 谋脑储全 一击语 喜汤伐节 封其后于起 五王伐咒 封其后于送 谨秦 秦施得弃义 亲伐诸侯 灭其社稷 始无利追之地 陛下常能复立六国之后 此其君禅百姓 必接待陛下之德 莫不相丰慕意 愿为臣妾 得意以行 陛下南相称霸 楚必连任而朝 汉王曰 善 促克印 新生因行佩之矣 一击未行 张良从外来业 汉王方时 曰 资方前 可有为我记 挠出权者 据以历生与告粮 曰 何如 良曰 谁为陛下话此记者 陛下是去矣 汉王曰 何哉 对曰 臣请借钱助 为大王仇之 西汤无风 吉昼之后者 多能治其死生之命也 今陛下能治相 吉之死命乎 其不可依也 吾王入阴 表商荣之驴 是姬子之求 方必干之木 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也 法巨桥之宿 散露台之前 以赐贫穷 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三也 因是以弊 眼阁为宣 道在干戈 是天下不复用兵 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四也 修马化身之阳 是以无为 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五也 放牛桃林之音 以事不负书姬 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六也 天下游士 离其亲戚 弃坟墓 去顾旧 从陛下游者 途遇日夜 往直尺之地 仅复立六国之后 天下游士 各归是其主 从其亲戚 反其故旧坟墓 陛下 陛下谁与取天下乎 其不可七也 且服楚为无强 六国立者 父恼而同之 陛下焉得而缠之 其不可八也 常用客之谋 陛下宿 陛下宿去矣 汉王辍时 土不 马曰 恕如 击败而攻势 令促消印 寻月论曰 服立策决胜之术 其要有三 一曰行 二曰事 三曰情 行者 言其大体得失之术也 逝者言其临时之疑 进退之机也 情者 言其心智可否之时也 故策同事等 而公输者 三述不同也 初 张尔陈渝 睡陈舍 以赴六国 自卫数党 历生亦睡汉王 所以 睡者同 而得失亦者 陈舍之起 天下皆欲王秦 而处汉之分 未有所定 仅天下未必欲王相也 故历六国 于陈舍 所谓多己之党 而亦秦之敌也 且陈舍 未能专天下之地也 所谓 取非其有 以语于人 行虚惠 而获实服也 历六国 于汉王 所谓歌己之友 而以资敌 赦须名 而受食货也 此同事 而亦行者也 即宋一代 秦赵之弊 与其便装 赐虎 同说者也 是之战国之时 邻国相攻 无临时之急 则可也 战国之力 其日久矣 一战胜败 未必已存亡也 其事非能 及予亡敌国也 尽成力 退自保 故累历代时 成敌之弊 其事然也 仅楚照所起 其与秦 事不并立 安危之际 呼吸成便 尽则定功 退则受祸 此同事 而亦事者也 罚赵之意 韩信 君于池水之上 而赵不能败 庞城之难 汉王 站于虽水之上 士族 皆赴入虽水 而处兵大胜 何则 赵兵出国迎战 剑可而进 知难而退 怀内顾之心 无出死之计 韩信君 孤在水上 士族必死 无有二心 此信之所以胜也 汉王深入敌国 至久高会 士族抑郁 战心不顾 处以强大之威 而丧其国都 士族皆有奋机之气 旧败父王之急 以决一旦之命 此汉之所以败也 且韩信 选精兵以首 而照以内顾之士攻之 向于选精兵以攻 而汉以怠舵之族应之 此同事 而一情者也 顾曰 权不可预设 便不可先徒 与时迁移 应物变化 设策之机 汉王为陈平语 天下纷纷 何时定户 陈平语 项王古耿之臣 亚父钟离末 龙居周阴之属 不过数人耳 大王常能捐数万金 行反见 见其君臣 以以其心 项王为人 亦记信禅 避内相诛 汉因举兵而攻之 破处避矣 汉王曰 善 乃出黄金四万金与平 自所为 不问其出入 平多以金 纵反见于储君 宣言 诸将钟离末等 为项王将 攻多以 然而终不得列地而亡 欲与汉为一 以灭向士而分望其地 项羽果意不信 钟离末等 下四月 处为汉王于行阳 即 汉王请和 歌行阳以西者为汉 亚父劝予及功行阳 汉王换之 项羽始始至汉 陈平始为太劳劝 举进 见厨史 及阳经约 无以为 亚父史 乃项王史 父持去 更以恶草剧 进厨史 厨史归 据以报 项王 项王果 大以亚父 亚父欲 急攻下 行阳城 项王不信 不肯听 亚父 闻项王遗之 乃怒曰 天下事 大定矣 君王自为之 愿赐骸骨归 位置旁城 居发辈而死 五月 将军寄信 言于汉王曰 是即矣 臣请狂处 王可以见出 于是陈平 夜出女子东门 二千余人 处阴四面击之 寄信 乃城王车 黄屋 左道 约 时进 汉王降 处几乎万岁 之城东关 已故 汉王得于 数十计 出西门顿去 令韩王信 与周科卫报 聪功守行阳 与建计信 问 汉王安在 曰 以出去矣 与烧杀信 周科聪功 相卫曰 反国之王 难于守城 因杀未报 汉王出行阳 至城高 入关 收兵 御赴东 元生 说汉王曰 汉与储 相聚 行阳数岁 汉长困 愿君王 出五关 向王必 引兵难走 王身必 物战 令行阳 城高间 且得休息 使韩信等 得安基 河北 照地 连燕齐 君王乃 赴走行阳 如此 则处所 备者多 利分 汉得休息 赋予之战 破之避矣 汉王从其计 出军 冤赦监 与情部 行收兵 以闻汉王 再冤 国引兵难 汉王 兼臂 不予战 汉王 之败彭城 戒而西也 彭越 戒王其所下城 独将其兵 北居和尚 常往来 为汉游兵基础 掘其后梁 是月 彭越杜虽 与相生薛公 战下批 破 杀薛公 与乃使 中公守成高 而自东 击彭越 汉王引兵北 击破中公 复郡成高 六月 予以破斗彭越 闻汉复郡成高 乃引兵 西拔行阳城 升得周科 与卫科 卫我 将以功为上将军 封三万户 周科骂曰曰 若不促降汉 今为鲁矣 若非汉王敌也 与烹周科 定杀聪公 而掳汉王信 遂为成高 汉王陶 独与藤公 供车 出成高玉门 北渡河 诉小修武 转舍 臣 自称汉使 持入赵壁 张尔 韩信 为其 及其卧内 夺其印符 以徽赵诸将 亦制之 信而起 乃知汉王来 大惊 汉王既夺 两人军 即令张尔 寻行 备守赵帝 拜韩信 为相国 收赵兵 卫发者 积齐 诸将 稍稍得出 成高 从汉王 处岁拔成高 欲兮 汉使兵 拒之拱 令其不得惜 秋七月 有兴 背于大脚 临江王 敖轰 子卫四 汉王得 韩信军 赴大镇 八月 引兵临河 南向 郡小修武 与赴于楚战 郎中 帐中 顺旨 汉王 使高磊 深茜 勿与战 汉王 听其计 使将军 刘甲 卢婉 将族二万人 继数百 渡白马金 入楚地 左旁月 捎楚 鸡聚 以破 其夜 无以己 向王 军时 而已 储兵 姬 刘甲 甲 则 可兼臂不肯与战 而与彭越相报 彭越 功训良帝 下 虽扬 外皇等 十七成 九月 相王为 大司马 逃旧约 谨守 成高 即汉王 欲挑战 慎物与战 物令 得东 而已 我十五日 必定 良帝 父从将军 于引兵东行 即陈流外皇 虽扬等城 皆下之 汉王欲 卷成高以东 屯 拱落 以聚处 历生曰 陈文 指天知天者 王室可成 王者以民为天 而民 以实为天 福敖仓 天下转书久矣 陈文 其下 乃有 唐素甚多 楚人拔 行阳 不坚守 熬仓 乃隐而东 令折族 分手成高 此乃天 所以资汉也 方今 楚一曲 而汉反却 自夺其便 臣妾 以为过矣 且两雄 不俱立 楚汉 旧相持不绝 海内摇荡 农夫 适蕾 宫女 下机 天下之心 未有所定也 愿足下 及附近兵 收取 行阳 据 敖仓之素 色成高之险 渡太行之道 据 飞狐之口 守 白马之金 以 世诸侯 行智之事 则天下 之所归矣 王从之 乃妇谋取 敖仓 一机 又睡王曰 方今 阴照已定 为其位下 诸田宗墙 富海带 祖何己 难尽于储 人多变诈 足下 虽浅 数万事 未可以 岁月破叶 臣请得 奉明照 睡其王 使为汉 而称 东藩 上曰 善 乃使历生 睡其王曰 王之天下 之所归乎 王曰 不知也 天下 何所归 历生曰 归汉 曰 先生 何以言之 曰 汉王 先入咸阳 相王 赴曰 望之汉中 相王 千杀异地 汉王 闻之 其蜀汉之兵 即三秦 出关而则 异地之处 守天下之兵 立诸侯之后 祥成 即以侯其将 得禄即以分其事 与天下同其力 豪英贤才 皆乐为之用 相王有 被曰之名 杀异地之父 于人之功 无所记 于人之罪 无所望 战胜而不得其赏 拔城而不得其封 非相士莫得用事 天下判之 贤才愿之 而莫为之用 故天下之事归于汉王 可坐而策也 扶汉王发蜀汉定三秦 设西河破北魏 出井行 诸成安君 此非人之利也 天之福也 今以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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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以聚敖仓之宿 色成高之贤 守白马之金 渡太行之板 聚飞湖之口 天下后福者 先王已 王吉先下汉王 其国可得而保也 不然 威王可立而待也 先士 其闻韩信且东兵 使化无商田解 将重兵屯立下 郡以聚汉 吉那历生之言 前使与汉平 乃霸立下守战备 与历生日纵久为乐 韩信引冰东 魏渡平原 闻立一击 以税下旗 御旨 便是快彻税信曰 将军受赵击旗 而汉独发剑使下旗 宁有赵指将军呼 何以得无行也 且历生 一世 服侍吊三寸之舌 下旗七十余成 将军以数万众 岁于乃下诏五十余成 为将数岁 反不如以数儒之功呼 于是信然之 岁渡河 四年 东十月 信习破其立下军 岁至临滋 其王以立生为迈己 乃烹之 引兵东走高密 实史之处请就 田衡走博阳 首相田光走成阳 将军田记 军于焦东 处大司马旧首成高 汉朔挑战 储君不出 使人辱之 数日旧怒 渡兵似水 士族半渡 汉积之 大破储君 尽得楚国金玉获禄 旧及司马兴 皆自井似水上 汉王引兵渡河 复取成高 郡广武 旧敖仓石 向羽下梁帝 十余城 闻成高破 乃引兵环 汉君方为 钟离末 于行阳东 闻羽志 近走贤祖 羽翼郡广武 与汉相守 数月 储君时少 向王换之 乃为祖 至太宫齐上 告汉王曰 金不吉下 吴烹太宫 汉王曰 吴与宇 距北面受命怀王 曰为兄弟 吴翁及弱翁 必欲烹尔翁 幸分我一杯羹 向王怒欲杀之 向伯曰 天下事未可知 且为天下者不顾家 虽杀之无义 知亦祸尔 向王从之 向王为汉王曰 天下凶凶数岁者 徒已无二人耳 愿与汉王挑战 掘子雄 无图苦天下之民 父子为也 汉王笑谢约 无宁斗志 不能斗力 向王三令壮士 出挑战 汉有善其舍者 楼凡则射杀之 向王大怒 乃自披甲持己挑战 楼凡欲射之 向王瞠目斥之 楼凡目不敢示 手不敢发 遂走环入弊 不敢复出 汉王使人见问之 乃向王也 汉王大惊 于是向王 乃及汉王 相与临广武间而语 与欲与汉王独身挑战 汉王蜀语曰 与父曰 忘我于蜀汉 罪一 绞杀青子冠军 罪二 旧照不环报 而善结诸侯兵入关 罪三 烧秦宫事 绝始皇帝种 收丝奇才 罪四 杀秦祥王子英 罪五 乍康秦子弟 新安二十万 罪六 忘诸将善帝 而喜逐故王 罪七 出逐异地 蓬城 自都知 夺汉王帝 并忘良储 多自语 罪八 使人殷杀异地 江南 罪九 为政不平 主曰不信 天下所不容 大逆无道 罪时也 无以义兵 从诸侯诸残贼 使行于罪人 激功 何苦难与功挑战 与大怒 拂怒 射中汉王 汉王伤凶 乃门足曰 鲁重无止 汉王病窗卧 张良强请汉王起行 骂军 以安士卒 无令储成胜 汉王出行军 急慎 因迟入城高 韩信已定临姿 遂东追齐王 向王使龙居将兵 号二十万 以救齐 与齐王合军高密 克获睡龙居曰 汉兵远斗穷战 其封不可当 齐楚自居齐地 兵亦败散 不如身臂 令齐王使其信臣 昭所王成 王成闻王在 楚来救 必反汉 汉兵二千里 克居齐地 齐成皆反之 其是无所得实 可无战而降也 龙居语 无平生之寒信为人 亦于耳 既时于嫖母 无滋身之侧 受辱于胯下 无奸人之勇 不足为也 且伏旧齐 不战而降之 无何功 仅战而胜之 其之伴可得也 十一月 齐楚与汉 加围水而震 寒信夜令人为万余囊 满城沙 雍水上流 隐君半渡积龙居 阳不胜还走 龙居国喜悦 故之信窃也 遂追信 信使人绝雍囊 水大志 龙居君太半不得度 集集击沙龙居 水东军散走 齐王广王去 信遂追北至成阳 鲁齐王广 汉将冠英 追得齐首相田光 进至伯阳 田恒文齐王死 自立为齐王 还姬英 英拜恒君于营下 田恒王走梁归彭月 应进击齐将田兮于千圣 曹参击田济于焦东 击沙之 鉴定齐地 立张尔为赵王 汉王及遇西入关 至立阳 肖顾 肖顾塞王心头 立阳市 留四日 富如君 郡广武 韩信使人言 汉王约 其伪诈多变 反复之国也 南边处 请为贾王以赠之 汉王发书 大怒 骂曰曰 吾困于此 但慕望若来佐我 乃欲自立为王 张良陈平 聂汉王族 因父而语曰 汉方不利 宁能尽信之自忘乎 不如因而立之 善欲 使自为首 不然变生 汉王义务 因父骂曰 大丈夫定诸侯 即为真王尔 何以假为 春二月 前张良操印 立韩信为齐王 征其兵基楚 向王闻龙居死 大句 使须疑人武赦 网税齐王信曰 天下共苦勤久矣 相与陆立激勤 秦已破 既攻割地 分土而望之 已修士族 今汉王 赴兴兵而东 亲人之粪 夺人之地 已破三秦 引兵出关 收诸侯之兵 以东基楚 其意 非进吞天下者不休 其不知燕族 如是甚也 且汉王不可避 身居项王掌握中朔矣 项王连而活之 然得托 折备曰 复姬项王 其不可亲信如此 今足下 随自以汉王为后交 为之尽力用兵 必终为所勤已 足下 所以得须于至今者 以项王上存也 当今二王之事 全在足下 足下右头则汉王胜 左头则项王胜 项王今日王 则赐取足下 足下与项王有故 何不反汉与楚联合 三分天下望之 仅是此时 而自闭于汉 以基础 且为智者 故若此乎 韩信谢曰 陈氏向王 观不过郎中 畏不过知己 言不听 话不用 故被处而归汉 汉王受我上将军印 与我数万众 皆依亦我 推识似我 言听济用 故无得已至于此 福人身亲信我 我备之不详 虽死不易 信未信谢向王 五舍已去 快彻知天下全在信 乃以向人之术 税信曰 仆向君之面 不过封侯 又微不安 向君之辈 贵乃不可言 韩信曰 何谓也 快彻曰 天下出发难也 忧在王秦而已 今楚汉纷争 使天下之人 肝胆涂地 父子曝海谷于中也 不可生疏 除人走旁城 转道逐北 成立席卷 威震天下 然兵困于京所之间 破西山而不能进者 三年于此已 汉王将十万之众 据拱落 祖山河之险 一日树战 五尺寸之功 折北不救 此所谓 至永拒困者也 百姓疲极愿望 无所归矣 以臣料之 其事 非天下之贤胜 故不能惜天下之祸 当今两主之命 悬于族下 族下为汉 则汉胜 于楚则处胜 成能听臣之计 莫若两立而聚存之 三分天下 顶足而居 其事 莫敢先动 服以族下之贤胜 由甲兵之众 聚强其 从赵阴 出空虚之地 而至其后 阴民之欲 西相为百姓请命 则天下风走 而响应已 蜀敢不听 歌大若强 以立诸侯 诸侯以立 天下服听 而归得于其 按其之故 有交四之地 身拱一让 则天下之君王 相率而朝于其已 盖文 天与服取 返受其旧 实至不行 返受其殃 愿足下 熟虑之 韩信曰 汉王遇我甚厚 无其可向力 而被异护 快声曰 使长山王 成安君为不一时 相遇为文景之交 好征张掩 沉泽之士 长山王杀 成安君 池水之难 投足异处 此二人相遇 天下志欢也 然而足 相勤者 何也 换生于多玉 而人心难测也 今族下欲行中信 已交于汉王 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遇也 而是多大于张掩 臣则者 故臣以为 族下必汉王之不危己 亦勿以 大夫种 存王岳 罢勾剑 立功成名 而身死亡 也受剑 而裂够烹 福以交友言之 则不如张耳之与 成安君者也 以忠信言之 则不过大夫种之与勾剑也 此二者足以观矣 愿足下深律之 且尘文 永略震主者身畏 公盖天下者不赏 今族下 待震主之威 携不赏之功 归楚 楚人不信 归汉 汉人震孔 族下欲持世 安归户 韩信谢曰 先生且修矣 无将念之 后数日 快归赴岁月 福听者 是之后也 记者 是之机也 听过记诗 而能久安者 贤矣 故智者 觉之断也 遗者 是之汉也 神毫离之小记 遗天下之大树 智成之智 绝福感行者 百事之祸也 福功者 难成而易败 实者 难得而易失也 时乎时 不再来 韩信犹豫 不忍被汉 又自以为宫多 汉中不夺我旗 遂谢快彻 因去 阳狂为乌 秋七月 立情部为淮南王 八月 北墨燕人 来至 萧继 驻汉 汉王下令 君是 不幸死者 立为 依亲 关联 转送 其家 四方 归心 言 誓岁 以中卫 周昌 为御史 大夫 昌 苛 从 地也 向宇 自知 少住 时进 韩信 又 进兵 基础 与换之 汉 汉 浅侯 宫 睡于 请太宫 于乃 与汉 约 忠分 天下 歌 鸿沟 以西 为汉 以东 为楚 九月 楚归 太宫 旅后 引兵 解 而东 归 汉 王 于 西 归 张良 陈平 睡 曰 汉 有 天下 太半 而诸侯 皆 父 楚 兵 脾 时 尽 天 王 之 时 也 今 是 伏 鸡 此所谓 杨虎 自宜 换 也 汉 王 从 之 资质通 建 卷 第十一 汉 纪 三 太祖 高皇帝 中 五年 东 十月 汉王追 项羽至 顾灵 与齐王信 为项国 岳期 会基楚 信岳不至 出击 汉军 大破支 汉王父 兼臂自首 为张良 岳 诸侯不从 奈何 对约 处兵且破 二人未有分地 其不智 故宜 君王能与共天下 可立志也 其王信之力 非君王义 信义不自奸 庞月本定良帝 使君王以魏报 故拜月为相国 今报死 月亦望亡 而君王不早定 今能取 虽阳以北 至古城 皆以望 彭月 从陈以东 赴海 与韩王信 信家在处 其亦欲 富得故意 能出捐此地 以许两人 使各自为战 则处意破也 汉王从之 于是 韩信彭月 接引兵来 十一月 刘甲南渡怀 为寿春 遣人又 楚大司马周阴 阴判处 以书途六 举九江兵 迎情部 并行途城府 随刘甲 接会 十二月 向王致该下 兵少 十进 与汉战不胜 入弊 汉军及诸侯兵 为之数重 向王夜闻汉军四面 皆楚歌 乃大经月 汉皆以得楚乎 适合楚人之多也 则夜启 隐障中 悲歌慷慨 戚树行下 左右接戚 莫能仰视 于是向王 乘骑骏马 鸣追 麾下壮士 祭从者 八百余人 执夜 愧为 难出 持走 平明 汉军 乃爵之 令 祭将冠英 以五千计 追之 向王 杜淮 既能 主者 才百余人 至阴灵 迷失道 问一田府 田府 代曰 左 左 乃献大则中 已故 汉追及之 向王 向王 向王乃父引兵而东 至东城 乃有二十八计 汉记追者数千人 向王自夺不得托 为其祭约 吴起兵 吾起兵至今八岁已 神七十余战 未尝败北 岁 罢有天下 然今足困于此 自天之王我 非战之罪也 今日 今日 故绝死 愿为诸军 快战 必 愧为 斩将 一旗 三胜之 令诸军 知天王我 非战之罪也 乃分其计 已为四对 四相 汉军 为之 数重 向王 为其 计曰 吴卫公 取比一将 令四面 记持下 其山东 为三处 于是 向王 大呼持下 汉军 皆批靡 遂斩汉一将 事实 郎中记 杨喜 追向王 向王 瞻目而斥之 喜 人马 俱精 辟意 数理 向王 与其计 会为三处 汉军 不知 向王 所在 乃分君 为三 复为之 向王 乃持 复斩汉 一都位 杀数十百人 复聚其计 王其 两计 尔 乃为 其计 曰 何如 计 皆扶曰 如 大王 言 于是 向王 于东渡 乌江 乌江亭长 以传代 为向王 曰 江东 虽小 地方千里 众数十万人 一族 望也 愿 大王 极度 仅独 尘有传 汉军 至 五 以度 向王 孝曰 天之 王 我 我何度 为 帮 及于江东 子弟八千人 渡江而戏 今无一人还 纵 江东 父兄 连而望我 我何面目见智 纵 笔不言 即 独不愧 于心户 难以锁成追马 赐亭长 令计 皆下马步行 持短兵接战 独疾 所杀汉军 数百人 身意 被石余疮 顾见汉军 司马 吕马同 曰 若非 无故人呼 马同面之 只是 中郎 记 王毅曰 此 相王也 相王 乃曰 吾文 汉够我 头千金 亦万户 吾 未若得 乃自吻 而死 王毅 取其头 于 记 相柔 不见征相王 相杀者数十人 醉其后 杨喜 吕马同 及郎中 吕胜杨武 各得其一体 武人 共会其体 皆是 故分其户 封武人 皆为列侯 楚地 西定 独鲁不下 汉王引天下兵 遇徒之 至其成下 游文弦 弦宋之声 为其手礼 一之国 为主死结 乃持相王头 以示鲁 父兄 鲁乃祥 汉王以鲁宫里 葬相王于古城 亲位发哀 哭之而去 诸 诸相氏之属 皆不诸 封相伯等四人 皆为列侯 赐姓流氏 诸民略在楚者 皆归之 太史公约 太史公约 于其龙母之众 三年 遂将武诸侯灭秦 分裂天下 而封王侯 正有语出 未虽不重 近古以来 未尝有也 即与被关怀处 放逐异地而自立 愿王侯叛己 难以 自今功伐 奋其私智 而不失谷 为霸王之业 欲以力争 经营天下 五年卒王其国 身死东城 尚不觉悟 而不自责 乃引天王我 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杨子法言 或问 处败该下 方死 曰 天也 亮乎 曰 汉驱群策 群策驱群力 处敦群策 而自驱其力 驱人者客 自驱者腹 天和顾焉 汉王还 至定陶 持入 其王信臂 夺其君 临江王 公位 不祥 遣 鲁婉 留甲 姬鲁之 春 正月 更立 其王信 为楚王 望淮北 都夏批 封卫 封卫相国 建成侯 彭月 为梁王 望 卫 顾地 都定陶 令曰 禀不得 修八年 万民 与苦甚 仅天下 势必 其设 天下 殊死 以下 朱侯王 接上书 请尊汉王为皇帝 二月甲午 王集皇帝位于返水之阳 耿王后约皇后 太子约皇太子 追尊新傲约昭灵夫人 赵曰 故恒山王吴瑞 从百岳之兵 做诸侯诸抱秦 有大功 诸侯立以为王 相宇侵夺之地 为之婆君 其以瑞为长沙王 又曰 故岳王吴诸 侍奉岳四 秦侵夺其地 使其设计不得血时 诸侯伐秦 吴诸身帅 闽中兵 以左灭秦 向于肺而伏利 今已为闽月王 望闽中帝 帝西都洛阳 下午月 兵皆罢归家 照 民钱或相聚保山泽 不输民数 今天下已定 令各归其限 复顾绝 填宅 立以文法教训便告 勿吃辱均立足 绝及七大夫以上 接令十亿 非七大夫以下 皆赴其身 及户 勿事 帝治九 洛阳南宫 上约 彻侯诸将 无敢隐阵 皆言其情 无所以有天下者和 相事之所以 失天下者和 高启亡灵对约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 因以羽之 与天下同其力 相宇不然 有功者害之 贤者宜之 此其所以是天下也 上约 功之其一 位之其二 福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无不如子房 朕国家 福百姓 及享愧 不觉良道 无不如萧何 连百万之众 战必胜 功必取 无不如寒信 三者皆仁洁 无能用之 此无所以取天下者也 相语有意泛增 而不能用 此所以为我勤也 群臣乐福 寒信至楚 赵嫖母赐千金 赵如己少年 令出胯下者 以为中卫 告诸将相悦 此壮士也 方如我实 我宁不能杀之也 杀之无名 故忍而就此 彭越济受汉风 田衡巨珠 与其图属 五百余人入海 居岛中 必以田衡兄弟 本定其地 其贤者多赋烟 今在海中 不取 后恐为乱 乃实时设行罪 赵之 行谢约 臣庞陛下之史 立生 今闻其地 伤为汉将 臣恐惧 不敢奉赵 轻为树人 守海岛中 使环抱 地乃赵 未未立伤约 其王天衡极致 人马从者敢动摇者 致足疑 乃赴时史持节 句告以赵商壮 曰 田衡来 大者望 小者乃猴尔 不来 且举兵 加诸掩 衡乃与其客二人 圣传亦洛阳 位置三十里 致师相救治 行谢使者约 仁臣见天子 当喜目 因指流 为其刻约 行使与汉王 俱难免称故 仅汉王为天子 而行乃为王鲁 北面是智 其耻故以慎矣 且无庞人之凶 与其地并肩而视主 纵比为天子之兆 不敢动 我独不愧于心乎 且陛下 所以欲见我者 不过欲一见 无面貌耳 金盏无头 持三十里间 形容尚未能败 有可观也 遂自警 领刻奉其头 从使者持奏之 帝约 接户 其字不义 兄弟三人更望 其不闲哉 为之流涕 而拜其二客为都位 发足二千人 以王者里葬之 祭葬 二客穿起肿旁孔 接自警 下从之 帝纹之 大经 以横刻皆贤 于五百人 尚在海中 时时照之 至 则闻田横死 亦皆自杀 出 楚人祭不为向极将 朔炯辱地 向极灭 地购求不千金 敢有舍逆 罪三足 不乃昆前为奴 自卖于鲁诸家 诸家新知其祭不也 买至田舍 深知洛阳建塘宫 税曰 既不合罪 臣各为其主用 执耳 向事臣 岂可进诸也 今上使得天下 而以私愿求一人 何事不广也 其以既不知贤 汉求知吉 此不北走湖 南走悦耳 福既壮士已资敌国 此无子虚 所以贬经平之木也 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 唐公带建 言语上 如诸家之 尚乃舍部 召拜郎中 诸家遂不复建之 部母帝丁公 亦为项羽将 竹炯帝彭成西 短兵阶 帝集 故卫丁公曰 两贤起相恶在 丁公引兵而还 即相王灭 丁公夜见 帝以丁公训军中 曰 丁公为相王臣布中 使相王施天下者也 遂展之 曰 使后为仁臣 无效丁公也 陈光曰 高祖起丰佩以来 网罗豪杰 昭王纳畔 亦以多矣 集集地位 而丁公 独以布中授路 何在 伏进取之与守城 其事不同 当群雄角逐之际 民无定主 来者授之 故其遗也 即贵为天子 四海之内 无不为臣 苟不明理意 以示之 使为臣者 仁怀二心 以妖大力 则国家 岂能久安护 事故断以大义 使天下小然 皆知为臣 不忠者 无所自容 而怀思结恩者 虽至于活己 有以义 不予也 路一人 而千万人聚 其律事 岂不深且远在 子孙享有天路 四百余年 一亿 其人楼敬 树拢西 过洛阳 托碗洛 一阳求 因其人 于将军 求见上 于将军 欲语之先衣 楼敬曰 陈一搏 一搏剑 一鹤 一鹤剑 终不敢一依 于是 于将军入盐上 上召见 问之 楼敬曰 陛下都洛阳 其遇于周氏比龙灾 上曰 然 楼敬曰 陛下 陛下驱天下 与周邑 周之先 自后继 丰台 积德 累善 时又于事 至于太王 王继 文王 武王 而诸侯 自归之 遂灭 阴为天子 即 成王 即位 周公 相焰 乃迎 落意 以为此天下之中也 诸侯四方纳共执 道理 君以 有德则亦以旺 无德则亦以亡 故周之盛时 天下何恰 诸侯四仪 莫不宾服 效其供执 及其衰也 天下莫愁 周不能治也 非为其得博也 行事弱也 谨陛下 其丰佩 卷属汉 定三秦 与项羽战 行阳 成高之间 大战七十 小战四十 是天下之民 干脑涂地 父子曝谷中也 不可生数 哭泣之声 未绝 商仪者未其 而欲比龙于 成康之时 臣妾以为 不谋也 且伏秦帝 披山带河 四塞以为故 促然有吉 百万之众 可立据也 因秦之故 自慎美高于之地 此所谓天赋者也 陛下入官而都知 山东虽乱 秦之故地 可全而有也 福与人斗 不恶其亢 抚其背 未能全其胜也 谨陛下 谨陛下暗秦之故地 此意恶天下之亢而 伏其背也 帝问群臣 群臣皆山东人 征言 周望数百年 秦二世即亡 洛阳东有城高 西有小勉 背河向一落 其故一族事也 尚问张良 良曰 洛阳虽有此故 其中小不过数百里 田地薄 四面受敌 此非用武之国也 观中 左小汗 右龙鼠 卧也千里 南有八鼠之饶 北有胡怨之力 祖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至诸侯 诸侯安定 何谓草晚天下 西几京师 诸侯有便顺流而下 足以尾书 此所谓今成千里 天府之国也 楼静说是也 上即日车驾兮 都长安 拜楼静为郎中 昊曰凤川君 次性流逝 张良素多病 从上入关 即导隐不识骨 渡门不出 曰 家世向寒 即寒灭 不爱万金之字 为寒报仇强勤 天下震动 今以三寸蛇为地者师 封万户侯 此不一之急 于粮足以 愿弃人间事 欲从赤松子游耳 陈光曰 福生之有死 辟有叶旦之必然 自古及今 故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 以此防之明便达理 足以致神仙之为虚诡矣 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 其智可知也 福功名之计 人臣之所难处 如高帝所称者 三杰而已 怀因诸仪 肖和细欲 非以屡胜满而不止焰 故子防 托于神仙 遗弃人间 等功名于外物 至荣立而不顾 所谓名者保身者 子防有焰 六月仁臣大赦天下 秋七月 阴王赃徒返 上自将征之 赵景王尔 长沙文王瑞 揭轰 九月 鲁赃徒 仁子 李太尉 长安侯 鲁婉 为阴王 婉家与上 同礼汉 婉生 又与上同日 上宠姓婉 群臣莫敢望 故特望之 向王顾将立击返 上自击破之 后九月 至长乐宫 向王将钟离末 肃于楚王信善 向王死后 王归信 汉王怨莫 闻其在楚 赵楚补墨 信出之国 信出之国 行献议 陈兵出入 六年 东十月 人有上书 告楚王信凡者 帝已问诸将 接曰 吉发兵 坑树子尔 底默然 又问陈平 又问陈平 陈平 人上书言信反 信知知乎 曰 不知 陈平 陈下精兵 属于楚 上曰 不能过 平 陈下诸将 用兵 有能过 寒信者乎 上曰 莫及也 平 平 谨兵不如楚 京 而将不能及 举兵攻之 是促之战也 切为陈下威之 上曰 威之奈何 平 古者天子有寻寿 惠诸侯 陈下帝出 伪由云梦 惠诸侯于臣 臣 处之西界 信闻天子 已好出游 其事必无事 而交迎业 业而 陈下因勤之 此特 一力 是之事尔 帝已为然 乃发始 告诸侯 惠臣 吾江南游云梦 尚因随已行 楚王信闻之 自一句 不知所为 或睡信曰 斩中离末 以夜上 尚必喜 无患 信从之 十二月 尚会诸侯于臣 信持末首夜上 尚令武士赴信 在后车 信曰 果若人言 狡兔死走狗烹 高鸟进梁宫藏 敌国破 谋尘亡 天下已定 我故当烹 上曰 人告公返 人告公返 遂谢细信已归 阴设天下 田肯贺上月 陛下得寒信 又至秦中 秦 行圣之国也 戴河祖山 地势便利 其已下兵于诸侯 辟由居高屋之上 见灵水也 福其 东有狼牙 吉莫之饶 南有泰山之故 西有浊河之县 北有渤海之力 地方二千里 持几百万 此东西秦也 北亲子弟 莫可使望其者 上曰 善 四金五百金 上还 至洛阳 摄寒信 封为怀阴侯 信之汉王 为物其能 多昌病 不朝从 居常样样 修与将冠等列 常过樊将军快 快跪拜送迎 言称臣 曰 大王乃肯临臣 信出门 笑曰 生乃与快等为武 尚常从容与信 言诸将能降兵多少 尚问曰 如我能降几何 信曰 陛下不过能降十万 上曰 于君何如 曰 臣多多而亦善而 上笑曰 多多亦善 何谓为我擒 秦 信曰 信曰 陛下不能降兵而善降降 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秦也 且陛下所谓天寿 为人力也 甲甲 甲身 使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 萧和封赞侯 所实意读多 功臣皆曰 臣等身披肩直锐 多者百余战 小者数十和 今萧和 未常有汉马之劳 徒持文莫议论 顾返居臣等上 何也 帝曰 诸君之列乎 福列 追杀兽兔者 狗也 而发纵 指示兽处者 仁也 仅诸君 图能得走兽尔 攻狗也 至如萧和 发纵指示 攻仁也 群臣皆不敢言 张良为谋臣 亦无战斗功 帝使自责其三万户 良曰 使臣起下批 与上会留 此天已臣受陛下 陛下用臣记 兴而实众 臣愿风流足矣 不敢当三万户 乃风张良为刘侯 风陈平为护有侯 凭此语 此非臣之功也 上语 无用心生谋 战胜克敌 非功而合 平语 非为无知 臣安得尽 上约 若子可谓不被本矣 乃父上未无知 帝以天下出定 子幼昆帝少 长秦孤立而亡 与大风同姓 以镇抚天下 春 正月秉武 分楚王信地为二国 以淮东五十三县 立丛兄将军甲为京王 以薛骏东海鹏城三十六县 立地文信军交为楚王 人子 以云中燕门带郡五十三县 立兄怡讯侯喜为带王 以焦东焦西林姿极北 博阳长阳郡七十三县 立威时外父之子肥为齐王 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上语 韩王信财武 所望北晋拱落南破渊舍 东有淮阳 皆天下静兵处 乃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 使韩王信往太原以北 贝玉湖都晋阳 信尚书语 国被鞭 匈奴朔入寇 晋阳去赛远 请至马义 尚许之 尚以封大功臣二十余人 其余日夜争功不绝 未得行丰 尚在洛阳南宫 从父道望见诸将 往往往相遇作沙中语 尚曰 此何语 刘侯曰 陛下不知乎 此谋反而 尚曰 天下属安定 何故反乎 刘侯曰 陛下 陛下 陛下起不一 以此属取天下 仅陛下为天子 而所封 解雇人所亲爱 所诛 解生平所仇愿 仅君力济功 以天下不足辩封 此属为陛下不能进封 恐又见以平生过失及诸 故己相聚谋反而 尚乃幽曰 为之奈何 刘侯曰 尚平生所增 群臣所供之 谁最甚者 尚曰 拥耻与我有故愿 朔常迥辱我 我欲杀智 为其功多 故不忍 刘侯曰 今集心封雍齿 则群臣仁仁自兼矣 于是尚乃至久 封雍齿为十方侯 而急驱丞相 欲使定功行封 群臣霸酒 皆喜 曰 雍齿尚为侯 我属无患矣 陈光曰 张良为高地谋臣 唯以心腹 以其知无不言 安有闻诸将谋反 必带高地 目见偶语 然后乃言之夜 甘以高地 甘以高地出德天下 硕用爱憎行诸赏 获食害至功 群臣王王有绝望自威之心 顾良因事 顾良因事那中 以便宜地义 使尚无阿斯之师 下无胎拒之谋 国家无余 立即后世 若良者可谓善建议 列侯必已受封 赵定员工十八人为赐 接约 平阳侯曹参 身背七十疮 功成略地 功最多 以第一 业者 官内侯厄千秋禁约 群臣义皆悟 扶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 此特义时之事尔 尚与楚相聚五岁 师君亡重 跳身顿者朔矣 然萧和 常从关中 遣君补其处 非尚所诏令诏 而数万众会 尚知 伐觉者朔矣 又均无限量 萧和转曹关中 几时不乏 陛下虽朔王山东 萧和常全关中 以待陛下 此万事之功也 今虽无曹参等白蜀 何缺于汉 汉得知 不必待以权 乃何欲以一旦之功 而家万事之功在 萧和第一 淘滩赐之 上曰 善 于是乃自萧和 带剑吕上殿 入朝不屈 上曰 吴文尽贤受上赏 萧和公虽高 得厄君乃一名 于是因厄千秋所识意 封为安平侯 是日 西风和父子兄弟十余人 皆有十亿 一封和二千户 上归立阳 下五月秉武 尊太公为太上皇 初 匈奴为秦 北喜十余年 即秦灭 匈奴富烧南渡河 禅于投曼 有太子曰莫独 后有所爱燕之 生哨子 投曼欲立之 事实 东湖强而月之胜 乃使莫独至于月之 继而投曼 及积月之 月之欲杀莫独 莫独到其善马 其之 王归 投曼以为壮 令降万计 莫独乃作鸣笛 习乐其其设 令曰 鸣笛所设 而不惜设者 斩之 莫独乃以鸣笛 自设其善马 既又设其爱妻 左右或不敢设者 即斩之 最后以鸣笛设 禅于善马 左右皆设之 于是莫独知其可用 从投曼列 以鸣笛射投曼 其左右 亦皆随鸣笛而设 遂杀投曼 禁诺乃 谈其后母与帝 及大臣不听从者 莫独自立为禅于 东湖文莫独立 乃时时为莫独 欲得投曼时千里马 莫独问群臣 群臣皆曰 此匈奴 此匈奴保马也 勿语 莫独语 奈何与人邻国 而爱亦马呼 碎语之 居请之 东湖又时时为莫独 欲得禅于亦焉之 莫独负问左右 左右皆怒曰 东湖无道 乃求烟之 请击之 莫独语 乃何与人邻国 爱亦女子乎 遂取所爱烟之与东湖 东湖王寓意交 东湖与匈奴中见 有弃地莫居 千余里 各居其边 为欧托 东湖时时为莫独 此弃地欲有之 莫独问群臣 群臣获曰 此弃地 与之亦可 物语亦可 于是莫独大怒曰 地者国之本也 奈何与之 诸言与之者皆斩之 莫独上马令 国中有后出者 斩 罪袭击东湖 东湖出清莫独 不违背 莫独 罪灭东湖 既归 又西击走悦之 南病楼帆 白阳河南王 罪亲燕代 喜复收蒙田所夺 匈奴固地 以汉官固河南塞 至诸挪 夫师 事实 汉兵方与项羽相聚 中国疲于兵阁 以固莫独得自强 控贤之士三十余万 微服诸国 秋 匈奴为韩王信与马义 信朔使使胡 求和解 汉发兵救之 一信朔见使 有二心 使人责让信 信孔诸 九月以马义降匈奴 匈奴莫独因引兵 难于勾筑 攻太原 致晋阳 第西去秦柯仪 法为简易 群臣饮酒争供 罪或忘乎 拔剑机柱 第一宴之 书孙通睡上曰 服儒者难于进取 可于守城 臣愿争鲁诸生 与臣弟子共起朝夷 第曰 得无难乎 书孙通曰 五帝一曰三王不同礼 礼者因实事人情 为之杰文者也 臣愿颇采古礼 与秦仪杂旧之 上曰 可是为之另一之 独无所能行者为之 于是书孙通识 争鲁诸生三十余人 鲁有两生不肯行 曰 公所逝者且始主 解面于已得亲贵 今天下出定 死者未葬 伤者未起 又欲其礼乐 礼乐所有起 积得百年而后可兴也 无不忍为公所为 公去已 无污我 书孙通孝曰 若真笔如也 不知十遍 遂于所征三十人息 即上左右为学者 与其弟子百余人 为眠罪也外习之 岳于 言于上约 可是观矣 上使行礼 约 无能为此 乃令群臣习义 七年 东十月 常乐宫城 诸侯群臣皆朝贺 先平民业者治理 以赐引入殿门 陈东西巷 卫观家壁 及罗利亭中 皆执兵 张其志 于是皇帝传颈 碾出房 引诸侯王以下 致力六百担 以赐奉贺 莫不震孔肃静 致礼壁 复制法九 诸侍坐殿上 接福 一手 以尊卑赐起上寿 商九行 业者言罢九 欲使执法 举不如仪者 折引去 敬招至酒 无感欢华失礼者 于是帝替 吾乃今日之 为皇帝之贵也 乃拜书孙通为太长 赐金五百金 初 秦有天下 西纳六国礼仪 采则其尊君 义臣者存之 及通智礼 颇有所增损 大抵皆袭秦故 自天子称号 下至左辽级 公事官名 少所辩改 其书 后与律令同路 藏于礼观 法家幼父不传 民臣莫有言者言 臣光语 礼之为物大义 用之于身 则动静有法 而百行备焉 用之于家 则内外有别 而久足目焉 用之于乡 则长幼有轮 而俗化美焉 用之于国 则君臣有序 而正至成焉 用之于天下 则诸侯顺服 而济刚正焉 其之积习之上 互庭之间 得之而不乱哉 服以高祖之明达 闻陆甲之言 而称善 度书孙之仪 而叹息 然所以不能 兼于三代之王者 并于不徐而已 当事之时 得大儒而左之 与之以礼为天下 其攻略 其弱势而致灾 西服 书孙生之气 小也 徒窃礼之康比 以依氏邪俗 取宠而已 遂使先王之礼 沦默而不振 以弃于今 其不痛甚已哉 是以杨子鸡之曰 西者卢有大臣 使诗其名 曰 何如其大也 曰 书孙通 欲至君臣之谊 照新生与鲁 所不能治者二人 曰 若是 则众尼之开祭诸侯也 非也 曰 众尼开祭 将以自用也 如为己而从人 虽有规矩准生 焉得而用之 善护养子之言也 福大儒者 乌肯毁其规矩准生 以去一时之功载 上自将 及韩王信 破其君于同堤 斩其将王喜 信 王走匈奴 白土人 曼秋晨 王皇等 立赵苗义 赵丽为王 复收信 拜散兵 与信 及匈奴 谋公汉 匈奴使左右贤王 将万余祭 与王皇等 屯广武以南 致晋阳 汉兵积之 匈奴者败走 以赴屯聚 汉兵成圣追之 惠天大寒 欲雪 士族堕职者 十二三 上居晋阳 闻莫独居带骨 欲积之 使人掺匈奴 莫独逆其壮士肥牛马 但见老弱及雷处 使者十倍来 皆言匈奴可击 上副使刘靖 王使匈奴 卫环 汉西兵三十二万北竹之 于高柱 刘靖环 报约 两国相机 此宜夸金 线索长 金陈网 图见雷吉老弱 此地域陷短 扶其兵以征立 予以为匈奴不可击也 事实 汉兵以夜行 上怒 骂刘靖约 其鲁以口舌得官 今乃妄言举无君 谢系靖广武 帝先至平成 兵未尽到 莫独纵京兵四十万计 为帝于白灯七日 汉兵中外不得相救享 帝用陈平秘记 时时见后卫焉之 焉之味莫独曰 两主不相困 今得汉帝 而禅于中非能居之也 且汉主亦有神灵 禅于察之 莫独与王皇赵立期 而皇立兵不来 以其与汉有谋 乃解为之一角 惠天大悟 汉使人往来 匈奴不绝 陈平请令强弩赴粮使 外相 从截角直出 递出为玉区 太仆腾宫故徐行 至平成 汉大军义道 胡继遂解去 汉义罢兵归 令凡快指定带地 上至广武 涉流境 曰 吾不用公言 以困平成 吾皆以斩 前使十倍矣 乃封禁二千户 为官内侯 号为贱信侯 地难过趋逆 曰 壮灾线 无形天下 独见洛阳与士尔 乃耕封陈平为驱逆侯 尽时之 平从地征伐 凡六出奇迹 折一风一烟 十二月上环过趙 赵王敖 执子叙礼甚碑 赏几句谩骂之 赵相灌高 赵武等 皆怒曰 吾王 灿王也 乃睡王曰 天下豪杰并起 能者先利 今王弑帝慎公 而帝无礼 请魏王杀之 张敖 聂齐指出血 曰 君和颜之物 先人王国 赖帝得富国 得留子孙 秋毫皆地利也 愿君吾父出口 观高赵武等 皆相畏曰 乃吾等非也 吾王长者不备得 且吾等亦不辱 谨帝如我王 故欲杀之 和吾王为 誓成归王 誓败独身作儿 匈奴公代 代王喜弃国自归 设为台阳侯 新毛 立皇子如意为代王 春二月 尚至长安 萧何至未央公 尚见其壮丽 慎怒 为何曰 天下凶凶 劳苦数岁 成败未可知 是何至公事 过度也 何曰 天下方未定 顾可应以旧公事 且服天子以四海为家 非壮丽 无以重威 且无令后事 有以家也 上月 陈光约 王者以仁义为利 道德为威 慰闻以其公事 振服天下也 天下未定 党克己 劫用 以屈民之急 而故以公事为先 岂可未知 知所物在 西语 悲公事 而结为清宫 创业垂统之君 功行节俭 以是子孙 其莫留 犹入于隐米 况事之以恥乎 乃云 无令后事 有以家 岂不谬哉 至于孝武 足以公事 疲弊天下 未必 不由赞喉起之也 上自立阳 喜都长安 初至宗正观 已续九族 下四月 地形如洛阳 资质通建卷 第十二 汉祭寺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 东 上基韩王信 于寇于东元 过伯仁 贯高等 避人于侧中 欲以腰上 上欲速 心动 问曰 献明为何 曰 伯仁 上曰 伯仁者 迫于人也 遂不速而去 十二月 地形自东元至 春三月 行如洛阳 令古人 无得意锦绣 起湖 吃住 祭 操兵 圣 骑马 秋九月 行自洛阳志 淮南王 梁王 梁王 赵王 楚王 皆从 匈奴莫读 朔苦北边 尚患之 问刘静 刘静 曰 天下出定 请士族脾于兵 未可以捂福也 莫独杀父带历 弃群母 以历为威 未可以仁义税也 独可以祭久远 子孙为尘尔 然恐陛下不能违 上约 奈何 对约 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弃之 后奉位之 比闭目 以为燕之 生子 必为太子 陛下以遂时汉所余 彼所显 说问位 因时便是风欲以礼节 莫独在 故为子婿 死 则外孙为蝉鱼 其常闻外孙 敢与大富抗礼者哉 可无占已见尘也 若陛下不能前长公主 而令宗室及后宫 诈称公主 彼之不肯跪尽 无异也 帝曰 善 欲前长公主 吕后日夜契约 妾为太子一女 奈何弃之匈奴 赏 敬不能浅 九年 东 上取家人子 名为长公主 以弃禅鱼 使刘靖 网结和亲约 陈光约 建信侯为莫独残贼 不可以仁义税 而玉语为婚姻 何前后之相为也 服骨肉之恩 尊卑之序 为仁义之人 为能知智 乃何欲以此 服莫独哉 改上世帝王之 欲以敌也 服则怀之以德 叛则镇之以威 慰闻 予为婚姻也 且莫独 是其父 如禽兽而裂之 稀有于富翁 见信侯之术 故以疏矣 况鲁远以为赵后 又可夺乎 刘靖从匈奴来 阴言 匈奴河南白阳楼梵王 去长安近者七百里 清记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 秦中心魄少民 地肥饶可一时 服诸侯初起时 非其诸田 楚昭 屈景 莫能兴 今陛下 虽都关中 十少民 东有六国之强族 一日有变 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野 臣愿陛下 喜六国后 及豪杰明家 居关中 无事可以背乎 诸侯有变 一族帅以东伐 此强本 若末之树也 尚曰 善 十一月 喜其储大族 昭氏 驱氏 景氏 怀氏 田氏 五族 及豪杰 于观中 于立田宅 凡十余万口 十二月 尚行如洛阳 冠高愿家知其谋 尚便告之 于是尚 逮捕赵王 及诸凡者 赵五等十余人 皆争自警 冠高读 怒骂曰 谁令公为之 今王十无谋 而并不亡 公等皆死 谁白 王不凡者 乃建车交致 与王一长安 高对玉曰 读五蜀为之 王十不知 立志 荣吃数千 次多 身无可击者 终不复言 吕厚朔言 张王以公主故 不宜由此 上怒曰 使征熬聚天下 其少而女呼 不听 亭位以冠高氏词文 上曰 壮士 谁知者 以思问之 中大夫谢公曰 臣之义子 素知之 此故赵国 利益不侵 为然诺者也 上使谢公 持节 往问之鞭于前 谢公与相劳苦 如生平欢 因问 张王国有计谋否 高曰 人情 宁不各爱其父母 妻子户 今无三族 皆已论死 其爱王 过于无亲哉 故为王实不返 独五等为之 据道本旨 所以为者 王不知状 于是谢公入 据以报上 春 正月 上摄赵王敖 被为宣平侯 喜代王如意为赵王 上贤灌高为人 使谢公 据告之约 张王已出 因赦灌高 灌高喜约 吴王审出乎 谢公约 然 谢公约 上多族 上多族下 顾摄族下 灌高曰 所以不死 一身无余者 白张王不凡也 今王已出 吴则已色 死不恨已 且仁臣 有篡世之名 何面目 富世上哉 纵尚不杀我 我不愧于心户 乃养绝炕 碎死 寻月论曰 灌高守为乱谋 杀主之贼 虽能证明其王 小亮不色大逆 私行不赎公罪 春秋之义大居正 罪无赦可也 陈光曰 高祖交以师臣 灌高 寒以王君 使灌高谋逆者 高祖之过也 使张傲亡国者 灌高之罪也 赵 丙淫前有罪 殊死以下 皆赦之 二月 行自洛阳志 初 上赵 赵群臣宾客 赶从张王者 接足 郎中田书 孟书 皆自昆前 为王家奴以同 即张傲 即张傲寄冕 上贤田书梦书等 赵建 与语 汉庭臣无能出其诱者 赏进拜为郡守诸侯相 下六月 下六月 日有十支 庚以丞相和为相国 十年 下五月 太上皇帮于立阳宫 秋七月鬼卯 藏太上皇于万年 楚王梁王接来送葬 设立阳求 定陶七姬有宠于上 生赵王如意 尚以太子仁弱 为如意泪己 随风为赵王 常留之长安 尚之关东 七姬常从 日夜提气 欲立其子 旅后年长 常留守 一书 尚遇废太子 而立赵王 大臣正之 皆莫能得 欲使大夫周昌 庭正之强 尚问其说 昌为人吃 又圣怒 曰 禅口不能言 然禅七七知其不可 陛下御废太子 禅七七不奉照 尚欣然而笑 旅后侧耳于东相听 祭霸建昌 为贵谢 曰 微君太子积废 时赵王年十岁 尚悠万岁之后不全也 福喜御史赵瑶 请为赵王致贵强相 即吕后太子群臣 宿所敬担者 尚曰 水渴者 遥曰 御史大夫昌 其人也 尚难以昌相照 而以姚代昌为御史大夫 初 尚以杨甲侯陈兮为相国 兼赵代鞭兵 兮过此怀音侯 怀音侯窃其手 必左右 与之不于庭 仰天探月 子可与言乎 西月 为将军令之 怀音侯约 宫之所拒 天下精兵除也 而宫陛下之信信臣也 人言宫之盼 陛下必不信 再至 陛下乃已已 三至 必怒而自降 无畏宫从中起 天下可徒也 臣兮素知其能也 信之 约 谨凤教 西长墓 未无忌之仰视 即为相守边 告规 过照 宾客随之千余圣 邯郸 官舍皆满 照相周昌 求入剑上 聚言习宾婢 室 imagem宾 平地�ant 客客 孔有变 上令人复按西客 居代者主不法事 夺连引西 西孔 韩王信 因使王皇 曼秋晨等 睡幼之 太上皇崩 上使人赵西 西昌病不治 九月 遂与王皇等返 自立为代王 劫略招待 赏自东基之 至邯郸 喜曰 喜不惧邯 而阻张水 无知其无能为矣 周昌奏 长山二十五城 王启二十城 请诸首位 上曰 首位反呼 对曰 否 上曰 使力不足 无罪 上令周昌 选赵状势 可令将者 白剑四人 上漫骂曰 数子能为将乎 四人残 皆伏地 上风各千户 以为将 左右剑曰 从入 从入蜀汉 法楚 尚未便行 今风此 何功 上曰 非如所知 陈兮返 赵代帝 皆 西有 无以与习 争天下兵 未有智者 今即 唯独 邯郸中兵儿 无和爱 四千户 不以 为赵子弟 皆曰 善 又闻西匠 皆顾古人 上曰 无知 所以语之矣 乃多以 今够西匠 西匠 多详 十一年 东 尚在 邯郸 陈西匠 猴场 将万余人 游行 王皇匠 既千余 郡屈逆 张春匠 族万余人 渡河 河公辽城 汉将军郭蒙 与其降机 大破之 太尉周伯 到太原 入定带地 至马义 不下 公谈之 赵力守东元 帝公拔之 耕命曰 真定 帝购王皇 曼秋晨 以千金 其麾下 皆生致之 于是 陈西军 遂败 怀因侯信 昌病 不从 积息 因使人 至西所 与通谋 信 谋与 家臣 也 乍兆 涉 诸关 图奴 与 发以 席旅 后太子 不属 以定 待西报 其 涉人 得罪于 信 信 求 欲杀之 春 正月 设人 帝 上辩 告信 欲反 状于 吕后 吕后 欲赵 恐其 躺 不救 乃与 肖相国 谋 乍令人 从上所来 言 惜 以 得 死 列侯 群臣 接贺 相国 代信 曰 虽急 抢入 贺 信 吕后 时 武士 父信 展之 常乐 忠 事 信 方 斩 曰 吾悔 不用 快 撤之计 乃为 儿 女子 所诈 岂非 天灾 遂 遗 信 三足 陈光 曰 事 或以 韩信 首 建 大策 与高 祖 起 汉中 定三秦 遂分兵 以北 秦 未取代 仆照 邪淹 东 积 其 而有之 难灭 处 该下 汉之 所以 得 天下者 大抵 皆信 之 功也 观其 据 快 彻 之 税 迎 高 祖 于 臣 其 有 反 心 灾 梁游 失职 样样 遂 险 悖逆 福以 卢丸 礼 汉 旧恩 由南 面 望 淹 信 难以 列 侯 奉 朝 请 岂非 高祖 亦 有 富于 信 在 臣 以为 高祖 用诈 谋 秦 信 于 臣 言 父 则 有之 虽然 信 亦 亦 取之 也 时 汉 与 楚 相 俱形阳 信灭其 不环抱而自忘 其后 汉 追 楚 至 故灵 与信 其 共 公 楚 而信 不至 当 事之时 高祖 固有 取信 之 心 以 固 力 不能 耳 即天下 已定 信 复 何 事 在 负 扶 承 承 实 以 妖 力者 事 井 之 志 也 愁 公 而 报 德 者 是 君子 之 心 也 信 以 事 井 之 力 其 身 而以 是 君子 之 心 望于 人 不亦 难 哉 事故 太史公 论之曰 贾令 韩信 学道 谦让 不法 己功 不经其能 则 竖 秀 宰 于汉 家 勋 可以 比 周少 太公 之徒 后世 血实 已 不悟 出此 而天下 已即 乃谋 叛逆 宜 灭 宗族 不亦 疑 忽 将军柴武 展韩王信 与参合 上桓洛阳 闻怀音侯之死 且喜且怜之 问 吕后 信死 已 何言 吕后 信 言恨 不用 快 撤 记 上 曰 使其 便是 快 撤 也 乃照 其 不 快 撤 快 撤 至 上 曰 若 教 怀音 侯 反 呼 对 曰 然 臣 故 教之 数子 不用 臣 之 策 故令 自宜 于此 如用 臣之计 陛下 安德 而 疑之乎 上 怒 曰 喷之 撤曰 接护 冤灾 烹也 上 曰 若 教 韩信 反 何 冤 对曰 琴师 其路 天下 共逐 之 高才 集读者 先得 言 直之 狗 吠 瑶 遥非不仁 苟固费 非其主 当事时 臣为独之寒信 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瑞经 持风 欲为陛下 所为者 慎重 故 力不能尔 又可 尽 烹之耶 上曰 智之 立子 恒为 代王 独 尽 阳 大赦天下 上之 基陈 西也 征兵于梁 梁王称病 使将将兵 亦寒丹 上怒 使人让之 梁王恐 欲自往谢 其将 护者曰 往使不往 见让而往 往则为秦 以 不如遂 发兵凡 梁王不听 梁太仆得罪 王走汉 告梁王与护者 谋反 于是上诗时 演梁王 梁王不绝 罪求之洛阳 又思智 反行以据 请论如法 上赦 以为庶人 传楚 属清一 西智正 逢吕后从长安来 彭王为吕后 气涕 自言无罪 愿处顾昌义 吕后许诺 与俱东 至洛阳 吕后白上约 彭王壮士 今喜之暑 此字一患 不如遂诸之 且谨语俱来 于是吕后 乃令其舍人 告彭岳 父谋反 庭位王填开 奏请足之 尚可其奏 三月 一月三足 萧月首 洛阳 下诏 有收事者 折补之 梁大夫 鸾步始于其 还奏事月头下 此而哭之 吏补以闻 上赵步 骂 欲烹之 方提驱汤 不顾曰 愿一言而死 上曰 何言 不曰 方上之困于彭城 拜行阳城高间 向王所以岁不能惜者 徒以彭王居良地 与汉何纵苦楚也 当事之时 王一顾 欲楚则汉破 欲汉则楚破 且该下之会 为彭王向事不亡 天下已定 彭王剖福寿风 亦遇传之万事 仅陛下亦征兵于粮 彭王并不行 而陛下亦以以为反 反行畏惧 以柯小案诛灭之 陈恐功臣 仁仁自危也 仅彭王已死 陈生不如死 请就烹 于是上乃世不罪 败为都位 秉武 李皇子徽为梁王 秉吟 李皇子友为怀阳王 霸东郡 颇一梁 霸颖川郡 颇一怀阳 下四月 行自洛阳志 五月 赵立秦南海为赵佗 为南越王 使鹿甲急寿喜寿 与剖福通使 使河及百越 无为南边患害 初 秦二世时 南海为人消 并且死 照龙川令赵佗 预约 秦为无道 天下苦之 闻陈圣等作乱 天下为之所安 南海辟远 无恐道兵亲帝至此 与兴兵决心道自备 待诸侯便 会并慎 且婆于富山贤 祖南海 东西数千里 颇有中国人相辅 此亿一周之主也 可以立国 郡中掌立 无族语言者 故赵公告之 及批陀书 行南海卫士 消死 陀及一席告 横浦 阳山 黄西官曰 道兵且至 即决道 聚兵自首 引烧以法 诸秦所至掌立 以其党为假首 秦已破灭 托及鸡并 桂林 相骏 自立为南越武王 陆生志 未托追忌 积聚见陆生 陆生 说陀曰 族下中国人 亲戚昆地坟墓 在真定 今族下反天性 弃官代 欲以区区之月 与天子抗衡为敌国 或且及身矣 且服秦师其政 诸侯豪豪杰并起 唯汉王先入关 据咸阳 项羽被曰 自立为西楚霸王 诸侯皆属 可谓至强 然汉王其巴蜀 鞭持天下 遂诸项羽灭之 五年之间海内平定 此非人力 天之所见也 天子闻君王望南越 不祝天下诸暴逆 将相欲移兵而诸王 天子连百姓辛劳苦 故且休之 潜臣受君王印 抛福通使 君王以交迎 北面称臣 乃越以心造未及之月 趋强于此 汉成文之 绝梢王先人中 一灭宗族 使一篇将将十万众林月 则越沙王降汉 如反覆首尔 于世未陀 乃决然起坐 谢陆声曰 举满仪中酒 书师礼意 因问陆声曰 我属于萧和 曹参 韩信贤 陆声曰 王四贤也 赴曰 我属于皇帝贤 陆声曰 皇帝继五帝三皇之夜 统领中国 中国之人以义计 地方万里 万物因父 正由一家 子天地剖盼 未始由也 金王重不过数十万 解蛮夷 齐驱山海间 辟若汉 一郡耳 何乃比于汉 魏陀大笑曰 五不起中国 故妄此 使我居中国 何惧不若汉 乃流露声于尹 数月 曰 月中无足于雨 至生来 令我日文所不闻 赐陆声陀中庄值千金 他送一千金 陆声足败魏陀为南越王 令昌臣奉汉约 归报 第大月 拜贾为太中大夫 陆声时时前说 称诗书 第骂之曰 乃功居马上而得志 安事诗书 陆声曰 居马上得志 宁可以马上志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手之 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 智伯秦始皇 皆以吉武而亡 向使秦已并天下 行仁义法心圣 陛下安得而有之 帝有谈色 曰 是为我祝秦所以师天下 无所以得之者 即古成败之国 陆声乃粗数存亡之争 樊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 地未尝不称善 左右呼万岁 好奇书曰 新语 帝有吉 物见人 我尽忠 照护者无得入群臣 群臣将冠等莫赶入 十余日 五阳侯凡快排踏直入 大臣随之 上读诊 以患者卧 快等见上 留替曰 是陛下 是陛下与臣等 其丰佩定天下 何其状也 仅天下已定 又何备也 且陛下并慎 大臣真恐 不见臣等济世 故独与一患者绝乎 且陛下 独不见赵 高之世乎 帝孝而起 秋七月 淮南王不返 初 淮因侯死 不以心恐 即彭月珠 海其肉 以赐诸侯 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方列 见海 因大孔 因令人不聚兵 后似旁郡景吉 不所幸迹 并就医 医家与中大夫 奔赫对门 赫乃后愧位 从姬引医家 王以其语乱 欲捕赫 赫圣传 以长安上辩 言 不谋反有端 可先未发诸也 上读其书 欲消相国 相国语 不不宜由此 恐愁愿忘乌之 请戏赫 使人威艳淮南王 淮南王见赫 以罪王上辩 故已移其 言国阴事 汉史又来 颇有所厌 遂足赫家 发兵反 反书文 尚乃赫 奔赫 已为将军 上赵诸将问计 皆曰 发兵机制 坑树子尔 何能维乎 汝因侯腾公 照顾处令尹 薛公问之 令尹曰 使顾当反 腾公曰 赏列地而封之 疏绝而望之 其反何也 令尹曰 往年杀彭月 前年杀韩信 此三人者 同工一体之人也 自宜获及身 故凡尔 唐公言之上 尚乃赵剑 问薛公 薛公对曰 不返不足怪也 使不出于上济 山东非汉之有也 出于中济 圣败之术 未可知也 出于下济 陛下安枕而卧矣 上曰 何谓上济 对曰 东取吾 西取楚 并其取鲁 传习烟照 固守其所 山东非汉之有也 何谓中济 东取吾 西取楚 并含取味 聚熬汤之素 色成高之口 胜败之树 未可知也 何谓夏济 东取吾 吸取下菜 归重于月 深归长沙 陛下安枕而卧 汉无事已 上曰 事即将安出 对曰 出下济 上曰 何谓 何谓中济 何谓上中济 而出下济 对曰 不顾 不顾离山之徒也 自治万圣之主 此皆未深 不顾后为百姓万事律者也 顾曰出夏季 上曰 善 封薛公千户 乃立皇子长 为淮南王 事实 尚有吉 欲使太子 往及情部 太子客东元公 齐礼记 夏皇宫 陆礼先生 水剑长侯 吕氏之曰 太子降兵 有功则为不义 无功则从此受获矣 君和不及情旅后 成见未上弃炎 情部天下猛将也 善用兵 今诸将 结陛下故等仪 乃令太子降此属 无意使扬将郎 莫肯为用 且使不闻之 则古行而息耳 上虽病 抢载资车 悟而护之 诸将不敢不尽力 尚虽苦 为妻子自强 于是 吕氏之力 夜见吕后 吕后常见 为尚替气而言 如似仁义 上月 吾为数子 故不足浅 而共自行耳 于是 尚自将兵而东 群臣居首 皆送至坝上 刘侯并自强起 至屈游 见上约 臣宜从 并慎 出人飘及 愿上 无语争风 因睡上 令太子为将军 见官中兵 上约 子房虽并 抢卧 而赴太子 事实 书孙通 为太父 刘侯行 少妇事 发上郡 北地 隆西车记 巴蜀才官 及中卫 足三万人 为皇太子 为 郡霸上 不知出返 为其降约 上老乙 验兵 必不能来 使诸将 诸将独患 怀因彭月 紧接已死 于不足位也 故遂返 果如薛公之言 东击京 京王甲 早死赴灵 进节起兵 渡怀基楚 楚发兵 与战徐同间 为三军 寓以相救为基 获税 楚将曰 不善用兵 民宿未知 且兵法 诸侯自占其地 为散地 今别为三 比拜无异军 于接走 安能相救 不听 不果破其异军 其二军散走 不遂引兵而息 十二年 东十月 尚与布军 欲于齐西 布兵精甚 尚必雍城 望布军至阵 如相极军 尚悟之 与布相望见 遥为布约 何苦而返 布约 欲为帝尔 赏怒骂之 最大战 布军败走 杜怀 朔止战 福利 与百余人 走江南 尚令别将追之 尚还 过配 留 至酒 配宫 西兆顾人 父老 诸母子弟 佐久 到旧顾 为孝乐 酒憨 赏字为歌 其五 慷慨 伤怀 其树行下 为配 父兄 曰 游子 悲故乡 朕自 配宫 以朱 暴逆 遂有天下 其以配 为朕 汤木 父其民 世事 无有所语 乐隐 时余日 乃去 汉别将 及英部军 逃水南北 解大破之 部 故与婆 军昏 已故 长沙 成王臣 使人 又不 尾玉 与王 走越 不信 而随之 婆 阳人 杀 不 资乡民 填舍 周伯 西定 带郡 燕门 云中地 斩 晨 晰 于当 城 尚以 京王 甲 吾后 耕以 京为 吾国 辛丑 立 兄 众之子 碧 为吾王 望 三 郡 五 十三 城 十一 月 尚过 鲁 以太 劳 辞 孔子 尚 从破情不归 吉亦甚 欲 寓意太子 张良健 不听 因吉 不是事 书孙通 建曰 西者 济县公 以离姬之故 废太子 立西齐 晋国乱者 数十年 为天下校 秦已不早定 扶苏 令赵高 老得以诈利胡亥 自始灭四 此陛下所亲见 今太子仁孝 天下皆闻之 吕后与陛下 恭苦食担 岂可备哉 陛下 必欲费敌尔历哨 臣愿先福诸 以颈穴污地 帝曰 恭霸以 吾执细尔 书孙通曰 太子天下本 本一遥天下震动 乃何以天下为细乎 时大臣故政者多 上知群臣心 皆不负赵王 乃止不利 相国何以长安地匣 上林中多空地 弃愿令民得入田 吾收稿 为秦寿时 上大怒曰 相国多受古人财物 乃未请无怨 下相国庭位 谢戏之 数日 王位卫士 前问曰 相国何大罪 陛下戏之报也 上曰 吴文理思相秦皇帝 有善归主 有恶自语 金相国多受古术金 而为之请无怨 以自媚于民 故戏制之 王位卫曰 福执直是苟有便于民 而请之 真宰相是 陛下奈何 乃一相国受古人前护 且陛下拒处数岁 陈兮情不返 陛下自降而往 当事时 相国守观中 观中瑶族 则观以兮 非陛下有也 相国不以此时为例 今乃立古人之金户 相国为民请愿 吴不许 吴不过为节奏主 而相国为贤相 吴顾系相国 欲令百姓 闻吴过也 陈兮兮之凡也 燕王晚发兵 击其东北 当事时 陈兮使王皇 求救匈奴 燕王晚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 沿西等军破 张胜至湖 故燕王赃徒子衍 出王在湖 见张胜曰 宫所以重于燕者 以席胡适也 燕所以久存者 以诸侯朔返 兵连不绝也 仅宫未燕 欲即灭西等 西等已尽 赐亦制燕 宫等亦且为卢矣 宫何不令燕 且缓沉息 而予胡合 室宽得长望燕 即有汉籍 可以安国 张胜以为然 乃司令匈奴 住西等基因 燕王晚 以张胜于胡返 尚书请足张胜 圣还 聚到所以为者 燕王乃诈论他人 托圣家属 使得为匈奴见 而因使范齐之臣西索 欲令九王 联兵误绝 汉姬情部 西长将兵居带 汉姬斩西 其脾将降 言阴王晚 使范齐通计谋于西索 第十使赵卢晚 晚称病 又使碧阳侯审议基 欲使大夫赵瑶网迎燕王 因燕问左右 晚欲孔 必逆 为其姓陈曰 非流逝而望 独我语长沙尔 往年春 汉族怀音 夏诸彭月 解吕世纪 今上病 主任吕后 吕后妇人 专誉以示逐义姓王者 及大功臣 乃遂称病不行 其左右皆亡逆 与泼械 碧阳侯文之 归据报上 上亦怒 又得匈奴降者 言张胜 王在匈奴为阎使 于是上曰 卢碗果凡已 春二月 使凡快以相国 降兵积碗 礼皇子健为燕王 赵曰 南武侯之 一月之事也 立已为南海王 上击不时 为流食所重 行道极慎 吕后迎良依 依入见 曰 即可治 上漫骂之曰 吾以不依 提三尺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 虽贬阙何意 虽不使至极 赐黄金五十金 罢之 吕后问曰 陛下百岁后 肖像国祭祀 谁令待之 上曰 陶参可 问其次 曰 王领可 然少憨 陈平可以住之 陈平质有余 然难读任 周伯众厚少闻 然安留事者 比伯也 可令为太位 吕后 附问其次 上曰 此后 亦非 乃所知也 下 四月甲晨 帝 邦于 长乐宫 丁卫 发丧 大赦 天下 卢丸 与数千人 居赛下 后寺 姓 上 吉 玉 自入谢 闻帝崩 遂 王入 匈奴 五月秉吟 葬 高地 于 长陵 初 高祖 不修文学 而姓 明达 好谋 能听 自 监门 数族 见之如旧 初顺 民心作 三章之曰 天下既定 命肖和赐律令 韩信申君法 张仓定张成 殊孙通至礼仪 又与功臣剖符做事 丹书铁器 金贵十事 藏至宗庙 虽日不辖己 规模 红圆矣 几四 太子及皇帝位 尊皇后 约皇太后 初 高地并慎 仍有物凡快云 党于旅室 即一日上宴假 欲以兵诸赵王如意之数 第大怒 用陈平谋 赵将侯周伯 受赵床下 约 陈平 吉池转 载薄 带快将 平至君中 吉展快头 二人既受赵 池转 未至君 行 祭之约 凡快 帝之故人也 功多 且又屡后帝 屡须之夫 有亲且贵 帝以愤怒 故欲展之 则恐后悔 拧求而至上自诸之 魏至君 为谭 以劫赵凡快 快受赵 即返街 在建车 转一长安 而令将侯伯代将 将兵定音 返现 平行 文帝崩 为屡须 禅之与太后 乃 池转 先去 逢使者 赵平与 冠英 屯 行阳 平受赵 立父持至宫 苦疏悲 因故请得宿位中 太后 乃以为郎中令 使父教会地 事后 屡须禅 乃不得行 凡快志 则赦 赴决意 太后 令永相 求欺夫人 昆前 一者一 令冲 前使 赵 赵王如意 使者三返 赵向周昌 为使者曰 高地 主臣赵王 王年少 切闻太后 愿欺夫人 欲赵 赵王 并诸致 臣不敢 遣王 王且异病 不能奉赵 太后怒 先使人赵昌 昌至长安 乃使人 赴赵 赵王 王来 未到 递之太后怒 自迎赵王 坝上 予入宫 自邪 予起居饮食 太后 欲杀之 不得见 孝慧皇帝 元年 东十二月 帝臣出社 赵王年少 不能早起 太后使人 持阵印之 黎明 帝还 赵王已死 太后遂断 妻夫人手足 去眼熏耳 印阴药 使居策中 命约仁治 居树日 乃赵地 观仁治 地见 问知其 欺夫人 乃大哭 因病 遂于不能起 使人请太后曰 此非人所为 臣为太后子 终不能至天下 抵以此日饮 为淫乐 不听证 陈光曰 为人子者 父母有过则见 见而不听 则豪气而随之 安有守高祖之夜 为天下之主 不仁母之残酷 遂弃国家而不叙 纵酒色已伤生 若效会者 可谓赌于小人 而为之大义也 喜淮队阳王友 为赵王 春正月 始作长安城西北方 二年 冬十月 其道会王来朝 隐于太后前 帝以其王 兄也 置之上座 太后怒 着阵酒至前 赐其王为寿 其王起 帝一起取之 太后恐 自己犯帝之 其王怪之 饮不敢饮 扬醉去 问知其阵 大恐 其内史氏睡王 使献程阳郡 为鲁园公主汤木义 太后喜 乃霸归其王 春 正月鬼友 有两龙 陷兰陵家人景中 陵西地震 下汉 河阳侯众轰 赞文忠侯萧何并 上亲自临氏 因问曰 君及百岁后 谁可待君者 对曰 知臣莫如主 帝曰 陶餐何如 何顿守曰 帝得知已 臣死不恨 求七月新位 何轰 何至田宅 必居穷辟处 为家 不至原屋 曰 后世贤 师无简 不贤 无为世家所夺 鬼四 以曹参为相国 参文和轰 告摄人 醋制行 无将入相 拥无何 食者果 照餐 食 参微食 与萧和善 即为将相 有戏 至何其死 所推贤为餐 参代和为相 与世无所变更 依尊和约束 则郡国立 木论于文词 众厚长者 及赵 除为丞相 使 立之 言文刻身 物欲声明者 者斥去之 日夜饮醇酒 清大夫 以下历及宾客 见餐不适事 来者皆欲有言 参者印以纯酒 见欲有所言 复印之 醉而后去 终莫得开说 以为常 见人有戏过 专掩逆覆盖之 府中无事 参子竹为中大夫 地怪相国不治事 以为其少镇余 使竹归 以其思问参 参怒 吃竹二百 曰 醋入室 天下事 非若所当言也 至朝时 地让参曰 乃者我始见君也 参免官谢曰 陛下自查圣武 属于高地 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 又曰 陛下官尘能 属于萧和贤 上曰 君寺不及也 参曰 陛下言之事也 高地与萧和定天下 法令记名 谨陛下垂拱 参等守职 尊而勿施 不亦可忽 地曰 善 参为相国 出入三年 百姓歌之曰 萧和为法 较若化一 陶参待至 守而勿施 在其清静 民以宁衣 三年 春 发长安六百里内 男女十四万六千人 呈长安 三十日罢 以宗室女为公主 假匈奴 莫读缠鱼 适时 莫读方强 为书 时时 为高后 此即谢曼 高后大怒 照将向大臣 亦斩其使者 发兵击之 樊快曰 臣愿得十万众 横行匈奴中 中郎将 济步曰 快可斩也 前匈奴 为高地于平城 汉兵三十二万 快为上将军 不能解围 仅歌吟之声 味觉 商仪者浮起 而快 欲摇动天下 妄言以十万众 横行 是面漫也 且以敌 譬如禽兽 得其善言 不足喜 恶言 不足怒也 高后曰 善 领大业者 张氏报书 身字 谦逊 以谢之 并未以车二圣 马二四 莫读 赴时时来谢 曰 为常文 中国礼意 地下 幸而舍之 因 献马 遂和亲 下五月 立 敏月君遥 为东海王 遥宇 无珠 解月王 勾建之后也 从诸侯灭秦 攻多 其民贫富 固立之 都东欧 嗜好 东欧王 六月 罚诸侯王 列侯 图立二万人 乘长安 秋七月 都旧灾 逝岁 属 兼堤返 积平之 四年 东十月 立皇后 张氏 后 弟子 鲁元公主 女也 太后 欲为 重亲 故意 配帝 春 正月 举民 孝涕 立田者 赴其身 三月 甲子 皇帝 冠 摄天下 省法令 防利民者 除邪 书律 帝已朝太后于常乐宫及建网 朔臂 繁民 乃住 妇道于武库南 奉长 书孙通 建曰 此高帝 岳出游 衣冠之道也 子孙奈何 圣宗庙 道上 行哉 帝 据曰 及坏之 通语 人主无过矩 今已作百姓解知之矣 愿陛下为原庙魏北 月出游至 义广宗庙 大孝之本 尚乃照有私立原庙 陈光语 过者 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为圣贤 为能知而改之 古之圣王 唤其有过而不自知也 故设诽谤之墓 至感见之谷 其为百姓之闻其过哉 事已重回美成汤月 改过不吝 赴月戒高宗月 无耻过作非 由是观之 则为人君者 故不以无过为闲 而以改过为美也 仅书孙通 见孝会 乃云人主无过矩 事较人君以 闻过岁飞也 岂不谬哉 长乐宫 红台灾 秋 七月已害 魏阳宫 灵氏灾 丙子 知氏灾 五月 冬 雷 桃李花 早时 春 正月 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 十四万五千人 呈长安 三十日霸 下大旱 江河水少 溪谷水绝 秋八月 平阳义侯曹参轰 六年 东十月 以王陵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其道会王肥轰 下 刘文成侯张良轰 以周伯为太位 七年 七年 发车祭财官 亦行阳 太位冠英将 春 正月 新丑朔 日有十支 下 五月 丁毛 日有十支 祭 秋 八月 雾银 地崩于 魏央宫 大赦天下 九月新丑 藏安灵 初 吕太后 命张皇后 娶他人子养之 而沙其母 已为太子 继藏 太子及皇帝位 年幼 太后 临朝昌志 资至通鉴卷 第十三 汉祭五 高皇后 元年 东 太后 以玉立诸吕为王 问右丞相灵 灵月 高地行白马蒙月 非流氏而望 天下共击之 今望吕氏 非约也 太后不悦 问左丞相平 太位伯 对约 高地定天下 望子弟 今太后称志 望诸吕 无所不可 太后喜 罢朝 王陵让陈平 降侯曰 时与高地 煞血蒙 诸君不在耶 今高地崩 太后女主 欲望吕氏 诸君 纵欲 阿易被曰 何面目 见高地 于地下呼 陈平降侯语 于今面折亭争 陈不如君 全社稷定流氏之后 君亦不如臣 灵无以应之 十一月甲子 太后以王陵为帝太父 时夺之相权 零岁并免归 南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 以碧阳侯 沈亦基为左丞相 不至事 令奸功中 如郎中令 亦基故 得性于太后 宫卿 皆因而绝世 太后愿赵瑶 为赵尹王谋 乃抵瑶罪 上党守人傲 常为配玉吏 有得于太后 乃已为玉使大夫 太后又追尊其父 林四侯吕宫为宣王 雄周吕令武侯泽 为道武王 欲以望诸吕为贱 春正月 除三族罪 妖言令 下四月 鲁元公主轰 封公主子张眼为鲁王 侍公主曰 鲁元太后 新卯 封所名 孝惠子山 为香城侯 朝为止侯 吾为胡关侯 太后欲望吕氏 乃先立所名 孝惠子强 为怀阳王 不宜为恒山王 使大业者张氏 奉大臣 大臣乃请立 道武王长子立侯台为吕王 鲁元公为吕国 五月秉身 赵王公从台栽 秋 桃李花 二年 东十一月 吕肃王台空 春正月以卯 地震 枪道武都道山崩 下五月秉身 封楚元王子 尹克为上批侯 其道会王子张 为朱须侯 领入宿位 又以吕露女契张 六月秉须会 日有时之 秋七月 恒山哀王 不宜轰 行八诛前 鬼丑 立乡城侯山 为恒山王 更名义 三年 下 江水汉水义 留四千余家 秋 兴骤县 饮水落水义 留千六百余家 汝水义 留八百余家 四年 春二月鬼位 立所名 孝慧子太 为昌平侯 夏四月秉身 太后方 女帝须 为林光侯 少帝晋长 自知非皇后子 乃出言 约 后安能杀五母 而名我 我状 极为便 太后闻之 幽之永相中 言帝并 左右莫得见 太后遇群臣约 今皇帝并久不已 失货昏乱 不能祭祀至天下 其代之 群臣皆顿手言 皇太后为天下其民计 所以安宗庙设计甚深 群臣顿手奉赵 遂废地 幽杀之 五月秉臣立恒山王义为帝 更名约红 不称元年 以太后至天下事故也 以指侯朝为恒山王 誓岁 以平阳侯曹竹为御史大夫 有思请进南岳观世铁器 南岳王陀曰 高地立我通史物 仅高后听禅臣 别亦蛮夷 隔绝器物 此必长沙王记 欲以中国击灭南岳而并望之 自为公也 五年 春 陀自称南岳五帝 发兵攻长沙 百树献而去 秋八月 淮阳淮王强轰 以胡关侯武为淮阳王 九月 发河东上党记 屯北地 初令树族碎庚 六年 东十月 太后以吕王家居储交字 废之 十一月 李肃王地产为吕王 春 兴骤县 夏四月丁有 涉天下 封诸须侯张帝 兴居为东木侯 易入肃位 匈奥寇敌道 攻阿阳 行五分前 宣平侯张敖族 赐事曰 鲁元王 七年 冬十二月 匈奥寇敌道 略二千余人 春 正月 太后 召 赵幽王游 游以 诸吕女为后 福爱 爱他击 诸吕女怒 去 禅之 于太后 曰 王言 吕士 安得望 太后 百岁后 无必 击之 太后 已故 赵 赵王 赵王 不得见 令位为守之 福与时 其群臣获窃愧 则不论之 丁丑 赵王饿死 以民礼藏之长安民种赐 己丑日食 咒会 太后悟之 为左右曰 此为我也 二月 喜梁王辉为赵王 吕王产为梁王 梁王不知国 为帝太父 秋 七月丁寺 立昌平侯太为己川王 吕顾 吕须女为将军 迎领侯 刘泽七 责者 高祖 从祖 昆帝也 其人 田生 为之 睡大业者 张清曰 诸吕之 望也 诸大臣 为大福 今迎领侯 则 诸刘 罪掌 今 清言 太后望之 吕士望 亦故 也 张清 入眼太后 太后 然之 乃歌 其之 狼牙郡 封则为 狼牙王 赵王辉之 喜赵 心怀不乐 太后 以 吕蝉女 为王后 王后 从官 皆诸吕 善权 威似赵王 赵王 不得 自自 王有所爱 击 王后 使人震杀之 六月 王不生悲愤 自杀 太后 闻之 以为王用妇人 去宗庙里 废其寺 事时 诸吕善权用事 诸须侯张 年二时 有气力 奋留事不得值 常入世太后 燕饮 太后 令张为酒吏 张自请约 臣 将种也 请得以军法行酒 太后约 可 酒憨 张请为耕田歌 太后许之 张约 深耕寄重 立苗欲书 非其种者 除而去之 太后 默然 请知 朱吕有义人罪 王九 张锥 拔剑 斩之而还 报曰 有王九义人 陈锦 刑法斩之 太后 太后左右 接大京 也以许其军法 无以罪也 阴霸 自事之后 朱吕淡 朱须侯 随大臣 皆依朱须侯 流事为一强 陈锦 陈平患诸吕 力不能治 恐惑极极 常厌居深念 陈锦 陈甲网 直入座 而陈丞相不见 陈生曰 何念之深也 陈平曰 生揣我何念 陈生曰 足下极富贵 无寓意 然有忧念 不过患诸吕 少竹尔 陈平曰 然 为之奈何 陈生曰 天下安 助一相 天下威 助一将 将相何调 则是欲妇 天下虽有便 全不分 为设计计 在两军掌握耳 陈常欲为 太尉将侯 将侯与我戏 亦无言 君何不交欢太尉 身相结 因为陈平 化吕氏术氏 陈平用其技 乃以五百斤 为将侯寿 后聚乐隐 太尉报亦如之 两人身相结 李氏谋亦衰 陈平以奴婢百人 车马五十胜 钱五百万 为陆生 为饮食费 太后 实史告 代王 欲喜望赵 代王谢之 愿守 代鞭 太后 乃立兄子 吕陆为赵王 追尊陆赴建成 康侯侍之 为赵昭王 九月 燕陵王 建轰 由美人子 太后 使人杀之 国储 遣龙绿侯周灶 降兵 金南月 八年 东十月 新丑 礼礼肃王子 东平侯通 为燕王 方通帝庄 为东平侯 三月 太后福 还 过止道 建物如苍犬 挤太后夜 忽不复献 补之云 赵王如意为岁 太后 岁病夜伤 太后 为外孙 鲁王也 年少孤弱 下 四月 丁有 封张敖 前姬良子 齿为新都侯 寿为乐昌侯 宜服鲁王 又封 中大业者 张氏为 建灵侯 以其 劝望诸吕 赏之也 江汉水义 留万余家 秋七月 太后并慎 乃令赵王路 为上将军 居北军 吕王产 居南军 太后 借产路 曰 吕氏之望 大臣 扶平 我吉邦 帝年少 大臣 孔为便 必聚兵 卫功 沈无送丧 为人所致 新四太后崩 宜赵 大赦天下 以吕王产 为相国 以吕禄 女为帝后 高后以藏 以左丞相 沈亦基 为帝太父 朱吕欲为乱 为大臣 将冠等 未敢发 朱须侯 以吕禄 女为父 故知其谋 乃因令人 告其凶 其王 欲令 发兵息 朱须侯 东木侯 为内应 以诸朱吕 立其王 为帝 其王 乃与其旧 四军 郎中令驻武 忠为魏伯 阴谋发兵 其向 邵平 服听 八月秉武 其王 欲使人诸相 相闻之 乃发足 魏王功 魏伯 代邵平 曰 王 欲发兵 非有 汉户 服 燕也 而 相君 为王 顾善 博请 魏君 降兵 魏王 邵平信之 伯计将兵 遂为相府 邵平自杀 于是其王以四军为相 魏伯为将军 驻武为内使 西发国中兵 使驻武东诈 狼牙王 曰 吕氏作乱 其王发兵 欲西诸之 其王自以年少 不习兵革之事 愿举国伟大王 大王自高地降也 请大王兴之临滋 见其王济世 狼牙王兴之 西池见其王 其王因流狼牙王 而使驻武进发狼牙国兵 并降之 狼牙王说其王曰 大王高皇帝 嫡长孙也 当立 仅诸大臣 胡怡未有所定 而则于流氏 最为长年 大臣顾待则绝迹 今大王流臣 吾为也 不如使我入关济世 其王以为然 乃一具车 送狼牙王 狼牙王既行 其遂举兵 西宫济南 为诸侯王书 陈诸吕之罪 欲举兵诸之 相国吕禅等文之 乃前影音侯 冠英 将兵积之 冠英至行养 谋曰 诸吕拥兵观中 欲为流氏而自立 今我破其环抱 此意屡氏之之之也 乃流屯行阳 时时与其王 及诸侯与联合 以待屡氏便 供诸之 其王闻之 乃环兵西界代替 吕陆旅产 欲作乱 内旦将侯诸须等 外卫其储兵 又恐贯英叛之 欲待贯英兵 与其合而发 犹豫未决 当事时 几川王太 淮阳王武 长山王朝 及鲁王张衍 接年少 魏之国 居长安 赵王禄 梁王产 各将兵 居南北军 接吕氏之人也 列侯群臣 莫自奸其命 太尉将侯伯 不得主兵 屈州侯厉伤老病 其子继于吕陆善 将侯乃与丞相 臣平谋 使人竭力商 领其子继 往代税吕陆约 高帝与吕后 共定天下 刘氏所吕九王 吕氏所吕三王 皆大臣之意 誓以布告诸侯 皆以为仪 今太后邦 帝少 而足下配赵王印 不及之国首番 乃为上将将兵留此 为大臣诸侯所宜 足下何不归将印 以兵主太位 请梁王归相国印 与大臣蒙而知国 其兵必罢 大臣得安 足下高枕而望千里 此万事之利也 吕陆信然其计 欲以兵主太位 使人报旅产 及诸旅老人 或以为变 或曰不变 既犹豫 未有所绝 吕陆信立记 时雨出游列 过其孤吕须 须大怒曰 若为将而弃君 吕氏仅无处矣 乃吸出诸欲宝器散堂下 曰 勿为他人守也 九月更深淡 平阳侯主 行御史大夫事 简向国产济世 郎中令甲寿始从其来 因赎产约 王不早之国 今虽欲行 尚可得耶 据以冠英与齐楚合纵 欲诸诸吕告产 且促产即入宫 平阳侯颇文其语 迟告丞相太位 太位欲入北军 不得入 湘平侯济通上福节 乃令迟节 缴纳太位北军 太位赴令立即 与典克留阶 先睡吕禄曰 帝使太位守北军 欲足下之国 即归降印辞去 不然或且起 吕禄已为 利况不欺几 遂解印主典克 而以兵受太位 太位置军 吕禄已去 太位入军门 行令军中曰 魏吕氏右坦 魏刘氏左坦 军中皆左坦 太位遂降北军 然尚有南军 成相平乃召朱须侯张 左太位 太位令朱须侯监军门 令平阳侯告魏魏 吾入相国产殿门 吕铲不知吕禄已去北军 乃入魏央宫 欲为乱 至殿门 伏德入 徘徊往来 平阳侯孔福圣 持欲太位 太位尚孔不胜诸吕 未敢恭言诸之 乃魏朱须侯曰 即入宫未帝 朱须侯请足 太位与足迁于人 入魏央宫门 建产亭中 日不时碎鸡铲 铲走 天风大起 已故其从观乱 莫敢斗 朱铲 杀之郎中府立侧中 朱须侯已杀铲 递命业者持节 烙朱须侯 朱须侯欲夺其节 业者不肯 朱须侯则从与在 因劫信持走 斩常乐未未屡更使 还持入北军报太位 太位起拜贺 朱须侯曰 所患读旅产 今以朱天下定义 遂遣人分部西部朱旅男女 无少长皆斩之 心有不斩吕鹿而吃杀吕须 使人朱阴王吕通 而废鹿王张眼 悟臣 习己川王王良 遣朱须侯张 以朱朱吕氏告其王 令罢兵 冠英在行阳 闻魏伯本教其王举兵 使使召魏伯志 则问之 伯曰 施火之驾 岂侠心严障人 而后就火呼 因退力 古战而立 恐不能言者 终无他语 冠将军熟世孝曰 人为魏伯勇 望 雍人耳 何能维乎 乃霸魏伯 冠英兵 一霸形阳归 班固赞曰 孝文时 天下以利计为脉友 辅脉友者 为建立而妄议也 若计 父为功臣 而又直结 随崔吕陆 以安设计 亦存军亲 可也 朱大臣相遇阴谋 曰 少帝及梁 怀阳 横山王 皆非真 孝慧子也 吕后已 记诈明他人子 杀其母 养后宫 令孝慧子之 立以为后 及诸王 以强吕氏 今皆以移灭诸吕 而所立即掌用事 无数无类意 不如是诸王最贤者立之 或言 其王高地掌孙可立也 大臣皆曰 吕氏以外加厄而机微宗庙 乱功臣 今齐王就四君 护而冠 吉利齐王 父为吕氏以 代王方今高地 县子最长 仁孝宽厚 太后家博士锦良 且立长顾顺 况以仁孝闻天下乎 乃相语 共因使人赵代王 代王问左右 郎中令张武等曰 汉大臣皆顾高地时大将 习兵多谋诈 此其属意非止此也 特为高地屡太后威尔 今以诸诸屡 心叠血惊师 此以迎大王为名 实不可信 愿大王昌吉吾王 以观其变 中尉宋昌晋约 群臣之意皆非也 服秦师其正 诸侯豪杰并起 人人自以为得知者 以万数 然足见天子之位者 刘氏也 天下绝望 一以 高地风旺子地 地犬崖相智 此所谓磐石之宗也 天下扶其强 二以 汉兴 除秦科正 于法令师得慧 人人自安 难动摇 三以 服以吕太后之言 立诸吕为三王 善权专制 然而太尉以一劫 入北军一呼 誓皆左坦 为刘氏盼诸吕 足以灭之 此乃天授 匪人立也 今大臣虽欲为变 百姓服为使 其党宁能专一耶 方今内有诸须东目之亲 外卫吴楚 怀阳狼牙 齐带之强 方今高地子 独淮南王与大王 大王又长 贤圣人孝 闻于天下 故大臣因天下之心 而欲盈利大王 大王勿已也 大王报太后 祭之 犹豫未定 不知 赵德大衡 瞻曰 大衡庚庚 于为天王 下其以光 大王曰 寡人故以为王已 又何王 福人曰 所谓天王者 乃天子也 于是代王 遣太后帝 伯昭 往见将侯 将侯等 巨位昭炎 所以 盈利王毅 伯昭 还报曰 信已 无可遗者 代王乃 孝位 宋昌 曰 果如 公言 乃命宋昌参圣 张五等六人圣传 同意长安 至高龄 休止 而使宋昌 先持之长安 官便 昌至魏桥 长相以下接迎 昌环报 代王持至魏桥 群臣拜夜称臣 代王下车达拜 太魏伯 禁曰 愿请见 宋昌曰 所言公 公言之 所言私 王者无私 太魏乃贵上天子喜福 代王谢曰 至代底而易之 后九月集友会 代王至长安 摄代底 群臣从至底 丞相陈平等 皆再败严远 也在败严远 子弘等皆非孝慧子 不当奉宗庙 大王高地长子 宜为四 愿大王及天子位 带王 带王西向让人 带王西向让者三 南向让者在 遂及天子位 群臣以礼赐事 东木侯兴居曰 朱旅宗 陈无公 请得除公 乃与太仆 汝殷侯 滕宫入宫 前卫少帝曰 足下非刘世子 不当立 乃顾辉左右 导执己者 复兵罢去 有数人不肯去兵 患者令张氏预告 亦去兵 唐公乃兆成于车在少帝出 少帝曰 欲将我安知乎 唐公曰 出旧社 社少府 乃放天子法驾 云代王于底 报曰 宫谨除 代王及西入 未央宫 有业者十人 持己未端门 曰 天子在也 足下何为者而入 代王乃为太尉 太尉网欲 业者十人 皆赴兵而去 代王遂入 业拜宋昌为魏将军 镇抚南北军 以张武为郎中令 行殿中 有司分部 诸灭梁 怀阳 恒山王 及少帝于底 文帝还作前殿 业下诏书 涉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 元年 东十月更须 喜狼牙王则为阴王 奉赵幽王子遂为赵王 臣平谢病 上问之 平曰 高祖宗 伯公不如臣 吉诸诸吕 臣公亦不如伯 愿以右丞相让伯 十一月新寺 上喜平为左丞相 太尉伯为右丞相 大将军冠英为太尉 诸吕所夺其处故地 皆赴予之 论诸诸吕公 又丞相伯以下 一户赐金各有差 将侯朝霸驱出 亦得慎 上礼之公 常目送之 郎中安陵 元岸见曰 诸吕背逆 大臣相与共诸之 事实丞相为太尉 本兵丙 事会其成功 今丞相如有交主色 陛下谦让 臣主失礼 且为陛下扶取也 后朝上一桩 丞相一位 十二月 十二月 赵曰 法者置之正也 仅犯法已论 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作之 即为收奴 朕甚不取 其处收奴 诸相作律令 春 正月 有思情早见太子 上曰 朕即不得 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 而善天下焰 而曰 遇见太子 是众无不得也 其安置 有思曰 遇见太子 所以众宗庙设计不忘天下也 上曰 楚王继父也 吴王兄也 淮南王帝也 其不遇在 今不选举焉 而曰避子 人其以朕为望贤有德者而专于子 非所以有天下也 有思故请曰 古者因周有国 智安 皆千余岁 用此道也 历四弊子 所从来原矣 高帝 平天下为太祖 子孙祭祀 世事不绝 今世一见 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 非高帝之志也 更亦不宜 子启罪掌 纯厚辞人 请见已为太子 尚乃许之 三月 立太子母道士为皇后 皇后 清和观金人 有地广国 自少军 又为人所略卖 传十余家 文斗后历 乃尚书自臣 赵剑 宴问得实 乃后赐田宅金钱 与兄掌军 家于长安 将侯冠将军等约 无属不死 命乃且选此二人 二人所出危 不可不畏 则师父宾客 幼父孝吕氏 大事也 于是乃选 是之有 结行者与居 道长君 少君 由此为退让君子 不敢以尊贵教人 照朕代观寡孤独 穷困之人 又令 八十以上月赐米肉酒 九十以上加赐薄婿 赐物当禀玉米者 掌力月是 承若未至 不满九十色夫令使至 二千旦遣都立寻行 不趁者都知 楚云王交轰 下四月 骑楚地震 二十九山同日崩 大水溃出 时有献千离马者 帝曰 轮骑载前 属车载后 急行日五十里 施行三十里 朕乘千离马 独仙安之 于是还骑马 与道礼费 而下诏曰 朕不受献也 其令四方 无求来献 帝即师会天下 诸侯四仪远近欢恰 乃修代来宫 封宋昌为壮武侯 第一名习国家事 朝尔问右丞相伯曰 天下一岁绝遇几何 伯谢不知 又问 一岁前谷入几何 伯又谢不知 黄溃汗出瞻背 上问左丞相平 平曰 有主者 上曰 主者为谁 曰 陛下即问绝遇 则庭位 问前谷 则智宿内使 上曰 苟各有主者 而君所主者 何事也 平谢曰 陛下不知其奴下 使戴罪宰相 宰相者 上左天子 离阴阳顺四时 下遂万物之夷 外镇府四夷诸侯 内亲父百姓 使清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地乃称善 又丞相大残 出而让陈平曰 君独不肃教我对 陈平笑曰 君居其位 不知其认耶 且陛下 急问长安中盗贼术 君欲抢对耶 于是将侯自知其能 不如平原意 居请知 人祸税伯曰 君寄诸诸吕 立代王 威震天下 而君受厚赏 储尊位 久之 即祸及身矣 伯亦自威 乃谢病 请归相印 尚许之 秋 八月新位 又丞相伯勉 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出 龙律侯造鸡南越 会属师 士族大义 兵不能于领 遂于高后邦 及霸兵 赵陀因此 以兵威财物 陆位 敏月 西欧 落 亦属音 东西万语里 成皇屋左道 称至于中国谋 帝乃魏陀 亲种 在真定者 致首义 遂时放肆 照其昆帝尊官 后赐宠之 父使陆甲使南越 赐陀书曰 朕高皇帝 侧氏之子也 气外 奉北藩于带 道里辽远 永必谱于 未尝至书 高皇帝 气群臣 孝慧皇帝 吉士 高后自临士 不幸有吉 诸吕为辩 乃功臣之力 诸之以弊 朕以王侯力 不适之故 不得不力 今即位 乃者文王 魏将军 龙律侯书 求亲昆帝 请霸 长沙两将军 朕以王叔霸 将军 伯阳侯 亲昆帝 在真定者 以遣人存问 修至仙人种 前日文王 发兵于边 为寇灾布置 当其时 长沙苦之 南郡游慎 虽王之国 雍独立乎 必多沙士族 商量将力 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 独人父母 德依王实 德依王实 朕不忍违也 朕欲定地 犬崖相入者 以问立 立曰 高皇帝 所以借长沙徒也 朕不得善辩言 今得王之地 不足以为大 得王之财 不足以为父 伏灵以南 王自治之 虽然 王之号为帝 两帝并立 无一圣之时 以通其道 是争也 争而不让 忍者不为也 愿与王分弃前恶 中今以来 通始如故 甲智南岳 南岳王孔 顿手谢罪 愿奉明诏 常为藩臣 奉供职 于是下令国中曰 吴文 两雄不俱立 两贤不病逝 汉皇帝 贤天子 自今以来 去帝制 皇屋左道 因为书 称 蛮夷大掌 老夫陈陀 昧死再拜 尚书 皇帝陛下约 老夫 故阅历也 高皇帝 幸赐 陈陀喜 以为南岳王 孝慧皇帝 即位 义不忍绝 所以赐老夫者 后慎 高后用事 别以蛮夷 出令约 无语 无语满以月 金铁填气 马牛羊 急语 于母 无语聘 老夫储辟 马牛羊 迟以掌 自已 祭祀不修 有死罪 史内史藩 中未高 欲史平 凡三倍 尚书谢过 皆不凡 又封闻 老夫父母 坟墓以 坏靴 兄弟 宗族 以诸论 立相语 一约 谨内 不得 镇于汉 外 无以自高 义 故 庚号为帝 自帝 其国 非敢 有 害 于天下 高皇后 闻之 大怒 削去 南越 之极 史史 不通 老夫 妾以 长沙 王 禅臣 故 发兵 已 发其鞭 老夫 楚越四十九年 于今 报孙言 然 肃兴 夜魅 寝不安息 实不甘位 目 不是 弥漫 之色 而不听 中古之音者 已 不得 试汉 也 谨 陛下 姓 哀怜 父 故 号 通 使 汉 如 故 老夫 死 古 不 府 改 号 不敢 为 帝 其哀 王 相 轰 上文 河南守 吴公 至平为 天下 第一 赵 以为 廷位 吴公 见 洛阳人 甲义 帝 赵 以为 博士 事实 甲生 年 二十余 帝 爱 其 慈伯 一岁 中 超千至太中大夫 甲生 请改征朔 一幅色 定观明 星里 乐 以立汉制 耕琴法 第千让 为皇也 二年 东十月 屈逆县侯 陈平鸿 赵列侯 各支国 为力及赵 所执者 遣太子 十一月 以害 周伯 赴为丞相 鬼卯会 日有十支 赵 群臣 西斯 镇之过失 及 知见 之所不及 盖 以 起 告 镇 即举 贤良 方丈 能 直言 即 见 者 以 匡 镇之 不 代 时任 物省 姚费 以便民 罢魏将军 太仆 见 马 鱼财族 于皆以己 转至 映音侯记 假山 上书 言治乱之道 曰 陈文 雷霆之所 击 无不 摧折者 万 君之所 压 无不 弥灭者 今仁主之威 飞特 雷霆也 势众 飞特 万 君也 开道 而求见 何颜 色 而受之 用其言 而显 其身 是 有恐惧 而不敢 自尽 又 况 于 纵欲 自曝 勿闻 其 过乎 震之 以 威 压之 以 重 虽有 遥顺之 智 梦 奔之 勇 其有 不 摧折 者 哉 如此 则人 主 不得 闻其 过 社稷 威 矣 西者 周盖 千八百 国 以九州 之民 养千八百 国之君 君有 余才 民有 余力 而 颂 生 作 秦皇帝 以千 八百 国之 民 自养 利 脾 不能 生 其 意 才 尽 不能 生 其 求 一君 之 身 而 所自 养者 持 逞 一列 之 于 天下 福能 功也 秦皇帝 既其功德 多其 厚四 世事 无穷 然 身 死 才 数月 而 天下 四面 而 功之 宗庙 灭绝 已 秦皇帝 居 灭绝 之中 而不自知者 何也 天下 莫敢 告也 其 所以 莫敢 告者 何也 无 养老之 义 无 腐弼之 臣 退 诽谤之 人 杀 执 贱之 士 誓 以 道 鱼 偷 和 苟 容 彼其 德 则 咸 于 瑶 顺 其功 则 咸 于 汤 武 天下 以 愧 而莫 知 告也 今 陛下 使天下 举贤良 方正 之事 天下 解 心心 言 远 将行 遥顺 之道 三王 之 功 以 天下 之事 莫不 精白 以 成 修德 今 方正 之事 皆在 朝 庭 以 又 选其 贤者 视为 常 士 诸 力 于 之 持 驱 涉 一日 再 三出 臣 恐 朝廷之 谢 持 百官之 堕于 事 也 陛下 即位 亲自 免 以后 天下 节 用 爱民 平欲 缓 行 天下 莫不 悦 喜 臣 闻 山东 立 不 照 令 民 虽 老雷 龙 及 扶 帐 而 往 听 之 愿 少 虚 于 无 死 思 敬 得 化 之 成也 尽功业方舊 明文方昭 四方向风而从 豪郡之臣 方正之事 只与之日日涉猎 鸡兔伐湖 以商大业绝天下之望 臣妾道之 古者大臣不得欲艳游 使皆物其风而高其节 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尽心已称大礼 服事 修之于家 而坏之于天子之庭 臣妾敏之 陛下与众臣燕游 与大臣方正朝廷论 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 由不施乐 朝不施礼 鬼事之大者也 尚加纳其言 尚美朝 郎从官尚书书 未尝不执念受其言 言不可用智之 言可用采之 未尝不称善 帝从坝陵上与西池下郡板 中郎将袁岸齐 并车揽配 上曰 将军窃曰 岸曰 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圣主不成威不侥幸 仅陛下乘六飞池下郡山 有如马经车败 陛下纵自清 乃高妙太后和 尚乃旨 尚所姓慎夫人 在尽中 常与皇后同席坐 即坐狼鼠 原岸隐阙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 不肯坐 尚义怒 其入尽中 岸阴前睡曰 臣闻尊卑有序 则上下和 尽陛下既已立后 慎夫人乃妾 妾主 岂可与同坐哉 且陛下兴志 及后赐之 陛下 陛下所以为慎夫人 是所以获之也 陛下独不见人 知乎 于是上乃月 赵遇慎夫人 慎夫人 赐岸金五十金 甲义睡上约 管子约 苍领时而知礼节 医时足而知荣辱 民不足而可智者 自古及今 未知常闻 古之人曰 亦夫不耕 祸寿之机 亦女不知 祸寿之寒 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 则物力必躯 古之至天下 至先至息 故其蓄姬足事 谨备本而驱没者甚重 是天下之大残也 银齿之俗 日日已长 是天下之大贼也 残贼功行 莫之祸止 大命将逢 莫之震救 生之者甚少 而弥之者甚多 天下财产何得不绝 汉之为汉 即四十年已 公私之机 有可哀痛 失时不予 民且狼固 遂恶不入 请卖绝子 既闻而矣 安有为天下殿威者 弱势 而尚不经者 世之有鸡嚷 天之行也 与汤背之矣 即不幸 有方二三千里之汉 国湖以相续 促然边境有极 数十百万之众 国湖以溃之 兵汉相成 天下大驱 由勇力者 聚徒而横击 皮肤雷老 义子咬其骨 正至未必通也 远方之能见你者 并举而争其矣 乃害而图治 其将有吉乎 福基住者 天下之大命也 苟速多而才有余 何为而不成 以功则取 以守则固 以战则胜 怀敌复远 何招而不治 仅屈民而归之浓 皆著于本 使天下各时其力 莫记由时之民 转而远南母 则蓄姬足而 仍乐其所以 可以为父安天下 可以为父安天下 而直为此临临也 切为陛下息之 上感一言 春正月丁骇 召开极田 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 三月 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 赵先立赵幽王 少子碧墙为何坚王 朱须侯张为成阳王 东木侯兴居为吉北王 然后立皇子武为代王 参为太原王 吉为梁王 五月 赵曰 古之治天下 朝有尽善之经 诽谤之墓 所以统治道而来见者也 仅罚有诽谤妖言之罪 事使众臣不敢尽情 而上吴游文过失也 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 其除之 九月 赵曰 农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事已生也 而民或不误本而事莫 故生不遂 朕忧其然 故今资亲率群臣农已劝之 其赐天下民 今年田租之伴 燕镜王则轰 资质通鉴卷第十四 汉记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 前三年 十月丁有会 日有十支 十一月丁卯会 日有十支 赵曰 前浅列侯之国 获辞卫行 丞相赈之所重 其位赈率列侯之国 十二月 免丞相博 遣旧国 以害 以太尉冠英为丞相 罢太尉冠属成相 下四月 郑阳阳景王张轰 出 赵王敖献美人于高祖 德性有身 即贯高事发 美人亦坐戏和内 美人母帝赵监 因碧阳侯沈义姬引吕厚 吕厚度浮肯白 美人亦生子 惠及自杀 历奉其子亦上 上回 明知曰常 令吕厚母知 而葬其母真定 后封常为淮南王 淮南王早师母 常妇吕厚 故孝慧吕厚时得无患 而常心愿碧阳侯 以为不抢争之于吕厚 使其母恨而死也 即帝即位 淮南王自已最亲 交简 朔不奉法 上常宽甲之 适岁入巢 从上入院幼烈与上同车 常为上大凶 枉有财力 能扛顶 乃枉见碧阳侯 自绣铁锤锤碧阳侯 领从者未尽景之 持走雀下 肉坦谢罪 帝伤其至未亲 故设福至 当事时 伯太后及太子诸大臣 接诞淮南王 淮南王以此归国一交字 出入称景碧 称智拟于天子 圆岸渐阅 诸侯太交必生患 上不听 五月 匈奴幼贤王 入居河南地 亲到上郡 宝塞蛮夷 杀掠人民 上姓甘权 遣丞相冠英 罚车记八万五千 一高奴 及幼贤王 罚中卫裁官 主卫将军 郡长安 幼贤王走出赛 上自甘权之高奴 阴姓太元 简固群臣 皆赐之 赴晋阳中都民三岁租 留犹太元十余日 初 大臣之诸诸吕也 诸须侯宫犹大 大臣许 尽以赵地望诸须侯 尽以梁帝望东墓侯 即帝立 闻诸须东墓之出玉立齐王 故处齐宫 即望诸子 乃歌齐二郡已望之 兴居自以施职夺宫 颇样样 闻帝姓太元 已为天子且自积湖 遂发兵返 帝闻之 罢丞相及行兵 皆归长安 以吉普侯柴武为大将军 将四将军 十万众击之 其侯曾贺为将军 军行阳 秋七月 尚自太元至长安 照 吉北立民 兵位至 先自定 即以君诚意详者 皆设之 赴官决 与王兴居去来者 设之 八月 吉北王兴居兵败自杀 初 南阳张士之 为祭郎 十年不得掉 欲免归 圆岗知其贤而见之 为业者仆业 士之从行 登虎卷 上问上林位 诸秦寿部 时余问 位左右侍 尽不能对 虎卷色夫 从旁带位对 尚所问 秦寿部 甚兮 欲以观其能 口对 响应 无穷者 帝曰 历不当 弱势 也 为无赖 乃照 士之 拜色夫 为上林令 士之 久之 前曰 陛下 以将侯 周伯 何如人也 尚曰 长者也 又妇问 东阳侯张相如 何如人也 尚妇曰 长者 士之曰 福将侯东阳侯 称为长者 此两人 言士 怎不能出口 其 孝子色夫 叠叠 利口 劫 己 哉 且 秦 以任 刀笔之力 争以 吉吉 科查 相高 其 必 图文 聚而 无实 不 闻其 过 灵 池 至于 土 崩 今陛下 以色夫 口辩而 超千智 陈恐 天下 随风 而米 争为 口辩 而无其时 福下之 画上 急于影响 举措 不可 不神也 帝曰 善 乃不败色夫 上旧车 照世之参胜 徐行 问世之 秦之弊 据以 致言 至宫 上拜 世之 为 宫车令 请知 太子与梁王 供车入朝 不下 司马门 于是 世之 追止太子梁王 无得入 殿门 遂和 不下 宫门 不静 请奏之 伯太后 闻之 帝免官 写叫 儿子不紧 伯太后 乃时时 承照 社太子梁王 然后得入 帝游士 其事之 拜为 中大夫 请之 至中郎将 从行 至霸凌 上位 群臣 曰 接户 以北山石为果 上行出 上行出中卫桥 上行出中卫桥 有一人从桥下走 胜于马经 于是史记补之 主庭尔尔 主庭尔尔 士之奏当 此人 范碧 当罚金 上怒曰 此人 亲精无马 马赖何柔 令他马 故不败伤我乎 而庭尔尔 乃当之罚金 士之曰 法者 天下公共也 今法如是 耕种之 是法不信于民也 且方其时 尚时使诸之则已 今已下庭尉 庭尉 天下之平也 一清 天下用法 皆为之轻重 民安所措及手足 为陛下查之 上梁九曰 庭尉当 士也 其后人有到高庙 坐前御环 得 地怒 下庭尉至 士之案 到宗庙 服御物者 为奏当弃士 上大怒曰 人无道 乃道先帝气 无主庭尉者 欲智之足 而均以法奏之 非无所以 功成宗庙一也 士之免官顿手谢约 法如是足也 且罪等 然以逆顺为差 今到宗庙契而足之 有如万分一 假令于民 取长陵一剖土 陛下 陛下 且何以加其法乎 帝乃白太后 许之 四年 东十二月 颖阴一侯 冠英红 春 正月甲午 以御史大夫 杨武张苍为长相 苍号书 博文 游岁绿丽 上赵 河东守 祭部 欲以为 御史大夫 有言其勇 十九 难尽者 至 留底一月 建霸 祭部 因尽曰 臣无功 窃宠 戴罪 河东 陛下 无故 赵臣 此人 必有 以臣 欺 陛下者 今臣至 无所受事 罢去 此人 必有 毁臣者 扶陛下 以一人之欲 而照臣 以一人之毁 而去臣 臣恐 天下有 十文 至 有以 魁陛下之 浅身也 上 默然 谈 梁九 曰 河东 五谷 公郡 古特 赵君儿 上义 以假义 任 公卿 之位 大臣 多短 之曰 洛阳之人 年少 初学 专欲 善权 纷乱 诸事 于是天子 厚义 疏之 不用其意 以为 长沙王 太傅 将侯 周伯 祭 救国 美 河东 守卫 行 献 至 将 伯 自为孔诸 长披甲 令家人持兵已 建之 其后人有上书告伯欲返 下廷尉 廷尉 代补伯 智之 伯孔 不知智辞 力烧亲辱之 伯以千金与玉利 力乃书独背 世之 以公主 以公主为正 公主者 帝女也 伯太子 胜之 上之 伯太后 亦以为伯 无反事 帝朝太后 太后以 茂婿提帝 曰 将侯使诸 诸旅 晚皇帝 喜 降兵于北军 不宜此时返 仅居一小县 故欲返耶 帝既见 将侯遇词 乃谢曰 立方宴而出之 于是时时迟节 赦将侯 赴决意 将侯既出 曰 无常将百万军 仍安之 玉利之 贵乎 作顾成庙 五年 春二月 地震 初 秦用半两钱 高祖贤其重 难用 更注夹钱 于是物价腾永 米智 淡万钱 下四月 更造四珠钱 除 道注钱令 使民得自注 假意 鉴阅 法使天下 功德 故租 注同西 为钱 敢 杂以 千铁 为他 巧者 其 罪情 然 注钱之 情 非 小杂 为巧 则 不可得 赢 而 小之 甚 威 为力 甚 厚 福 事有 赵 获 而 罚有 其 奸 今令 信民 人操造弊 之事 各 引 秉 而 著作 因 欲 尽其 厚力 威 艰 虽 情 罪 日报 其事 不止 乃者 民人 抵罪 多者 一线 白 鼠 即 力 之 所 宜 旁 吃 奔走者 慎重 福 玄 法 以 幼民 使 入 陷阱 俗多于此 有民用钱 俊献不同 或用清钱 百家若干 或用重钱 平昌不寿 法钱不利 利己而依之乎 则大为凡科而力不能生 纵而福呵乎 则誓似意用钱文大乱 苟非其数何相而可哉 金农事弃捐而彩同者日凡 使其垒 仕其垒 也容吹探 兼钱日多 五谷不为多 善人处而为奸邪 愿民献而知行路 行路将甚不详 奈何而呼 国之患死 利益必约尽之 尽之不得其数 其伤必大 令尽筑钱 则钱必重 重则其利深 道注如云而起 弃事之罪 有不足以尽矣 金朔不胜 而法尽朔愧 同使之然也 同步于天下 其为祸博矣 故不如收之 假山一上书鉴以为 钱者无用弃也 而可以亦富贵 富贵者 人主之操柄也 令民为之 是与人主共操柄 不可可掌也 上不听 事实 太中大夫 邓通方宠幸 上欲其负 赐之属 沿道同山 使筑钱 吴王必 有豫章同山 招致天下 亡命者 已筑钱 东主海水 为盐 已故 吴父 而国用饶足 于是吴邓钱 不天下 初 帝分代为二国 李皇子武为代王 滩为太原王 逝岁 喜代王武为淮阳王 以太原王滩为代王 尽得故地 六年冬十月 桃李花 淮南 立王常 自作法令 行于其国 逐汉所致立 请自制 相二千诞 第 屈易从之 有善行杀不孤 及绝人至 关内侯 朔尚书 不逊顺 第 众自 怯则之 乃令伯昭语书 访玉之 引管菜 及代请王 及北王兴居 以为警戒 王不悦 领大夫旦 事务开张等七十人 与吉普侯柴武太子齐 谋以碾车四十胜 返谷口 令人使敏悦匈奴 事决 有思智之 时使赵淮南王 王至长安 常向张仓 点刻房境 行御史大夫事 与宗正庭位奏 常罪当弃事 至曰 其社长死罪 其社长死罪 废物王 习除蜀郡 严道穷游 尽诸所欲谋者 在常以资车 令献 以赐赚之 袁岸 袁岸 建曰 赏速教淮南王 服慰至严妇相 已故至此 淮南王为人刚 今报催折之 臣恐促逢误禄病死 陛下有沙地之名 奈何 上曰 吾特苦之耳 今复之 淮南王果奋会不识死 现传至雍 雍令发封 以死闻 上哭甚悲 为袁岸曰 吾不听公言 祖王淮南王 今为奈何 昂曰 独斩丞相御史 以谢天下乃可 上吉令丞相御史 待考诸县 转送淮南王 不发封 愧逝者 解弃士 以列侯葬淮南王于庸 至首种三十户 匈奴禅于 为汉书曰 前十 皇帝言何亲事 称书义 何欢 汉边立亲武又贤王 又贤王不请 听后一卢侯难之等计 与汉立相聚 举二主之约 离兄弟之亲 顾法又贤王 故法又贤王 使之兮求月之积之 以天之福立足粮 马立强 以一灭月之 进斩杀 降下定之 楼兽 楼兰乌孙 乌孙 呼阶 及其旁二十六国 皆已为匈奴 主引公之民并为一家 北周已定 愿寝兵 修士族 养马 除前事 复顾约 以安边民 皇帝 即不欲匈奴尽赛 则且照利民远赦 第报书曰 禅于欲除前事 复顾约 朕甚加之 此古圣王之志也 汉语匈奴 约为兄弟 所以为禅于甚后 被约离兄弟之亲者 常在匈奴 然幼贤王氏 已在赦前 禅于勿身诛 禅于若趁书役 明告朱利 使吾赴约 有信 竟如禅于书 后请之 莫读死 子姬遇立 好曰老上禅于 老上禅于出力 第父前宗氏女翁主 为禅于阎之 使患者阎人中行月赴翁主 月不欲行 汉强使之 月曰 必我也为患患者 中行月约 中行月纪志 因祥禅于 禅于 审亲性之 初 匈奴浩瀚 赃序实物 中行月曰 匈奴人重 不能当汉之 遗既 人所以强者 以一时亿 无养于汉也 今禅于辩俩 好汉物 汉物不过十二 则匈奴尽归于汉矣 其得汉增序 以持草集中 医库皆劣弊 以事不如 沾求之完善也 得汉食物皆去之 以事不如 洞涝之便美也 于是 月教禅于 左右书记 以既克其人重序目 其为汉书读及印封 皆令长大 聚傲其词 自称 天地所生 日月所至 匈奴大禅于 汉史获子孝匈奴俗 无礼义者 中行月 则穷汉史曰 匈奴约束静 义行 君臣俭可久 义国之政 有义体也 故匈奴虽乱 必立宗种 今中国 虽云有礼义 及亲属义书 则相杀夺 以致异性 皆从此类也 皆 土世之人 故无多词 谍谍谍沾沾 故汉所书匈奴 曾絮米涅 令其量中 比善美而已已 何以言为乎 且所己 被善则已 不被苦恶 则后秋熟 以既持柔而 驾瑟而 梁太傅 甲义上书 曰 臣妾为今之世事 可谓痛哭者 一 可谓流涕者 二 可谓常态息者 六 若其他背离而伤道者 难便以书举 禁言者皆曰 天下一安 以治矣 臣独以为谓也 于安且治者 非于则愚 皆非事实之治乱之体者也 福报火错之机心之下 而寝其上 火未即燃 因为之安 方今之事 何以亦此 陛下何不依令臣 得属属之于前 因臣治安之策 是降则焰 施为智 劳智律 苦身体 罚中古之乐 勿为可也 乐与金童 而家之诸侯鬼道 兵格不动 匈奴宾斧 百姓素朴 生为明帝 莫为明神 名誉之美 垂于无穷 使顾常之庙 称为太宗 上佩太祖 与汉无极 历经尘寂 为万事法 虽有余幼不孝之嗣 由得蒙业而安 以陛下之明达 因使少之智体者 得左下风 至此非难也 福树国固必相宜之事 下朔辈其秧 上朔爽其忧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亲帝 谋为东帝 亲兄之子 西相而机 今无又见告矣 天子春秋鼎盛 行义未过 得则有佳焰 由上如是 狂莫大诸侯 全力且实词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 大国之王 又若未壮 汉之所致富相 方卧其事 数年之后 诸侯之王 大抵接惯 血气方刚 汉之富相 仓病而刺罢 彼自肠胃以上 便至私人 如此 有意淮南 极北之为耶 此时而欲为至安 虽遥顺不至 皇帝曰 日中必位 操刀必歌 今令此道顺 而全安慎意 不肯早为 以乃剁骨肉之鼠 而抗颈之 其有意 勤之济世乎 其意性 富强而动者 汉以性 而胜之矣 有不义 其所以然 同性 习世纪而动 既有争矣 其事 尽有富然 殃祸之便 为之所宜 明帝处之 尚不能以安 后世 将如之和 臣切记前世 大抵强者先返 长沙乃 二万五千户而 功少而最完 誓书而最终 非读性亦人也 以行事然也 能令 凡立将冠 举数十成而望 今虽以残亡可也 令信月之轮 列为彻侯而居 随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 欲诸王之皆忠父 则莫若令如长沙王 欲臣子物租海 则莫若令如梵力等 欲天下之至安 莫若重见诸侯而少其力 历少则亦时已亦 国小则无邪心 令海内之事 如身之始弊 弊之始止 莫不至同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 福凑并尽 而归命天子 割地定制 令其诏处各为若干国 使道会王 幽王元王之子孙 必以赐各受组织分地 递进而止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 建议为国 空而治之 须其子孙生者 局始君之 一寸之地 一人之众 天子无所利焉 常以定制而已 如此则卧赤子 天下之上而安 执一父朝尾囚 而天下不乱 当时大智 后世颂圣 陛下水淡 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 方并大肿 一径之大 姬如妖 一指之大 姬如骨 平居不可屈身 一二指处 身虑无聊 诗今不至 必为顾及 吼虽有贬 却不能为矣 并非图种也 又苦直立 元王之子 帝之从帝也 金之王者 从帝之子也 惠王之子 亲兄子也 金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 亲者或无分地 以安天下 书者或至大权 宜逼天子 陈故曰 非图并种也 又苦直立 可痛哭者 此并是也 天下之势方道悬 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 何也 上也 满遗者 天下之族 何也 下也 今匈奴 慢舞侵略 智不敬也 而汉 遂至 今绪 采增 以奉之 祖返居上 守顾居下 道悬如此 莫知能解 由为国有人乎 可谓流涕者 此也 今不列猛敌 而列田智 不勃反寇 而勃叙吐 玩戏鱼 而不图大患 得可远家 而知数百里外 威令不胜 可谓流涕者 此也 今树人 无必得为地福 昌幽下见 得为后事 且地之身 自意造体 而富民墙屋 披文秀 天子之后 以缘其领 树人聂窃 以缘其履 此臣所谓传也 福百人坐之 不能亦亦人 与天下无寒 亦可得也 亦人耕之 食人聚而食之 亦天下无鸡 不可得也 饥寒 妾于民之鸡肤 亦其无为奸邪 不可得也 可谓常态息者 此也 商君 以礼意 弃人恩 并心于进取 行之二岁 勤俗日拜 故秦人 家父子状 则出分 家贫子状 则出赘 借父幽除 律有得色 母取鸡肘 利而碎语 抱不其子 与功并聚 父姑不相悦 则反唇而相机 其此子势力 不同秦寿者 无疾而 今其疑风于俗 由尚未改 弃礼意 捐连耻日慎 可谓悦意 而遂不同矣 逐利不耳 律非故行也 今其慎者 杀父兄矣 而大臣 特以博书不报 七会之间 以为大故 至于俗流失 世坏败 因田而不知怪 律不动于耳目 以为是释然耳 福一风一俗 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类非俗利之所能为也 俗利之所物 在于刀笔 匡切 而不知大体 陛下又不自由 切为陛下息之 其如今定精致 令君君臣臣 上下有差 父子六亲 各得其宜 此夜一定 世事长安 而后 有所持寻矣 若福精致不定 是由渡江河 无为己 中流而遇风波 传必复矣 可谓常太息者 此也 夏阴周 为天子 结束时世 秦为天子 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缘也 和三代之君 有道之长 而秦 无道之报也 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 太子乃生 故举以礼 有思其速端免 见之难交 过阙则下 过庙则驱 故自为赤子 而教故以行矣 还提有识 三公三少 明孝人礼役 以道习之 逐去邪人 不使见恶行 于是揭选 天下之端士 孝替博文 有道数者 以畏义之 使与太子 居处出入 古太子 乃生而见正事 闻正言 行正道 左右前后 皆正人也 服习与正人 居之 不能无正 有生长于其 不能不其言也 习与不正人 居之 不能无不正 有生长于储之地 不能不储言也 孔子曰 少成若天性 习惯如自然 习与智长 故窃而不愧 话与心成 故忠道若幸 福三代之所以 长久者 以其 辅议太子 有此句也 及秦 而不然 使赵高 赴胡亥 而教之欲 所习者 非斩义人 则疑人之 三足也 胡亥 今日即位 而明日 赦人 中见者 为之 诽谤 身计者 为之 妖言 其是杀人 若爱草 坚然 其为 胡亥之性 恶灾 必其 所以导之者 非其礼 故也 必 验曰 前车 赴 后车 戒 秦 是 之 所以 急绝者 其 折迹 可 见也 然而不必 是 后车 又将 赴也 天下之命 玄于太子 太子之善 在于早 欲教 于玄 左右 福 心未烂 而先欲教 则化 一成 也 开于 道数 至义 之指 则 教 之力 也 若其 福习 机冠 则 左右 而已 福胡悦之人 生而同生 事欲 不易 及其 长而成俗 累 数 亦 而不能 相通 有 虽死 而不 相 为者 则 教 习然 也 臣 故曰 选 左右 早 欲教 最极 福 教 得 而 左右 正 则 太子 正 以 太子 正 而 天下 定 以 书 曰 一人 有 庆 赵 民 赖 之 此 食物 也 凡人 之 智 能 见 已 然 不能 见 将 然 福 礼者 近于 将 然 之前 而 法者 近于 已 然 之后 事故 法之 所为 用 亦 见 而 礼 之 所为 生 难 之 也 若福 庆赏 以劝善 行法 以承恶 先王 执此之正 坚如金石 行此之令 信如四十 据此之功 无私如天地 岂顾 不用哉 然而 曰 礼云 礼云者 鬼 绝恶于 未盟 而 岂 教于 微 秒 使民日 千善 远 罪 而 不自 之也 孔子 曰 听 诵 无由 人 也 必 也 使 无 诵 乎 为 人 主 记者 莫如 先审 取舍 取舍 之 即定于内 而安危之盟 应于外 以 秦王之 欲尊 宗庙 而安 子孙 与汤武 同 然而汤武 广大 及德行 六七百岁 而服施 秦王 至天下 十余岁 则大败 此无他 故矣 汤武之 定取舍 神 而秦王之 定取舍 不神 以 福天下 大弃也 尽人之智气 智诸 安处则安 智诸 微处则 微 天下之情 与 气 无以异 在天子之 所 智之 汤武 智天下 于 仁 义 礼乐 雷 子孙 数十 事 此 天下 所 共闻也 秦王 秦王 智天下 于法令 刑法 获及及身 子孙 朱厥 此天下 之所 共建也 是非其 名孝 大宴也 人之言 听言之道 必以 其事 观之 则言者 莫敢妄言 今或言 礼意之 不如法令 教化之 不如行法 人主 胡不隐 殷州 秦氏 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 辟如唐 群臣如碧 众树如地 故 避九级上 连远地 则唐高 避无级 连禁地 则唐碧 高者南攀 碧者一灵 理事然也 故古者 圣王 至为等列 内有 公卿 大夫 是 外有 公侯 伯子 男 然后 有 官师 小利 严及 庶人 等及 分明 而天子 加焉 故其 尊 不可 及也 李燕 曰 玉头 鼠 而 忌气 此 善欲也 鼠 尽于 气 上 但 不投 恐 伤其 气 况 于 贵臣 之 尽 主 呼 连 此 竭里 已至 君子 故 有 赐死 而无 鹿辱 是 以 情 义 之 罪 不及 大夫 以其 离 主 上 不 远 也 离 不敢 持君之 鹿马 就其 除者 有 罚 所以 为主 上 欲 远 不 敬 也 今 自 王侯 三公 之 贵 皆 天子 之所 改容 而 离 之 也 故 天子 之 所谓 伯 伯 救 也 而 令 与 众 童 秦 一 坤 月 吃马 气势 之法 然 则 堂 不 无 必 忽 北 路 辱者 不 太 破 忽 廉耻 不行 大臣 无奈 握重拳 大观 而有 图利 无耻 之 心忽 福 妄 仪 之 事 二 事 见 当 以 重 法者 投鼠 而不 忌 气 之 习也 臣 闻之 履虽先 不加于枕 观 虽必 不以拘履 福常以在贵宠之位 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 利民尝福福以敬畏之矣 今儿有过 地令废之可也 退之可也 赐之死可也 灭之可也 若福束缚之 细谢之 殊之私扣 编之图观 私扣小利 利骂而旁吃之 带 带 所以 令 众数 鉴也 福 卑 贱者 习之 尊贵者 之一旦 无意 乃可以 加此 也 非 所以 尊尊 贵贵之 话 也 古 者 大臣 有 做不怜 而费者 不畏 不怜 约 福 贵 不是 做 污 会 淫乱 男女 无别 者 不 约 污 惠 为伯 不修 做疲软 不生 任者 不畏 疲软 约 下官 不直 故 贵大臣 定有其 罪意 由畏 赤然 正义 呼之 也 上 迁就 而 为之 惠也 故 其在 大浅 大和之 欲 者 闻 浅 和 则 白 关 毛 鹰 盘 水 加 箭 造 请 事 而 请 罪 尔 尚不 执 付 吸 饮 而 行 也 其 有 中 罪者 闻命 而自持 尚不 使人 警力 而加 也 其 有 大罪者 闻命 则 北面 再败 贵 而自裁 尚不 使人 夺 亿 而 行 之 也 约 子大夫 自有 过耳 无欲子 有礼 欲之 有礼 故群臣 自喜 应以 廉耻 故人 今 结形 上涉 廉耻 礼 以 欲其 臣 而臣 不以 结形 抱其 上者 则非 人类 也 故 化成 俗定 则为 仁臣 者 解 故 行 而 望 利 首吉 而 服役 故 可以 托 不欲 之权 可以 记六 尺 之 孤 此 力 廉耻 行 礼 之 所 致也 主 上 和 丧 焉 此之 不为 而 故 彼之 久 行 故 岳 可 为 常 太 息 者 此 也 亦 以 降 侯 前 戴 戏 玉 俗 五 事 故 以此 激上 上 身 那 其 言 养 臣 下 有 劫 事后 大臣 有 罪 劫 自 杀 不 受 行 七 七年 东 十 月 领 列 侯 太夫人 夫人 诸侯 王子 吉利 二千 担 吴德 善 征 补 下 四月 涉 天下 六月 鬼友 为 阳 公 冬 雀 福 思 哉 民友歌 淮南王者曰 一尺步尚可逢 一斗宿尚可冲 兄弟二人不相容 帝文而病之 八年 下 封淮南立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 假意之上必将父望之也 上书建曰 淮南王之悖逆无道 天下孰不知其罪 陛下 幸而赦迁之 自疾而死 天下 孰以 亡死之不当 今奉 尊 罪人之子 是 足以 富邦于 天下 而 此人 少壮 岂能忘 其 取国待主 发奋 快智 严守 以充 仇人之凶 故为拒敏而已 淮南虽小 情不常用之矣 汉存 特性耳 福善仇人 足以 威汉之姿 于策不便 语之重 积之财 此非有 子须白宫 抱于广都之中 即已有 专诸荆轲 起于 两柱之间 所谓 假贼兵 为虎 义者也 愿陛下 少留记 尚福厅 有常兴 出于东方 九年 春 大旱 十年 东 尚行性 甘全 将军 勃招 沙汉使者 地不忍 家诛 使公卿 从之饮酒 御令 自饮分 朝不肯 使群臣 丧辅网 哭之 乃自杀 臣光曰 李德玉以为 汉文帝诸伯昭 断则明已 于义则未安也 秦康宋 晋文 行如存 行如存之感 旷 太后尚存 为一地 薄招 断之不宜 匪 所以为 母事之心也 禅群 禅羽以为 法者 天下之功器 为 善持 法者 亲疏 如一 无所 不行 则人 莫敢 有所 事而 犯 之也 福 伯昭 虽 素称 长者 文帝 不畏 至 贤 师父 而 用之 点兵 交 而 犯 上 至于 杀 汉使者 非 有 事 而 然 乎 若又 从而 设置 则与 尘埃之 是 何亦 在 魏文帝 常称 汉文帝 之美 而不取 其杀 薄招 约 旧后之家 但当 养育 以恩 而不当 假借 以权 既处 罪法 又不得 不害 姬文帝 之时 不 防 贤 昭 也 思言 得 之 以 然 则 遇 为母 新者 将 慎之 于 使乎 资质通 建 卷 第十五 汉记 期 太宗 孝文 皇帝 下 前 十一年 东 十一 月 上 行 姓 代 春 正月 自 代 环 下 下 六 月 梁怀 王 吉 轰 吴子 甲义 赴上书 曰 陛下 即不定制 如今之事 不过一传 再传 诸侯 中文 诸侯 人 字 而不 智 好 子 而大 强 汉法 不得 行 以 陛下所以为藩汉及皇太子之所侍者 为淮阳戴二国尔 戴北边匈奴与强敌为林 能自完则足矣 而淮阳之彼大诸侯 仅如黑子之灼面 是足以尔大国 而不足以有所禁欲 方今治在陛下 治国而令子是足以为尔 岂可谓公哉 臣之于记愿举淮南地以一淮阳 而为梁王立后 戈淮阳北边二三列城 与东郡以一梁 不可者可喜代王而督虽阳 梁起于新七而北柱之河 怀阳包尘而难见之将 则大诸侯之由一心者破胆而不敢谋 梁足以汉齐诏 怀阳足以尽无处 陛下高枕中无山东之忧矣 此二世之力也 当今天然 事欲诸侯之接哨 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 福勤日夜苦心劳力已除六国之祸 谨陛下 谨陛下立至天下 已止如意 高拱已成六国之祸 难以言之 苟身无事 蓄乱 素祸 熟事而不定 万年之后 传之老母弱子 将始不宁 不可谓人 帝于是同一季 洗淮阳王五为梁王 北戒泰山 西至高阳 得大县四十余城 后岁于 甲义一死 死时年三十三矣 洗成阳王洗为淮南王 匈奴扣狄道 时匈奴硕为编幻 太子嘉令 颖川朝措上演兵士曰 兵法曰 有必胜之将 无必胜之民 由此官知 安边境立功名 在于良将 不可不择也 陈又闻 用兵临战 和任之己者三 一约得地形 二约足伏习 三约弃用力 兵法 步兵车骑 勾弩长脊 毛艇剑盾之地 各有所移 不得其移者 或实不当一 事不选炼 足不伏习 起居不惊 动静不及 趋力伏及 避难不必 前击后解 与筋骨之指相失 此步席乐族之过也 百步当时 兵不顽利 与空手同 甲不歼密 与坦息同 弩不可以及远 与短兵同 舍不能重 与无始同 重不能入 与无足同 此将不省兵之祸也 五不当一 故兵法曰 器械不利 以其足与敌也 足不可用 以其将与敌也 将不支兵 以其主与敌也 君不择将 以其国与敌也 四者兵之制药也 陈又闻 小大义行 强弱义势 显义义备 福悲身义势强 小国之行也 何小义攻大 敌国之行也 以蛮夷攻蛮夷 中国之行也 谨匈奴 帝行纪义 与中国义 上下山板 出入西见 中国之马 服于也 显道清泽 且持且舍 中国之计 服于也 风雨疲劳 饥可不困 中国之人 服于也 此匈奴之 长计也 若服平原异地 轻车突计 则匈奴之众 亦挠乱也 敬奴长计 设书极远 则匈奴之功 福能阁也 肩甲利刃 长短相杂 游奴往来 十五拒前 则匈奴之兵 服能当也 财官邹发 使道同地 则匈奴之隔四 木剑 服能知也 下马地斗 剑己相接 去旧相搏 则匈奴之族 服能己也 此中国之长计也 以此官之 匈奴之长计三 中国之长计五 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 以诸数万之匈奴 众寡之计 以依基石之数也 虽然 兵 凶器 战 威士也 故 以大为小 以强为弱 在抚养之间而 抚以人之死争胜 低而不振 则悔之无极也 帝王之道 出于万全 今降 胡 一渠 蛮夷之鼠 来归异者 其重数千 饮食尝 长计与匈奴同 赐之兼甲 续衣 进攻历史 亦以边郡之良计 令名将 能知其习俗 何即其心者 以陛下之名 约将之 即有贤祖 以此当之 平地通道 则以轻车 财官制之 两军相为表礼 各用其长计 行家之以重 此万全之数也 帝家之 赐错书 宠达言 错诱上言曰 陈文秦起兵 而攻胡悦者 非以为边地 而救民死也 贪力而欲广大也 故攻卫力 而天下乱 且扶起兵 而不知其事 战则为人秦 屯则足击死 福湖墨之人 其性奈寒 阳月之人 其性奈蜀 秦之数族 不奈其水土 数者死于边 输者奋于道 秦民渐行 如网弃逝 因已折发之 明曰折树 先发力 有折疾 坠续古人 后已常有 适疾者 又后已大父母 父母常有 适疾者 后入履 取其所 发之不顺 行者奋愿 有万死之害 而无诸粮之报 死事之后 不得一算之父 天下明知 获烈极极也 陈胜行术 置于大则 为天下先唱 天下从之如流水者 勤以微节而行之之弊也 胡人 胡人一时之夜 不着于地 其事亦已扰乱边境 往来转喜时至时去 此胡人之生夜 而中国之所以离南母也 仅胡人朔转目 行列于赛下 以后备赛之足 足少则入 陛下不救 则边民绝望 而有降敌之心 救之 少发则不足 多发 远献才智 则胡又已去 聚而不霸 为费甚大 霸之 则胡复入 如此连年 则中国贫苦 而民不安宜 陛下性忧边境 浅降力 发足以智赛 甚大会也 然今远方之足首赛 一岁而更 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选常居者 家事田作 且以备之 以便为之高成深欠 要害之处通川之道 调力成意 无下千家 先为士污 俱田器 乃牧民免罪 败绝 付其家 与东下医 领时 能自己而止 塞下之民 陆立不厚 不可使久居 危难之地 胡人入区 而能指其所区者 以其伴语之 现观为熟 其民如是 其民如是 则一礼相救助 父胡不必死 非以德上也 欲权亲戚而立其财也 此与东方之数族 不习地势 而心为胡者 功乡万也 以陛下之时 喜民时鞭 使远方无屯树之势 塞下之民 父子相保 无戏鲁之患 利益厚世 名称圣明 其与秦之行愿民 相去远矣 上从其言 牧民喜塞下 所复言 陛下 请牧民 喜以实塞下 使屯树之势 一省 书江之费 一寡 慎大会也 下力成能 成后会 奉明法 存续所喜之老弱 善于其壮士 何及其心 而勿钦克 使先智者 安乐而不思故乡 则贫民乡目 而劝亡矣 陈文 古之喜民者 向其阴阳之河 尝其水泉之味 然后 盈益 立成 治理 割宅 先为 驻世家 置器物焉 民智 有所居 坐有所用 此民 所以 轻去故乡 而劝之心意 也 未至 医乌 已救疾病 已修祭祀 男女有婚 生死相续 坟墓相从 众树续掌 事无完安 此所以使民 乐其处 而有 常居之心 也 陈又文 古之志边线 已被敌也 使武家为武 武有掌 十掌一理 理有假事 四理一连 连有 甲五百 十连一役 亦有 甲猴 皆择其一支 贤财有户 其地形 知民心者 居则 习民于设法 出则 教民于应敌 故足五成于内 则军正定于外 伏习已成 务令迁徙 幼则同游 长则共事 夜战生相知 则足以相救 昼战目相见 则足以相识 欢爱之心 足以相识 如此而劝以厚赏 威以重罚 则浅死 不玄种矣 所喜之民 非壮有财者 但费衣良 不可用也 虽有财力 不得良力 有无功也 陛下绝匈奴 不与和亲 臣妾 亦其东来南也 依大智 则终身创矣 欲立威者 始于折骄 来而不能困 使得弃去 后未亦服也 错为人 翘直克身 以其辩得姓太子 太子家 后曰智囊 十二年 东十二月 和绝酸枣 东溃 金堤东郡 大兴族色志 春三月 除关 无用转 朝措言于上曰 圣王在上 而民不动机者 非能耕而四智 知而易之也 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故遥有九年之水 汤有七年之汉 而国无捐吉者 以蓄姬多 而被先聚也 金海内唯一 土地人民之重 不减汤雨 家已无天灾数年之水汉 而蓄姬未及者 何也 地有一利 民有余利 生谷之土未尽坎 山则之利未尽出 游时之民未尽归农也 福寒之鱼衣 不带清暖 积之鱼食 不带甘止 积寒至身 不顾廉耻 人情 一日不在时则鸡 中岁不至一则寒 福富鸡不得时 福寒不得一 随慈富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其民灾 民主知其然也 故物民于农丧 伯富连广续姬 以时苍林 背水汗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 在上所以目之 民之趋利 如水走下 四方无则也 福诸欲金银 积不可食 寒不可依 然而众贵之者 以上用之故也 其唯物轻微一藏 在于把握 可以周海内 而无积寒之患 此令臣轻辈其主 而民亦去其乡 盗贼有所劝 王陶者得轻资也 肃米不薄生于地 长于石 聚于利 非可一日成也 树担之众 终人浮生 不为奸邪所利 一日福德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 而建金玉 仅农夫五口之家 其福义者不下二人 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百亩之收不过百担 春耕下云 秋或东藏 伐心桥至官府 及摇曳 春不得避风尘 夏不得避暑热 秋不得避阴雨 冬不得避寒冻 四时之间 无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 吊死问及 养姑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 尚父被水汗之灾 急症报复 复脸不实 招令而目改 有者半价而卖 无者取备昌之息 于是有卖田宅 遇妻子已偿债者已 而商骨大者 积住备息 小者作猎贩卖 操其其营 日游都市 承上之急 所卖必备 故其难不耕云 女不残之 一必文采 食必良肉 无农夫之苦 有千百之德 因其父后 交通王侯 利过利事 以利相倾 千里游熬 关盖相望 城间测肥 屡丝夜稿 此商人 所以兼并农人 农人 所以流亡者也 方金之物 莫若使民 勿农而已已 育民勿农 在于贵宿 贵宿之道 在于使民 以宿为赏罚 金木天下 入宿献官 得以败决 得以除罪 如此 富人有决 农民有钱 素有所谢 福能入宿以受决 皆有余者也 取予有余 以供上用 则贫民之父可损 所谓损有余 补不足 令出而民利者也 金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 富足三人 车骑者天下五倍也 故为富足 神农之教曰 有石城石刃 汤匙百步 代价百万而无素 福能守也 以示官至 素者亡者大用 正知本物 金民入宿受决至五大夫以上 乃父一人耳 此其与骑马之功 相去远矣 决者 上之所善 出于口而无穷 素者 民之所重 生于地而不乏 福得高决于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宿于边 以受决免罪 不过三岁 塞下之宿 必多矣 地从之 令民入宿于边 拜决 各以多少 集数为差 错付奏言 陛下姓使天下 入宿塞下 以拜决 慎大会也 且恐塞足之时 不足用 大谢天下宿 边时足以之五岁 可令入宿 郡县以 郡县足之一岁以上 可时设 勿收农民租 如此得责 家于万民 民欲勤农 大富乐以 赏富从其言 赵曰 岛民之路 在于物本 朕亲率天下农 十年于今 而也不加辟 岁衣不登 民有积色 是从事焉上寡 而立位家务 无诏书硕下 岁劝民众树 而恭位兴 是力奉无诏不勤 而劝民不明也 且无农民 甚苦而立末之行 将何以劝焉 其次农民 今年租税之半 十三年 春二月假银 赵曰 朕亲率天下农耕 以公资成 皇后亲丧 以公祭福 其聚礼仪 初 秦时住官有密住 既有灾祥 则一过于下 下 赵曰 改文天道 获自愿起 而福有得心 百官之飞 已有镇公 仅密住之官 已过于下 以张无之不得 镇慎扶取 其除之 其太仓令 纯于亦有罪 当行 赵玉 待戏长安 其少女 提迎 尚书曰 妾父为利 其中 皆称其联平 仅做法当行 妾 伤扶 死者 不可复生 行者 不可复主 随后 欲改过自心 其道无有也 妾愿 末入为官毕 以赎父行罪 使得自心 天子 连悲起义 五月 赵曰 诗曰 凯替君子 民之父母 今人有过 教为师 而行以家焰 或欲改行为善 而道无有至 朕甚连之 福行至断肢体 克肌肤 终身不息 何其行之痛 而不得也 其为民父母之意哉 其除肉行 有以意之 即令罪人 各以轻重 不亡逃 有您而免 据为令 丞相张仓 欲使大夫逢敬 奏请定律约 朱当昆者为成担 充 当勤昆者 钱为成担 充 当义者 吃三百 当斩 佐职者 吃五百 当斩幼职 即杀人 先自告 即立作 受求 枉法 守宪官财物 而即道之 以论 而富有 吃罪者 皆弃事 罪人 欲以绝为 承担 充者 各有 岁数以免 至曰 可 事实 上纪 功修 玄默 而将相 皆旧 功臣 少闻 多志 常悟 王勤之正 论意 勿在宽厚 持言 人之 过失 化行 天下 告 节 之 俗 义 立安其官 民乐其夜 蓄积 岁增 户口 见息 风流 赌后 尽网 疏阔 罪 遗者 与民 是以 刑罚 大省 至于 断玉四百 有 刑 错 之 封言 六月 赵曰 农 天下 之本 悟莫 大言 仅 秦身 从事 而有 租税 之父 是为本末者 无以异也 其于劝农之道未备 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 东 匈奴老上产于十四万计 入诸挪 销关 杀北地都位昂 鲁人民畜产甚多 岁至庞阳 使其兵 入烧 回中宫 后继 至拥甘全 地以中卫周舍 郎中令张武为将军 发车千胜 祭足十万 郡长安旁 以背狐扣 而拜昌侯 卢青为上郡将军 宁侯 卫宿为北地将军 隆绿侯周躁为隆西将军 屯三郡 上亲落军 乐兵 申教令 赐立足 自欲征匈奴 群臣见 不听 皇太后 顾邀 上乃至 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 为大将军 成侯董斥 内使鸾部 皆为将军 积匈奴 禅于留塞内岳于 乃去 汉竹出塞 即还 不能有所杀 上年过郎鼠 问郎鼠长冯唐曰 傅家何在 对曰 臣大傅赵人 傅喜代 上曰 吾居待时 吾上时见高驱 朔为我 严赵将李奇之贤 战于巨路下 今无美犯 亦未尝不在巨路也 辅知之乎 唐队曰 上不如连坡礼目之为将也 上伯碧曳 接乎 吾独不得连坡礼目为将 吾岂有匈奴在 唐阅 陛下 陛下虽得连坡礼目 福能用也 上怒 起 入尽中 良久 召唐 让曰 功奈何 众如我 独无 见 储乎 唐谢曰 笔人 不知忌讳 上方 以 胡寇 为意 乃足复问唐曰 功何以之无 不能用连坡礼目也 唐队曰 陈文上古王者之浅将也 贵而推古 曰 魂以内者寡人治治 魂以外者将军治治 军功绝赏 皆绝于外 归而奏治 此非虚言也 陈大复言 李牧为赵将 居宾 军事之租 皆自用享事 赏赐绝于外 不从中复也 委任而则成功 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 选车千三百胜 购计万三千 百金之势十万 是以北竹蝉鱼 破东湖灭坛林 西翼强秦 南之寒味 当世之时 赵击霸 其后会赵王千利 用锅开禅 足诸礼目 领言 顶俱待之 是以兵破市北 为秦所勤灭 金臣切闻魏上 为云中守 其君士租 尽以享士族 饲养前 五日一锤牛 自享宾客 军力赦人 是以匈奴远避 不进云中之赛 鲁藤一入 尚帅车记击之 所杀慎重 福士族 尽家人子 其田中从军 安之 此及五福 终日历战 斩首补鲁 尚攻目府 一言不相应 闻立以法绳制 其赏不行 而立奉法必用 尘语以为陛下赏太轻 罚太重 且云中守 位上 坐上攻 手鲁差六级 陛下下之力 薛其诀 罚坐之 由此言之 陛下虽得连颇礼目 福能用也 上月 适日 令堂迟节 摄位上 赴以为云中守 而拜堂为车记都位 春 照广增诸四坛场 规避 且曰 吴文词观注喜 皆归服于阵宫 不畏百姓 阵甚愧之 福以阵之不得 而专享 独美其福 百姓不欲言 是众无不得也 其令 辞观至敬 无有所其 试岁 何间文王必强轰 初 丞相张苍以为 汉德水德 路人公孙晨以为 汉当土德 其应黄龙县 苍以为妃 罢之 十五年 春 黄龙县成记 弟赵公孙晨 拜为博士 与诸生 申明土德 草改立 福色氏 张苍 张苍 由此自处 夏四月 上使姓庸 交建五帝 设天下 九月 赵诸侯王 公卿 俊守 与贤 赵人 能直言 即见者 上亲 策之 太子 家令 朝措 对策 高地 卓为 中大夫 错 右上言 以 薰 诸侯 及 法令 可 更定者 书 凡 三十篇 上 虽不进厅 燃其其财 适岁 其文王则 何今哀王府 揭轰 五子 国除 赵人 新元平 以 旺气 见上 言 长安 东北 有神 弃成 五彩 于是 座 魏阳 五帝 庙 十六年 夏四月 上 交寺 五帝 于 魏阳 五帝 庙 于是 贵 新元平 至 上大夫 赐 累 千金 而使 博士 诸生 赐六经中 作王制 牟义 寻寿 封善事 又于 长门 到北 立五帝 潭 喜 淮南 王喜 赴为 徜阳 王 又 分齐 为 六国 秉 吟 立齐 道会 王子 载者 六人 杨虚 侯 将 驴 为 齐 王 安 都侯 智 为 吉 北 王 武成 侯贤 为 孜川 王 白石 侯 雄 渠 为 焦东 王 平昌 侯 昂 为 焦西 王 丽 侯 碧光 为 济南 王 淮南 丽 王子 再者 三人 富林 侯 安 为 淮南 王 安 阳 侯 博 为 恒 山 王 扬州 侯 次 为 卢江 王 秋 九月 新元平 使人持玉碑 上书 雀下 献之 平言上曰 雀下 有宝玉器来者 以 士之 国有献 玉碑者 刻曰 人主 言寿 平 又言 晨后 日在中 居请之 日雀 腹中 于是 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 令天下大仆 平言曰 周鼎 亡在四水中 今何觉 通于寺 臣望东北 梵音直 有金宝器 以周鼎 其出户 照献 不赢 则不至 于是 尚 始始 至妙 梵音 南临河 欲 辞出 周鼎 后元年 东十月 有人上书 告新元平 所言皆诈也 夏立志 朱怡平 事后 上一代 于改 张福 鬼神之事 而 魏阳 长门 五帝 使 慈观岭 以实质礼 不枉焉 春三月 孝慧皇后 张氏轰 赵曰 见者数年不登 又有水旱 极易之灾 朕甚幽致 于而不明 未答其咎 亦者 朕之 正有所失 而行 有过于 乃天道 有不顺 地利 或不得 人事 多失 何 鬼神 肺 不想 于 何以至此 将百官之 奉养 或费 无用之事 或多余 何其民 食之 寡 法 也 福 福 夺田 非 亦寡 而 寄民 未 家 亦 以口 粮地 其余 谷 有有余 而食之 甚不足者 其就 安在 无乃百姓 之从事 余末 以害 农者 凡 为 久老 以 弥 谷者 多 六处 至 食 咽 者 重余 戏 大之 亦 无畏得其中 其与 丞相 列侯 立二千诞 博士 一支 有可以 左百姓者 率 亦 远思 无有所隐 二年 下 上 行姓 雍 玉阳 宫 六月 代孝王 参轰 匈奴 连岁入边 杀掠 人民 畜产 甚多 云中辽东 最甚 君万余人 上患之 乃时时 为匈奴书 禅于一时 当户报谢 赋予匈奴和亲 八月 八月 乌须 与皇后帝 斗广国贤 有行 欲向之 约 孔天下 以 孟天下 以无私广国 九念不可 而高地时大臣 于见无可者 欲使大夫梁国身徒家 故以财官绝章从高地 封官内侯 庚武 以家为丞相 封顾安侯 家为人连职 门不受私业 事实 太中大夫 邓通 方爱兴 赏赐 累聚万 帝常 燕尹通家 其宠幸无比 家常入朝 而通居上旁 有怠慢之礼 甲奏士碧 因言曰 陛下性爱群臣 则富贵之 至于朝廷之礼 不可以不诉 上曰 君勿言 无私之 罢朝 坐府中 家为习 赵通 以丞相府 不来 且斩通 通孔 入言上 上曰 如帝王 无令 使人赵若 通 以丞相府 免官 图显 顿手 谢家 家作 自如 福为礼 则曰 福朝廷者 高地之朝廷也 通小臣 戏殿上 大不敬 当斩 立 今行斩之 通顿手 手进出血 不解 上夺 丞相已困通 时始迟节 赵通 而谢丞相 此无弄臣 均逝之 当通 记智 未上 弃月 丞相 及 沙尘 三年 春二月 上 行性代 逝岁 匈奴 老上 禅于死 子 君臣 禅于力 四年 下 四月 丙淫会 日有 十支 五月 射天下 上 行性 雍 五年 春 正月 上 行性 隆 西 三月 行性 雍 秋 七月 行性 代 六年 东 匈奴 三万计入 上郡 三万计入 云中 所杀略 甚重 烽火 通于 甘泉 长安 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 故楚向苏义为将军屯钩柱 将军张武屯北帝 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赐系柳 宗正流礼为将军赐霸上 助赐侯徐立为将军赐吉门 以背壶 上自老君 至霸上及吉门军直迟入 将以夏季送迎 以而知系柳军 君势力披甲 锐兵刃 购功努持满 天子先驱至不得入 先驱曰 天子且至 军门都尉曰 将军令曰 军中闻将军令 不闻天子之诏 居无合 上至又不得入 于是上乃时时迟节赵将军 吾欲入营落军 亚夫乃传言 开闭门 闭门是请车记约 将军约 军中不得持驱 于是天子乃暗配徐行 至营 将军亚夫持兵一约 借咒之事不败 请以军礼见 天子围动 改荣 试车 试人称谢 皇帝敬老将军 成礼而去 祭出军门 群臣接经 上曰 借护 子真将军 以 能者 霸上 吉门 君 若而戏 耳 其将 故可 席而 卢也 至于 亚夫 可得 而犯 也 称善者 久之 月 于 汉兵 至边 匈奴 亦远 赛 汉兵 亦 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下四月 大汉 黄 令诸侯 吴入贡 持山则 捡诸福御 损狼利元 把苍羽 以赞民 民得卖绝 七年 下六月几亥 帝崩于 魏央宫 以赵曰 朕闻至 改天下万物之蒙生 米不由死 死者 天地之理 万物之自然 惜可甚哀 当今之事 嫌家生而悟死 后葬已破业 众福已伤生 无甚不取 且朕即不得 无以左百姓 金崩 又使众福九令 以离寒暑之树 哀仁父子 上长老之志 损其饮食 绝贵神之祭祀 以众无不得 为天下和 朕获宝宗庙 以苗苗之身 托于天下君王之上 二十又余年已 赖天之灵 设祭之福 方内安宁 弥有兵格 朕即不敏 常聚过行 以修先帝之宜德 唯年之久长 聚于不忠 今乃幸 以天年 得赴公养于高庙 其惜哀念之有 其令天下利民 令道出令三日 皆是福 无尽 娶妇嫁女 慈嗣饮酒食肉 自当及丧事 福令者皆无闲 迭代无过三寸 无步车及兵器 无发明 哭令 公殿中 殿中当令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 礼必罢 非旦夕令时 尽无得善哭令 以下官 福大公十五日 小公十四日 先七日 是福 他不在令中者 皆以此令 彼类从事 不告天下 使明之赞义 霸凌山川因其故 无有所改 归夫人以下 至少使 以四 藏霸凌 第即位二十三年 公侍愿佑车记福玉 无所赃义 忧不便 折迟以利民 常欲坐露台 赵将记之 指百金 上曰 百金 终人十家之禅也 无奉先帝公侍 常恐修置 何以抬违 深意一提 所幸慎夫人 依不业地 为账无闻秀 以示敦普 为天下先 至霸凌 皆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事 因其山 不起坟 无王诈病不朝 赐以基障 群臣 袁昂等 见说虽妾 常假借 纳用焉 张无等 受禄金钱 绝 更加赏赐 以愧其心 专物以德化民 是以海内安宁 加几人族 后世显能极致 丁位 太子及皇帝位 尊皇太后博士 约太皇太后 皇后约 皇太后 九月 有兴 辈于西方 逝岁 长沙王 无助轰 无子 国除 初 高祖 贤文王瑞 至赵 御史 长沙王中 其定 注令 至 孝会 高后时 封瑞 数子 二人为 列侯 传国 术士 决 孝景皇帝 上 元年 冬十月 丞相加等奏 功莫大于高皇帝 得莫胜于孝文皇帝 高皇帝庙 已为帝者太祖之庙 孝文皇帝庙 已为帝者太宗之庙 天子已世世现祖宗之庙 郡国诸侯 以各位孝文皇帝 立太宗之庙 至曰 可 下四月以卯 赦天下 前御史大夫卿 致代下 与匈奴和亲 五月 复收民田伴租 三时而睡一 初 文帝除肉行 外有清行之名 内时杀人 斩幼职者又当死 斩左职者吃五百 当义者吃三百 率多死 誓岁下诏曰 家吃与重罪无益 幸而不死不可为人 其定律 吃五百约三百 吃三百约二百 以太宗大夫周仁为郎中令 张欧为庭位 处元王子平路侯礼为宗正 中大夫朝措为左内侍 仁始为太子摄仁 以廉谨得姓 张欧义士帝于太子宫 虽至行明家 为人长者 帝由士众之 用为九卿 欧为利 未尝延岸人 专以成长者处官 官署已为长者 亦不敢大欺 二年 冬十二月 有兴 费于西南 领天下男子 年二十始复 春三月假银 立皇子得为和坚王 欲为临江王 于为淮阳王 飞为汝南王 彭祖为广川王 发为长沙王 下四月人武 太皇太后博士崩 六月 专相身徒家轰 十内史朝措 朔请建严氏 折听 宠姓清酒清 法令多索耕定 专相家自处所言不用 急错 错为内史东出不便 更穿一门难出 难出者 太上皇庙软园也 加文错穿宗庙园 为奏请诸错 刻有欲错 错孔 夜入宫上夜 自归上 至朝 加请诸内史错 上曰 错所穿非真庙园 乃外软园 故戎官居其中 且又我始为之 错无罪 丞相加谢 罢朝 加为长使曰 无悔不先斩错 乃请之 为错所迈 至赦 因偶续而死 错 以此欲贵 与匈奴和亲 八月丁位 以御史大夫 开封侯陶亲为长相 丁四 以内史朝措 为御史大夫 惠兴出东北 丘 恒山玉宝 大者五寸 身者二尺 迎或逆行 守北尘 岳出北尘间 遂兴逆行天庭中 梁孝王以窦太后 少子顾 有宠 往四十余城 居天下高余地 赏赐不可声道 府库金钱 且百巨万 诸欲宝器 多余京师 驻东院 访三百余礼 广虽阳城七十里 大致公事 为父道 自公连主于平台三十余里 招言四方豪郡之事 如吴仁梅盛 盐济 其人杨盛 公孙鬼 邹阳 属人 司马相如之属 皆从之游 每入朝 上时史迟节 以圣于四马 迎梁王于官下 既至宠幸无比 入则世上同年 出则同车 涉猎上林中 因上书请留 且半岁 两世中狼业者 驻吉隐出入天子殿门 与汉宦官无益 资质通鉴卷第十六 汉记八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 东十月 梁王来朝 时尚未至太子 与梁王燕饮 从容言曰 千秋万岁后 传于王 王慈谢 虽之非至言 然心内喜 太后亦然 瞻世窦英 饮之酒 尽上曰 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 父子相传 汉之约也 尚何以得传梁王 太后由此增应 应应并免 太后除英门籍 不得朝请 梁王以此一交 春正月以寺赦 长兴出西方 洛队 洛阳东宫灾 出 孝文时 吴太子入见 得势皇太子引伯 吴太子伯征道 不公 皇太子引伯局 低吴太子 杀之 遣其丧归葬 至吴 吴王运约 天下同宗 天下同宗 死长安及藏长安 何必来藏为 父浅桑知长安藏 吴王由此 烧师翻尘之礼 称吉不朝 经时知其以子顾 细致厌问吴使者 吴王孔 时有反谋 后使人为秋请 闻帝复问之 使者对曰 王时不病 汉细致使者数倍 吴王孔 以顾遂昌病 福察见冤忠于不祥 为尚弃前过 与之耕使 于是文帝 乃舍无使者 归之 而自吴王积障 老不朝 吴德 是其罪 谋义亦谢 然其居国 以同言故 百姓无父 足见耕 折予平价 岁时存问茂财 赏赐屡礼 他俊国立 欲来补亡人者 公共尽服语 如此者四十余年 朝措朔上书言无过 可靴 文帝宽 不忍乏 以此无日益横 即帝即位 措睡上约 其高帝出定天下 昆帝少 朱子若 大风同姓 其七十余成 楚四十余成 五五十余成 封三数孽 分天下半 今吴王 前有太子之戏 诈昌病不朝 于古法当诸 文帝夫人 因此积障 得质后 当改过自新 反义交易 集山筑前 煮海水为盐 又天下亡人谋作乱 今须之易反 不须易反 须之其反极或小 不须反持或大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役 莫感难 读窦英章之 由此与错有戏 即楚王悟来朝 错阴言 悟往年为伯太后福 丝肩辐射 请诸之 赵舍 薛东海郡 即前年赵王有罪 薛起常山郡 焦西王昂以卖绝世有监 薛起六县 庭臣方亦薛吾 吾王恐薛帝无矣 因发谋举世 念诸侯 吾族语记者 闻焦西王勇 号兵 诸侯解未淡之 于是使 钟大夫应高 口税焦西王曰 今者主上任用邪臣 听信禅贼 亲薛诸侯诸法良重 日以益慎 于有之悦 是康吉米 吾语焦西 知名诸侯也 一时见察 不得安四矣 吾王身有内疾 不能朝请二十余年 常唤见仪 无以自白 邪奸累足 犹据不见事 窃闻大王已绝世有过 所闻诸侯薛帝 罪不至此 此恐不止薛帝而已 王远 有之 自将奈何 高远 吾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 愿因时寻礼 弃躯已除患于天下 亦亦可乎 焦西王居然害悦 寡人何敢如是 主上虽吉 固有死耳 安得不适 高远 欲使大夫朝措 迎获天子 钦夺诸侯 诸侯皆有背叛之意 人事吉矣 会兴出 黄虫起 此万事一时 而酬劳 圣人所以齐也 吾王内以朝措为诸 外从大王后车 旁扬天下 所向者降 所指者下 莫敢不服 大王常姓 而许之一言 则吾王率楚王 略寒谷官 守行阳敖仓之素 据汉兵 至赐赦 须大王 大王姓而临至 则天下可并 两主分割 不亦可忽 王曰 善 归报吾王 吾王有恐其不果 乃身自为使者 至焦西面曰之 焦西群臣 获闻王谋 见曰 诸侯帝不能当汉十二 唯叛逆以忧太后 非济也 今成一地 尚云不亦 假令事成 两主纷争 患乃一生 王不听 遂发使 曰其 滋川 焦东 济南 皆许诺 初 楚元王好书 于鲁申公 木生 白生 据寿师于 福秋伯 即望楚 以三人为中大夫 木生不是酒 元王每至酒 常为木生设礼 即子 遗王 孙王务即位 常设 后乃望设言 木生退 曰 可以事已 离酒不设 王之一代 不去 楚人将前我于事 遂称己卧 深宫白生 强起之 曰 独不念 先王之德语 今王一旦诗小礼 何足至此 木生语 一称 知鸡其神乎 鸡者动之威 鸡凶之先见者也 君子见鸡而坐 不似终日 先王之所以 礼无三人者 为道存也 今而呼之 是望道也 望道之人 胡可与九楚 岂未屈屈之理哉 遂谢病去 深宫白生独流 王物烧银报 太父为梦作诗讽建 不听 异去 居于邹 物因作削帝事 遂与无通谋 深宫白生见物 物须弥之 一知者一 使雅充于世 修侯父使人见王 王曰 既父不无语 我岂先取既父以 修侯聚 乃于母太夫人 本经师 即 吉薛无快姬 豫章俊 书至 吴王岁先起兵 诸汉立二千弹以下 郊西 郊东 资川 济南 楚 赵 一皆返 楚相 张上 太父赵一吾 见王悟 悟 杀上 一吾 赵相 建德 内使王汉 见王岁 岁烧杀 见德汉 其王后悔 被曰成首 吉北王 成坏未完 其郎中令 结首 王不得发兵 焦西王 焦东王 为曲帅 与资川济南 共攻其 为林姿 赵王岁发兵 筑其西界 欲带 吴楚俱进 北使匈奴 与联兵 吴王 西齐士族 下令 国中约 寡人 年六十二 身自降 少子 年十四 亦为 士族先 诸年 上与寡人 同 下与 少子等 揭发 凡二十余万人 南时 闽 冬月 闽 冬月 亦发兵从 吴王起兵 于广陵 西涉怀 因并储兵 发始 为诸侯书 罪状 朝措 欲和兵 诸之 吴楚 共攻梁 破 击壁 杀数万人 长胜 而前 瑞胜 梁孝王 前将军 姬之 又败 梁梁 两军 士族 接还走 梁王 承手 虽扬 初 文帝 且崩 借太子曰 即有缓急 周亚夫 真可任将兵 即七国 反书文 上乃拜 中尉 周亚夫 为太尉 将三十六将军 网机 无储 遣 屈周侯 立即 姬兆 将军 鸩鸾部 激齐 傅赵 窦英 拜为大将军 使囤行阳 兼齐赵兵 初 朝措所更令三十章 诸侯欢华 错付文志 从影川来 为错曰 上初级位 公为正用事 亲薰诸侯 疏人骨肉 口语多怨 公何为也 错曰 故也 不如此 天子不尊 宗庙不安 赴曰 刘氏安矣 而朝氏威 无去宫归矣 遂隐要死 曰 无不忍 见祸待身 后十余日 吴楚七国俱反 以诸措为名 上宇措亦出军事 措欲令上自降兵 而身居首 又言 徐同之旁 无所未下者 可以与无 措夙予无相 原岗不善 措所居坐 岗折臂 岗所居坐 措亦臂 两人未尝同堂语 即措为御史大夫 史立岗岗受吴王财物 抵罪 赵舍已为庶人 吴楚反 错位成史曰 云岗多寿吴王金钱 专为避逆 言不反 言不反 今国反 欲请至岗 以知其计谋 成史曰 事未发 至之有决 今兵西相 至之何意 且岗不已有谋 错 有语未决 人有告岗 岗恐 夜见斗应 未言无所以反 愿至前 口对状 应入言 尚乃照岗 岗入见 尚方与错调兵时 尚问岗 仅无处反 于公义何如 对曰 不足优也 尚曰 吴王吉山筑前 逐海为言 又天下豪杰 白头举世 此其既不百权 其发护 何以言其 无能为也 对曰 吴同言之利 则有之 安得豪杰 而又之 成令吴得豪杰 亦且 辅而为义 不凡以 吴所又 皆无赖子弟 亡命 筑前金人 故相又已乱 错曰 岗策之善 上曰 济安出 岗对曰 愿丙左右 上丙人 独错在 岗曰 臣所言 仁臣不得知 乃丙错 错去必东乡 甚恨 上族问岗 对曰 吴楚相畏书 言高皇帝 望子弟 各有分地 今贼臣朝措 善折诸侯 削夺之地 已故反 欲惜共诸措 赴故地而罢 方金记 独有展措 发始设吴楚七国 赴其故地 则兵可无血刃 而拒罢 于是尚漠然良久 曰 故诚何如 无不爱一人 以谢天下 岗曰 于祭出此 为尚赎祭之 乃拜岗为太长 密庄至行 好时余日 上令丞相卿 中卫家 庭位欧 何奏错 不称主上德信 欲输群臣百姓 又欲以诚意与无 无臣子礼 大逆无道 错当腰斩 父母妻子同产 无少长 皆弃士 至约可 可 错书不知 人子 上使中卫赵错 待在行事 错一朝一 斩东士 上乃使圆岸 与吴王弟子宗正 得侯通 使吴 业者 扑业 邓公为校尉 尚书 言君事 见尚 尚问曰 道君所来 闻朝措死 无处 罢否 邓公曰 吴违反数十岁已 发怒 薛帝 以诸措为名 其意不在措也 且臣空天下之事 浅口不敢赴言矣 上曰 何哉 邓公曰 扶朝措 患诸侯强大不可治 故请薛之以 尊经师 万事之利也 计划使行 足授大路 内度忠臣之口 外为诸侯报仇 臣妾为陛下 不取也 于是 帝溃然长夕月 恭言善 吴亦恨至 云昂流通至吴 吴储兵 以公粮弼矣 宗正以亲固 先入见 遇吴王 令拜受赵 吴王闻 云昂来 知其遇睡 孝儿应曰 我以为东地 上谁拜 不肯见昂 而留军中 欲解使将 昂不肯 使人为首 且杀之 昂得见 脱王归报 太尾 太尾亚夫 言于上约 太尾亚夫言于上约 处兵票轻 难与争锋 愿以良为之 绝其时道 乃可置也 上许之 亚夫城六圣传 将会兵行扬 发至坝上 照射遮睡 亚夫 曰 吴王 素负 怀疾死 是久矣 此之将军 且行 必至 见人于 小缅 爱霞 之间 且 兵士 尚神秘 将军 何不从此 又去 走蓝田出武官 抵洛阳 见不过差一二日 直入武库 积明谷 诸侯文之 以为将军 从天而下也 太尾如其记 至洛阳 喜约 七国返 无圣传至此 不自一全 今无据行扬 行扬以东 无足优者 使力搜 小缅间 果得无福兵 乃请照射为护军 太尉引兵 东北走昌邑 无功良吉 梁朔 使使调侯求救 调侯不许 又使使速调侯于上 上使告调侯救梁 亚夫不奉照 兼臂不出 而使功高侯等 将清纪兵出怀四口 绝无储兵后 色其响道 梁使中大夫韩安国 即储向张上帝宇为将军 与力战 安国持重 乃得颇败无兵 无兵欲息 梁成手 不感兴 急走调侯军 会下意 欲战 调侯兼臂不肯战 无良觉足迹 朔挑战 终不出 调侯军中夜惊 内乡攻击 扰乱至障下 亚夫肩握 兼握不起 请之 复定 无奔避东南邹 亚夫使被西北 以而其精兵 裹奔西北 不得入 无储士族 多击死盼散 乃引而去 二月 亚夫出精兵追击 大破之 吴王必弃其军 与壮士数千人 夜王走 楚王物自杀 吴王之出发也 吴臣田路伯为大将军 田路伯曰 兵屯聚而息 吴他其道 难以立功 臣愿得五万人 别寻江淮而上 收淮南长沙 入五官 与大王会 此意一起也 吴王太子建阅 王以返为名 此兵难以戒人 忍一且返王奈何 且善兵而别 多他利害 徒自损耳 吴王即不许田路伯 吴少将 还将军 税王曰 吴多步兵 步兵力险 汉多车迹 车迹力平地 远大王 所过城不下 直去 即西据洛阳武库 十敖仓宿 祖山河之险 以令诸侯 虽无入官 天下故以定义 大王徐行 留下诚意 汉军车迹制 持入两储之交 事败矣 吴王问诸老将 老将曰 此年少 垂风可耳 安置大律 于是王不用还将军记 王专并将兵 兵卫度怀 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 侯司马 读周秋不用 周秋者下批人 王命无 孤酒无行 王驳之不认 周秋乃上夜 睡王曰 臣已无能 不得戴罪行间 臣非敢求 有所将也 愿请王遗憾节 必有以报 王乃宇之 周秋得节 夜迟入下批 下批时文无返 皆成首 至转舍 赵令入户 使从者 以罪斩令 遂赵昆帝 所善豪力告曰 吴凡 兵且至 图下批 不过时请 谨先下 家事必完 能者 封侯已 出乃相告 下批接下 周秋一夜 却得三万人 使人报吴王 遂将其兵 北略成义 必至阳城 兵十余万 破阳城中卫军 闻吴王败走 自夺吴宇共成功 即引兵归下批 未至 居发被死 人武会 日有十之 吴王之弃君王也 君遂愧 王王烧祥太尉 调侯及梁君 吴王渡怀 走丹徒 保冬月 兵可万余人 收聚王族 汉使人以历诞冬月 冬月即带吴王 出涝军 使人葱杀吴王 乘其头 持转以闻 吴太子居 王走敏月 吴楚反 凡三月 皆破灭 于是诸将 乃以太尉谋为事 然梁王 由此与太尉有戏 三王之为林子也 其王使 陆中大夫 告于天子 天子 赴令陆中大夫 环报 告其王 坚守 汉兵 今破无处矣 陆中大夫制 三国兵 为林子 树重 无从入 三国将 与陆中大夫 盟约 若反言 汉已破矣 其促下三国 否且见图 陆中大夫 记许 至成下 望见 其王曰 汉已发兵百万 使太尉亚夫 击破无处 方引兵救其 其必坚守无下 三国将诸 陆中大夫 其出为己 因与三国通谋 约未定 会陆中大夫 从汉来 其大臣 乃父劝王 无下三国 会汉将 鸾部 平阳侯等兵 致其 击破三国兵 解为已 后闻其出与 三国有谋 将遇兵伐其 其孝王拒 引药自杀 郊西 郊东 资川王 各引兵归国 郊西王 凸显 洗稿 饮水 谢太后 王太子 得曰 汉兵还 陈官之 以疲 可习 愿王 收渔兵 积之 不胜 不胜而逃入海 未完也 王曰 无士族皆已坏 不可用 宫高侯 寒腿当 为焦西王书曰 奉兵诸不义 详者 设除其罪 复顾 不详者 灭之 王何处 须已从事 王肉坦 叩头 亦汉军必 页曰 陈昂 奉法不谨 惊害百姓 乃苦将军 远道至于穷国 敢请 租海之罪 龚高侯 执金谷 剑之曰 王苦君事 愿闻 王发兵状 王顿手 悉行 对曰 今者 朝措 天子 用士臣 便更 高皇帝 法令 钦夺诸侯帝 昂等 以为不义 恐其败乱天下 七国发兵且诸错 今闻错以诸 昂等 仅以罢兵归 将军语 王苟以错为不善 何不以闻 即未有赵虎福 善发兵 及异国 以此观之 亦非图 亦非图与诸 错也 乃出赵书 魏王读之 曰 王其自图 王曰 如昂等 死有余罪 遂自杀 太后太子 皆死 焦东王 资川王 济南王 皆辅诸 立将军兵制赵 赵王引兵 还邯郸成首 立即攻之 七月不能下 匈奴闻吴楚败 亦不肯入边 链部破其还 并兵 引水灌赵成 成坏 王遂自杀 帝以其守善 以破解有谋 非其罪业 照立其孝王太子寿 视为义王 吉北王 抑郁自杀 姓全其妻子 其人公孙觉 为吉北王曰 臣请侍卫大王 明睡梁王 通义天子 睡而不用 死未完也 公孙觉 遂见梁王曰 福吉北之地 东几强骑 南迁吴越 北携燕赵 此四分五列之国 全不足以自守 竟不足以代寇 有非有奇怪 云以待难也 虽罪严于吴 非其政绩也 像是吉北 见晴时 是不从之端 则无必先立其 必吉北 照燕赵而纵之 如此 则山东之纵结 而无戏意 仅吴王连诸侯之兵 驱白土之众 惜与天子争衡 吉北 独抵劫不下 是无诗语而无助 愧不独尽 瓦解土崩 破败而不救者 未必匪极北之力也 福以区区之极北 而与诸侯争强 是以高独之弱 而汉虎狼之敌也 手之不挠 可谓成一意 功义如此 上见已于上 斜肩低手 累足斧金 实有自毁不前之心 匪设计之力也 陈空翻尘守执者 遗志 臣妾料之 能立西山 敬常乐 抵卫秧 敬昧而仗义者 读大王尔 尚有权王之功 下有安百姓之名 得轮于骨髓 恩家于无穷 愿大王留意降维之 孝王大悦 使人耻以闻 极北王得不作 喜风于滋川 何坚王太父 魏婉姬无处有功 拜为中卫 婉以中郎将士文帝 纯锦无他 尚为太子时 照文帝左右隐 而婉称并不行 文帝且崩 主上曰 婉长者善欲之 故上亦宠认言 下六月以害 照 立民为吴王弊等所挂物 当作及不逃王军者 皆设之 帝欲以吴王帝 得哀侯广之子续吾 以处元王子李续处 窦太后曰 吴王老人也 以为宗室顺善 今乃首帅七国 纷乱天下 奈何续其后 不许吴 许立处后 以害 喜怀阳王鱼为鲁王 汝南王妃为江都王 望顾吴帝 立宗正礼为楚王 立皇子端为交西王 胜为中山王 四年 春复制官 用传出入 下四月几四 立子荣为皇太子 彻为交东王 六月 摄天下 秋七月 临江王遇轰 东十月务虚会 日有时之 初 吴楚七国返 吴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遇发兵应之 其项曰 王必遇应吴 臣愿为将 王乃主之 项已将兵 因成守 不听王而为汉 汉义使驱成侯 降兵救淮南 已故得完 吴使者至卢江 卢江王不应 而往来使越 至恒山 恒山王坚守吴二心 即吴楚已破 恒山王入朝 尚已为真信 唠库之 曰 南方悲诗 喜王望于极北 以包之 卢江王以边月 朔时矢相交 喜为恒山王 望江北 五年 春正月 做杨陵意 下 牧民喜杨陵 四前二十万 遣公主 假匈奴缠鱼 习广川王庞祖为赵王 吉北真王伯 轰 六年 东十二月 雷 淋雨 初 尚为太子 伯太后 以伯氏女为妃 即即位 为皇后 吴宠 秋九月 皇后伯氏妃 楚文王李 轰 初 燕王赃徒 有孙女 约赃儿 嫁为怀里 王重妻 生南县 与良女 而重死 更嫁 长陵田氏 生南焚 圣 文帝 文帝时 赃儿 赃儿 长女 为金 王 孙 父 生女 俗 赃儿 不适之 曰 良女 皆当贵 赃儿 乃夺 金 是父 金 是怒 不肯 语 诀 那支太子宫 生南彻 彻方在身时 王夫人 梦日入其怀 即地即位 长男荣 为太子 其母 丽姬 其人也 长公主 嫖 欲以女 嫁太子 丽姬 以后宫 诸美人 皆因 长公主 见地 故 怒而不许 长公主 欲与 王夫人 难撤 王夫人 许之 由是 长公主 日禅 丽姬 而 欲 王夫人 之美 帝 亦自 贤之 又有 囊者 所梦日服 即 未有 所定 王夫人 知 帝 贤 立姬 因怒 未解 因使人 簇大行 请立 立姬 为皇后 帝 怒曰 是 儿 所 宜言 耶 遂 暗 诸 大行 七年 东 十一月 即有 废太子戎为临江王 太子太父斗英力争不能得 乃谢并免 立即惠恨而死 庚吟会日有十支 二月 丞相桃青年 以四太尉周亚夫为丞相 罢太太太尉官 下四月以四立皇后王室 丁四立焦东王澈为皇太子 是岁以太仆留舍为御史大夫 济南太子 济南太守治都为中位 历 都为中郎将 敢执建 常从入上林 甲姬如厕 也致猪来入厕 上目都 都步行 上欲自持兵 就甲姬 都 服上前曰 王一姬 父一姬近 天下所少 宁甲姬当乎 陛下纵自清 乃宗庙太后合 尚乃还 至义去 太后闻之 赐都金百金 由此众都 都为人 永汉宫连 不发私书 问位无所受 请夜无所听 即为中位 先严酷 行法不必贵妻 列侯宗室建都 侧目而逝 昊曰苍鹰 中元年 下四月已四 设天下 地震 恒山元都玉宝 大折尺八寸 二年 春二月 匈奴入烟 三月 临江王荣 坐亲太宗庙 软元为宫 争议中卫府对部 临江王 欲得刀笔 为书卸上 而中卫制都 尽力不语 为姬侯使人 见与临江王 临江王 临江王既为书卸上 因自杀 豆太后闻之 怒 后竟以 违法中都而杀之 下四月 下四月 有兴备于西北 立皇子月为广川王 继为焦东王 秋 九月甲虚会 日有十之 初 梁孝王 以至亲有功 得赐天子荆旗 从亲圣万计 出弊入井 王宠信杨圣 公孙鬼 以鬼为中卫 圣鬼多奇邪迹 欲使王求为汉四 立太子之废也 太后亦欲以梁王为四 长阴至久 为帝曰 安车大驾 用梁王为祭 帝贵习举身曰 诺 罢九 帝已访诸大臣 大臣元昂等曰 不可 习宋宣公 不立子而立地 以生霍乱 五世不绝 小不忍 害大义 故春秋大居正 由氏太后亦格 遂不复言 王又常上书 愿赐荣车之地 敬至长乐宫 自使梁国势众 著作永道朝太后 元昂等 接见已为不可 梁王由此愿元昂 及一臣 乃与阳圣公孙鬼谋 因使人 刺杀元昂 及他一臣十余人 贼未得也 于是天子一粮 主贼果粮所为 上浅填书 吕记主往岸梁氏 补公孙鬼 阳圣 鬼圣 逆王后宫 使者十余被制梁 则二千担吉 梁相 宣秋报 及内史 韩安国以下 举国大所 跃于福德 安国 闻鬼圣 逆王所 乃入见王 而弃曰 逐辱者 臣死 大王 吴良辰 故纷纷至此 仅上轨不得 请辞 赐死 王曰 何至此 安国 弃树行下 曰 大王自夺于皇帝 属于临江王亲 王曰 福如也 安国曰 临江王 嫡长太子 已一言过 废王临江 用公元事 足自杀中卫府 何者 至天下 终不用私乱功 今大王列在诸侯 恕习臣服说 犯上尽 挠明法 天子以太后顾 不忍制法于大王 太后日夜惕气 兴大王自改 大王终不觉悟 有如太后 公车及燕驾 大王上水攀户 与卫族 与卫族 王弃树行而下 谢安国曰 吾今出圣鬼 王乃令圣鬼 皆自杀 出之 尚由此愿望梁王 梁王孔 使邹阳入长安 见皇后兄 王信 说曰 掌军帝 得性于上 后宫莫及 而掌军行迹 多不寻道理者 今云昂 世级穷净 梁王扶诸 太后 无所发怒 妾持侧目于贵臣 妾位足下幽之 掌军曰 为之奈何 扬曰 掌军常能 精卫上言之 得无净良事 掌军必顾 自劫于太后 太后厚得掌军 入于谷水 而掌军之地 幸于两宫 金城之故也 昔者顺之地相 日以沙顺为事 即顺立为天子 风之于有悲 扶人人之于兄弟 无藏怒 无夙愿 后亲爱而已 事以后事称之 以事遂天子 侥幸良事不奏 掌军曰 诺 常见入言之 地怒烧解 适时 太后忧良事不实 日夜气不止 地亦换之 惠田书等按良事来还 致霸昌旧 取火稀烧良之御辞 空手来见地 地曰 梁有之乎 书对曰 死罪 死罪有之 上曰 其事安在 田书曰 上无以良事为问也 上曰 何也 曰 大人之 大人之 实书等 叶太后 且曰 梁王不知也 造为之者 独在姓陈 阳圣公孙鬼之属 为之而 仅已扶诸死 梁王无恙也 太后闻之 立起坐餐 气平复 梁王因上书请朝 寄至关 毛兰睡王 使乘步车 从两寄入 溺于掌公主园 汉时始迎王 王已入关 车寄进居外 不知王处 太后契约 帝果杀无子 帝忧孔 于是梁王 俯俯置于 雀下谢罪 太后帝大喜 香气 父如故 西兆王从关入关 然帝义书王 不与同车年矣 帝以田书为贤 酌为鲁相 三年 东十一月 罢诸侯玉使大夫关 下四月地震 汉尽孤九 三月丁四 立皇子圣为清和王 秋九月 黄 有兴备于西北 物虚会 日有时之 初 上费立太子 周亚夫 故争之 不得 尚有此疏之 而梁孝王 美朝 常与太后 言条侯之短 窦太后曰 皇后凶王 信可侯也 帝让曰 使南疲章武 先帝不侯 即臣即位 乃侯之 信未得封也 窦太后曰 人生各以时行尔 自窦长君在时 竟不得侯 死后 其子彭祖 顾得侯 无甚恨之 帝促侯信也 帝曰 请得与丞相义之 尚与丞相义 亚夫曰 高皇帝曰 非流氏不得望 非有功不得侯 今信虽皇后凶 无功 侯之 非曰也 帝默然而止 其后匈奴王 徐卢等六人降 帝欲侯之以劝后 丞相亚夫曰 帝背主降陛下 陛下侯之 则何以则人臣不受节者乎 帝曰 丞相义不可用 乃西风徐卢等为列侯 亚夫因谢病 九月悟虚 九月悟虚 亚夫免 以御史大夫陶侯留舍为成相 四年 下 黄 东十月悟五 日有十之 五年 下 立皇子顺为常山王 六月丁四 摄天下 大水 秋八月即有 魏阳宫冬阙灾 九月 赵 诸玉仪 若虽文质于法 而于人心不厌者 则厌之 地震 六年 东十月 梁王来朝 上书欲留 上拂许 王归国 亦呼呼不乐 十一月 改诸庭位 降座等官名 春 二月以某 上行姓庸 教武志 三月 玉学 夏四月 梁孝王鸿 斗太后文之 哭及哀 不识 曰 帝国杀无子 帝哀句 不知所为 与长公主济之 乃分梁为五国 尽力孝王南五人为王 买为梁王 明为己川王 彭黎为己东王 定为山羊王 不识为己阴王 女武人 皆识汤墓意 奏之太后 太后乃月 为帝加一餐 小王未死时 才以拒万计 即死 藏府余黄金 赏四十余万金 他物称是 上计简吃法 吃者游不全 乃更减吃三百余二百 吃二百余一百 又定垂令 垂长五尺 其本大一寸 竹也 莫薄半寸 皆平其劫 当吃者吃臀 必宜罪 乃耕仁 自是吃者得权 然死刑济重 而生刑又轻 民亦犯之 六月 匈奴入燕门 至五权 入上郡 取愿马 立足战死者 二千人 隆西李广 为上郡太守 常从百祭出 欲匈奴数千祭 见广 以为右祭 皆经 上山镇 广之百祭 皆大孔 欲持还走 广曰 吾去大军数十里 今如此以百祭走 匈奴追涉我利尽 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 必不敢激我 广令诸济曰 前 未到匈奴镇二里所 指 令曰 皆下马解安 其济曰 鲁多且尽 己有疾 奈何 广曰 比鲁以我为走 令皆济安 已是不走 用奸其意 于是胡继遂不敢激 有白马将出 护其兵 敌广上马 与十余继奔 射杀白马将而复还 至其继中解安 令氏皆纵马卧 适时会目 胡兵中怪之 不敢激 夜半时 胡兵亦以为汉有福君于旁 欲夜取之 胡皆引兵而去 平淡 黎广乃归其大军 秋 七月新亥会 日有十支 自治都之死 长安左右宗室 多报犯法 尚乃照济南都位 南阳宁城为中位 其治孝治都 其连福如 然宗室豪杰 解人人坠恐 程阳公王喜哄 后元年 春正月 照曰 欲众事也 人有至于 观有上下 欲仪者 宴有思 有思所不能绝 于庭位 宴而后不当 宴者不为师 欲令治愈者 勿先宽 三月 摄天下 下 大蒲五日 民得孤九 五月秉须 地震 上庸地震二十二日 坏成员 秋 七月秉武 成相社 免 以四会 日有时至 八月人晨 以御史大夫 魏婉为成相 魏魏南阳直不宜 为御史大夫 出 不宜为郎 同社有告归 勿持其同社郎 兼去 以儿童社郎 绝王 亦不宜 不宜 谢有之 买金长 后告归者 至而归金 王金郎 大残 以此称为长者 少牵制 中大夫 人或停毁 不宜 以为道扫 不宜闻 曰 我乃无凶 然中不自明也 帝居尽忠 照周亚夫赐食 独至大字 无切肉 又不自助 亚夫心不平 故为上席取助 上士而孝曰 此非不足君所乎 亚夫免官谢上 上曰 其 亚夫因驱出 上目送之曰 此样样 非少主臣也 居无合 亚夫子 为父买公关上方甲盾 五百倍可以葬者 取拥苦之 不予钱 用知其道买献官器 愿而上辩 告此 是连乌亚夫 书记文 上下吏 吏不择亚夫 亚夫不对 上骂之曰 吾不用也 照一庭位 庭位则问曰 君侯欲返和 亚夫曰 臣所买器 乃藏器也 何谓返乎 立曰 君纵不欲返地上 即欲返地下而 立亲之一己 出 出立不亚夫 亚夫欲自杀 其夫人指之 已故不得死 岁入庭位 因不时五日 藕血而死 誓岁 既因哀王不时 轰 二年 春 正月 第一日三栋 三月 匈奴入燕门 太守 房境宇站 死 发车祭 财官 屯燕门 春 以岁不登 进内郡四马肃 莫入之 夏四月 赵曰 雕文刻漏 伤农士者也 锦绣 转祖 害 女工者也 农士伤 则 鸡之本 女工害 则 寒之源也 福饥寒并至 而能无为非者寡矣 朕亲耕 厚亲丧 以奉宗庙资成祭福 为天下先 不受县 简太官 省瑶妇 与天下物浓残 素有续姬 以被灾害 强无嚷弱 众无报寡 老齐以寿终 幼姑得岁掌 今岁或不登 民时颇寡 其旧安在 或诈尾为利 以货禄为事 余夺百姓 亲谋万民 现成长力也 兼法与道道 甚无畏也 其令二千诞 各修其职 不是官职 耗乱者 长相以闻 请其罪 不告天下 使明知赈议 五月 照算资四得观 秋 大汉 三年 东十月 日月皆时 赤五日 十二月会 雷日如子 五星 五星逆行 守太威 月灌天庭中 春正月 赵曰 农天下之本也 黄金 诸玉 积不可食 寒不可依 以为必用 以为必用 不食其忠食 减碎 或不登 以为莫者 种 农民寡野 其令郡国 勿劝农丧 亦种树 可得 衣食物 立发民 若取雍彩黄金 诸玉者 作赃为道 二千诞听者 与同罪 甲银 皇太子冠 甲子 帝崩于魏央公 太子及皇帝位 年十六 尊皇太后 为太皇太后 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鬼友 葬孝景皇帝 于阳陵 三月 封皇太后 同母帝田坟 为五安侯 圣为周阳侯 班固赞曰 孔子称 私民野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野 信在 周秦之弊 网密闻郡 而尖鬼不胜 汉兴 扫除凡科 与民休息 至于孝文 加之以公俭 孝景尊业 五六十载之间 至于一封一俗 离民醇厚 周云成康 汉言文景 美矣 汉兴 皆秦之弊 作业聚而财聚 自天子不能聚君寺 而将相或乘牛车 其民无藏盖 天下一平 高祖乃令古人不得一丝乘车 众租税 众租税已困入之 孝慧高后时 为天下出定 富持商骨之律 然市井之子孙 亦不得释患为利 两利路 夺官用 已富于民 而山川远池 市井租税之入 自天子 已至于风君汤木义 皆各为私奉养烟 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草转山东宿 已己中都官 岁不过数十万诞 既以孝文孝景 清静恭俭 安养天下 七十余年之间 国家无事 非遇水汗之灾 民则人己家族 都比淋雨皆满 而府库于货财 经师之前 累聚万 贯朽而不可教 太仓之粟 沉沉相音 充益陆积于外 致腐败不可食 众树皆向游马 而千墨之间成群 常自聘者 病而不得聚会 守驴岩者 食粮肉 为利者 长子孙 居观者 亦为姓号 故人人 自爱而重犯法 先行义 而后屈辱焉 当此之时 网疏而民腹 亦才交易 获智兼并 豪党之徒 以武断于乡区 宗室有土 公卿大夫以下 争于奢侈 事如余福 见于上 无限度 勿胜而衰 故其遍也 自世之后 孝武内穷尺米 外嚷一笛 天下萧然 财力好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